倾家荡产只为让病重的老父亲多活几天 结果父亲临终前将所有家荡给了堂哥 原来他也是父亲的儿子 怪不得父亲从小就偏袒他 想到自己这一辈子的苦 卯兔承受不住打击 直接晕了过去 卯兔 起来了 准备上路 卯兔突然惊醒 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 再一看 他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起床 就你这样 能干什么大事 近来的人是卯兔的父亲徐东升 四十多岁的他正直壮年 看上去以表堂堂 十分有威严 这是要我去哪 瞧你 昨天不是说好 你去砖窑上班吗 睡一觉全忘记了 卧槽 这不是堂哥徐大明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吗 上一世让我去砖窑打工 供徐大明 那个王八蛋上大学 我还纳门呢 到底谁是亲生的 没想到看似正经的父亲 竟然做出那种事 哭了 我不去 你说啥 我不去砖窑班砖 你说的话就当放屁吗 昨天还答应得好好的 你以为这宫是你想上就上 不想上就不上啊 反正我不去 就在徐东升拿着鞋底 打算教训一下卯兔的时候 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正是卯兔的母亲张金芳 一大早的 儿子都要走了 你妈她干什么 哼 这混账东西 出而反而 说不去砖窑了 这去砖窑哪里不好了 多少人打破头都想有个工作 这好不容易脱关系 给她弄得名额 说不去就不去了 这时外面的人都听到了 纷纷走了进来 徐卯兔 你又发什么疯 你都快十八岁了 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小伙 谁不干活呀 你这是要干啥 是徐家老太太发飙了 不去 这工人我不当 我睡了一觉想通了 去砖窑班砖 哪有当大学生好 我要像大明哥那样 去读书当大学生 混账东西 你以为这大学生 有那么好当 要不是当年我爸自作主张 把我读高中的名额 让给他 搞不好 今天这大学生就是我 徐东升这事听不下去了 直接将手中的鞋子扔了过去 卯兔一脚将鞋子踢飞了出去 气得徐东升火冒三丈 抄起个小板凳 向卯兔砸来 结果被张金芳拉住 别打 别打 他爸 既然卯兔不愿意去就算了 用不着这么动手 有话好好说 哼 这混账东西 三天不打 上房接完 你看你生了个什么玩意 张金芳也不敢和徐东升顶嘴 连忙来劝卯兔 卯兔 你别跟你爸对着干了 你服个软 答应去砖窑上班吧 谁欠的债 谁自己去换 一旁的一个妇人突然哭哭唧唧起来 说来说去 还是怨我家大明呢 大明 你这大学还是别去读了 省得有人整天盯着你 处处跟你比较 此人正是徐大明的母亲周凤如 在当时的盟村来说 还算有点姿色 哼 不知道是自家老爸 喝醉认错的人 酿了大错 还是这周凤如固以为之 反正是挺有心言的 徐老太真是愤怒的跺脚 不行 这学大明必须上 徐卯兔 你这个小兔崽子 赶紧滚去砖窑上班 一年不计三百块钱回来 就别想再进这个屋 好啊 不用等一年了 我现在就不想待在这个家 趁大家都在 把这个家分了吧 老兔现在只想分家 他绝不会再让徐大明一家细血搭皮了 你的忤逆东西 居然还要分家 有我一口气在 这个家就不许分 徐老太气得脚都要剁坏了 他一个寡妇 能撑起这么个家 村里人谁不夸他至家有方 他可不能让自己的美名被毁 数大分岔 而大分家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这下话吗 你们不同意也没用 我马上叫队长来作证 让他帮着把知识办了 如果你们都不分 我以后担过 奶奶和父亲让毛兔辍学去搬砖 公堂哥上大学 重生归来的毛兔 二话不说就要分家 小兔崽子 毛都没长急 学人家分家过日子 老子赶紧滚出去 你只怕两天就要饿死 滚就滚 我这就找队长过来作证 滚 趁早给老子滚 老子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儿子 毛兔突如其来的愤怒 让徐东升有点猛低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睡了一觉起来 态度变化这么大 这时毛兔的亲妹妹走了过来 二哥 小林 这份家了 你干不跟我过 二哥 我跟你一起 毛兔和徐晓琳走出了房间 徐老太一脸怒气地看向张金芳 是不是你在背后编排什么了 妈 我没有 没有他怎么一大早态度大变呀 你自己造的孽 自己解决 反正这个家不许分 毛兔来到队长家 执意要分家 队长虽然吃惊 但还是和毛兔来到了徐家 我不分家 只要我一天不闭眼 这个家就不许分 徐老太哭哭啼啼的 让黄队长不知道怎么劝说 当初 我一把屎一把尿 好不容易将它们拉着大 我容易吗 这么多的苦日子都挨过来了 靠的是什么 不就是靠我们徐家人团结 近往一处时 新往一处想 这要分了家 这个家就散了 到时候谁都可以欺负上门 乃 眼光要往前看 以前大家还是吃大锅火 吃集体食堂呢 现在还是新包产到户了 徐老太被这话噎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徐大明赶紧插话 毛兔 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了 非要分家 听歌一句劝 奶奶年纪大了 你顺着她一点 别把她气得三长两短 你说话好听 你多说点 劝奶把这个家分了吧 否则气晕了 进医院又要花钱 家里已经签了这么多的债 可不能再签了 你个混账东西 这是咒你奶奶死 你给我滚 徐老太也气得不轻 对 让她滚 分家没门 这个家 全是我挣的 她一根烧火柴 也别想拿走 吵吵闹闹声中 分家这事 总算确定下来 张金方正是硬的头皮憋出一句 我 我跟着我儿子过 卯兔和小灵是我的儿女 我不能不管他们 随后母子三人在徐家人的怒视下离开了 他们来到生产队的保管室 这里是队长暂时借给他们居住的 三人开始打扫卫生 卯兔也开始思考 该怎么快速赚钱 这个季节是黄扇最肥美的季节 卯兔随后就带着小灵去了田里抓水活 在乡下 抓鱼虾是孩子们经常做的事情 也没有人管 一晚上的时间 卯兔收获了几条小鱼 还有一只假鱼 这野生假鱼可是好东西 其他小鱼留着吃 这只假鱼 卯兔打算卖掉 他家都没回 赶忙来到了县城的厂办医院 干什么的 一个带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卯兔 我家亲戚生孩子 让我从乡下弄点假鱼来 你亲戚叫什么名字 李元朝 李是全国大姓 元朝又是时代符号 卯兔其实就是瞎懵的 他断定里面肯定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进去吧 卯兔提着假鱼在医院里慢慢逛着 这假鱼普通老百姓肯定是舍不得买的 得找有能力消费的 活着动手数生孩子的 很快就找到了几个潜在客户 老乡 要假鱼吗 你这假鱼是卖的 卯兔左右看看 没人注意 我这是给我亲戚送来的 结果他出院了 用不上了 这么热的天 我不想踢出去 那你要多少钱 十块 算了算了 当我没问 十块多买几只鸡不好吗 卯兔也没有再劝 他不想降价 随后找到一对老夫妻 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 假装在找人 我看你在这走廊转了好几趟 是找人吗 是我 我找我亲戚的 看来他不在这 可惜我这只假鱼了 费了几天功夫才抓到的 要不你转让给我 我给你钱 行 看在老婆婆生病的份上 就转让给你吧 多少钱 十块 这么贵呀 算了算了 我们不要了 一旁的老奶奶不想乱花钱 这东西好 营养价值极高 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再好也不是灵丹妙药啊 太贵了 毛兔也没办法 只能寻找下一个客户 很快遇到个挺有派头的人 他连忙上去搭话 师傅 你见多识广 帮我看看 这甲鱼如何 不错啊 这甲鱼挺大个的 哪里搞的 给我亲戚准备的 结果他不需要了 那你转让给我吧 多少钱 十块 男子很爽快地答应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火 就在离开之时 那个之前遇到的老爷爷追了过来 小伙子 你的甲鱼没有了吗 没有了 我还说悄悄买下来呢 这么快就没了 哎呀 老大爷 刚才问你们 你们又说不要 我老伴节约惯了 舍不得吃喝 我还说瞒着他买下来呢 结果这么快就没了 你老要是成心药 我回去再想办法 给你整一只 那感情好啊 我老伴现在走路无力 身体虚弱 我想给他补补 老奶奶病后体虚 脚软无力 我有个偏方 用黄鳝盐成粉 每天服一次 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 这还真没试过 那买点黄鳝试试 你不是想要甲鱼吗 我捉甲鱼的时候 顺便给你整点黄鳝过来 一刻不凡而煮吗 行 记得便宜一点 真要是有用 我给我们厂里的人介绍介绍 那行 到时候我怎么找你 你就跟人打听李元潮就行 那是我儿子 常广播战的 卯兔直接惊呆了 进门的时候编的一个名字 还真遇上郑主 奶奶和父亲让卯兔去搬砖 供堂哥上大学 重生归来的卯兔二话不说 就要分家 卯兔到医院将野生甲鱼 卖了十块钱 随后来到农贸市场买东西 这个时候市场经济 还没有完全开放 大家做生意也是偷偷摸摸地做 不然会被别人说是投机倒把 卯兔很快就买了十斤米 一斤肉 还有一些锅碗条棚回了家 母子三人美滋滋地吃了顿青椒肉丝 吃完饭卯兔赶紧去河边溜达 看能不能再搞一只甲鱼 可惜没搞到 就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同村一对兄妹 黄小刚和黄小霞 他们竟然拎着一只甲鱼 两人也是苦命娃 父母都去世了 全靠村里人接济度日 小刚 你那甲鱼卖我行不行 一斤肉 十斤米来换 卯兔哥 你可不能够我吗 放心 我肯定不会够框你 等我晚上回来 就把东西给你 卯兔接过甲鱼 就急匆匆地赶往厂医院 这次他说李源潮可就自信满满了 进去之后 看见一个老太婆抱着个头 被戳伤的小男孩 鲜血直溜 让我来吧 是送医院吗 对对对 我也没想到 他会戳到玻璃上 卯兔连忙把孩子送到急救室 这才送了一口气 转头发现自己的甲鱼 好像拉在原地了 没和男孩的家人说几句话 就赶忙返回原地 还好没有被拿走 卯兔拎着甲鱼和一些黄扇 找到老爷子 老爷子看着黄扇有点恶心 小伙子 你这个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下 卯兔也不好拒绝 就跟着老爷子来到他家 结果遇见了刚才受伤男孩的家人 同志 你住这啊 你们认识 哎 我家孩子淘气 被玻璃戳伤了 幸亏这位同志帮忙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这是你家亲戚吗 算是吧 那更好 晚点我请客 来我家喝两杯 全当感谢同志了 这人叫王柏林 是长火石团的团长 你不是想卖黄扇吗 到时候问问他 看去不需要这个 大爷您费心了 你帮我搭几句好话 今天这黄扇我就不要钱了 这还要我搭傻话 你今天帮了他 绝对妥的 三个人很快坐到一起 是喝了钱 小王 你们火石团 不是要天天采购食材吗 实不相瞒 我家是骑安公社的 家里太穷 只能折腾点黄扇之类的 换点盐巴钱 如果能指点一点门道 感激不尽啊 这个啊 我们火石团的东西 基本都是供销社提供的 如果不是大量的 我可以收下 就当改善一下火石 不过量要的不多 王大哥 有你这话就行 不管多少 都是帮我的一个大忙 我以茶代酒 先干为敬 嗨 那这样 从明天请你就每天 送50斤黄扇过来 没问题吧 老兔随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有了固定的供货渠道 至少饿不死了 他来打街上闲逛 在电影院的门口 看见了徐大明 徐大明也看见了他 表情却很不自然 他身后跟着个妹子 竟然是毛兔的订婚对象周亚 卧槽 我就说徐大明这个东西 荒傻 原来是这样啊 上一世毛兔 被抓进去采缝刃机的时候 周亚就嫁给徐大明了 原来不是我耽误了他 是这两人早有毛孽 看电影呢 是啊 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周亚 所以就交流了一下意见 不如一起吧 我还从来没去过电影院呢 正好沾了你的光 不了 我看过了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周亚 你等等 你回去的时候 记得叫你父母来我家 把亲事退了 什么 你 你欺人太甚 前世堂哥和我的订婚对象在一起 我还以为是我耽误了对象 没想到他们早就搞在一起了 周亚 你回去记得叫你父母来 把亲事退了 什么 徐卯兔 你欺人太甚 卯兔 好端端的干嘛要退亲啊 周亚考上了大学 我高中都没有上过 我们以后肯定没有共同话题 我这也是不想耽误他 趁早退了比较好 周亚感觉被侮辱了 哭着跑回了家 徐大明也想离开 却意识到自己立场不对 徐卯兔 你明白你在做什么吗 简直太过分了 你为啥要退亲 这不是羞辱人吗 徐大明一副生气的样子 打算离开 卯兔怎么会让他如意 直接一拳捶到了徐大明的脸 徐大明 你在诸果不如的东西 家里供你读书 欠了一屁股债 你居然跑这儿来看电影 我今天替奶奶教训教训你 什么败家玩意儿 徐大明自小就乖巧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被卯兔暴揍 周亚躲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急得直跺脚 却不敢上前 否则就坐实了他和徐大明的奸情 今天替奶奶教训你 你好好反省反省 别再当吸血虫 再有下次 我可能你回去见人 徐大明捂着脸 不敢吭声 谁让当才嘴瓢 说是来看电影 被卯兔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他连反驳都没有理由 卯兔则美滋滋地 带着两块肉和十斤米回了家 一斤肉给了家里 剩下的带去黄小刚家 兔哥 你来了 给 这里有一斤肉 还有十斤米 可以省着吃几顿 卧槽 兔哥 你太牛了吧 不仅有米还有肉 你真好 嘿嘿嘿 卯兔看着一脸产味的黄小刚 也是忍俊不惊 黄小刚 如果每天让你弄五十斤黄扇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不过兔哥 你要那么多黄扇蛋吗 这东西 也没那么多人吃啊 我做什么你别管 从明天开始 每天给我弄五十斤黄扇就行 你要搞投机捣把 这个很危险的 我小舅去年就被抓了 真的 我上次也偷偷去了 结果被人追了三条街 我自有妙计 你记得弄五十斤黄扇啊 我按一斤一毛钱的价格收 你愿意不 还有这种好事 当然愿意了兔哥 行 那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每天必须有五十斤啊 你实在弄不过来 就用这些糖 让村里的其他孩子帮忙抓 卯兔掏出来一把糖 馋的黄小刚和妹妹口水都流下来了 第二天卯兔就担着担子来到了化工厂 人为一阵无语 第一次见这小子 就感觉在憋什么大招 还真是 从最开始拎着一条甲鱼 到现在光明正大挑着一框东西去伙食团 真牛掰 卯兔一共带去五十六斤黄扇 按美金五毛钱收购 虽然不多 但是长久 随后去供销社买了一瓶竹叶青和两盒大前门 出门的时候给门卫大哥递了个烟 打好关系 你小子不错啊 这么快就和伙食团搭上关系了 嗨呀 这不是没办法吗 家里穷的接不开锅了 总得想点办法 和门卫大哥闲聊完 卯兔静止来到了王柏林家里 兄弟你这是干啥呢 来我这还能让你带韭菜 我知道你处意好 咱这不是尝尝鲜吗 改善下伙食 两个人就这么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 王柏林对卯兔的印象大变 本来打算还了 这家伙的人情就断交等 没想到小伙子年纪轻轻 挺伤到啊 卯兔的生活有滋有味 徐家这边就很难受 你看看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连饭都做不好 猪圈的猪也没胃 这半天 你在搞什么名堂 徐老太带住周凤如一顿骂呀 这些事情平时都是卯兔他妈做的 他们都不用操心 哎呦 妈 刚才大明头痛 我急着给他找药 就忘了煮饭之事了 什么 大明 跟奶说 你现在头还痛吗 嗯 徐大明只好给母亲圆谎 说自己没事 你先去躺着歇一歇 这读书就是废脑子的事情 你可别太废脑了 这已经考上大学了 就好好在家谢着 徐老太只能自己下厨 整了一顿玉米糊糊给一家人吃 妈 这都两天了 要不 你去把大嫂接回来 嗯 为什么要我去接她 她要跟着徐卯兔这个小混蛋走 那就做好准备 一辈子都不回来的打算 周凤如表面硬核 心里却泛起了苦水 这不把张金芳接回来 家里的这些活都要我来干啊 这我哪受得了啊 妈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是一家之主 当然不能让你矮了身份 但大嫂出去 说不定已经知道错了 你不点头 她也不好意思回来啊 所以你不如大人大量 给她个台阶下 哼 那行吧 去把她找回来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 一个村民路过 看到了他们一家在吃玉米糊糊 有喝就喝点玉米糊糊啊 哎呀 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徐卯兔在城里又是买烟 又是买酒的 结果你们在家里就吃这个 你说什么 徐老太直接抱起 差点把半碗玉米糊糊扣在村民的脸上 我说 徐卯兔在吃香喝辣 你们却在吃糠宴菜 你在嚷嚷 我撕烂你的嘴 我吃干吃青 关你屁事 可怜你养出个大学生孙子 结果还是在这喝玉米糊糊 可怜啊 这个村民是上门女婿 村里人都看不起她 她就经常恶心别人 哼 我就说 他们怎么这么铁着心要分家令过 感情手头有私房钱啊 卯兔哪来的这些钱 哼 是不是你平时攒了私房钱 偷偷给她了 啊 徐东升一脸郁闷 自己的钱不是交给老娘啊 问这种话什么意思 徐老太看见沉默的徐东升 直接抱你 好啊徐东升 原来你早就有了分家的心 你是要气死 我是吧 妈 我真的没有 徐东升被冤枉 很是不爽 怒气冲冲的向卯兔家走去 老太婆和儿子将孙子赶出家门 听到孙子有钱买酒买烟 顿时火冒三丈 徐东升 徐卯兔那个小兔宰子 哪来的私房钱 是不是你给的 看来你也有分家的心事吧 被冤枉的徐东升很是生气 朝卯兔家冲了过去 卯兔这边和王柏林喝完酒 买了一副猪大肠回家 在路上顺便洗而起 不一会从下游过来两个人 喂 你在这洗什么呢 洗猪大肠啊 卧槽 我刚才口渴 还喝了几口水呢 卯兔直接大笑起来 那你该骂那头牛 估计他刚才在河里饿尿了 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 卯兔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过明天再说 回到家远远就听到了 母亲的哀求声和妹妹的哭喊声 还说不是你存了私房钱 这些米活面是哪里来的 我真的没有存私房钱了 你什么时候给过我钱 我怎么存 真的吧 这些东西都是我哥拿回来的 妈妈没有骗你 卯兔赶紧冲进去 就看见徐东升要打母亲 直接抓住对方的手 你个小兔崽子 敢和我动手 这是生我养我的妈 你要是敢动她 我可不敢保证会做出什么事情 徐东升被这么多人看着 面子有些挂不住了 好啊 你既然要给你妈撑腰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徐东升一巴掌拍过去 被毛兔挡住 你要是还想要点脸面 就趁早给我住手 你个混账东西 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徐东升挣脱不开毛兔 一时间很事干大 徐东升 你说如果我告诉大家 徐大明也是你的儿子 大家会怎么看你呢 什么 你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不过是提一提徐大明的 真正身世罢了 他可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啊 如果让人知道 他的亲生父亲另有欺人 你说他还能在村子里抬起头吗 那要是传到他的大学去呢 徐东升被毛兔的话惊呆 这件事他自认为瞒得极好 连徐老太都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多的要求 只想带着我妈和妹妹分家过日子 只要你们不找我的麻烦 我自然会保守秘密 好 你最好守口如瓶 要是四处宣扬 我绝不饶你 徐东升随即拉着徐老太打算离开 却被毛兔叫住 等等 离开可以 但是你们欺负我妈和妹妹 你们要给他们道歉 从今往后 只要有我徐毛兔在 谁也别想欺负我妈和我妹妹 徐东升费都要气炸了 却不得不低头 这件事是我们错了 徐家人转身离开 张金芳已经气不成声 他苦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想过 徐东升有向他道歉认错的一天 他的儿子长大了 能护住他这个妈了 闹剧结束 毛兔整了一个肥肠大乱顿 还叫了两个丸的好的伙伴和黄小刚兄妹 一家人美滋滋地吃了钱 今天让你们过来 还有一件事啊 你们没事的时候就去捉黄扇 有多少送多少 我按照一毛一斤的价格收购 嗯 你捣那么多干嘛 去城里卖 我这分家出来一穷二白的 只能想点办法 妈 你在村里也收黄扇 就按一毛钱一斤收 有多少要多少 这会不会有风险了 我可不想你出事 没事 我已经找好下家了 你只管收就行 小林你帮着妈妈一起收黄扇 要是钱不够了 就记长过几天给钱 只要努努力 日子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卯兔先去伙食团送了黄扇 随后直奔桃花河而去 这个时候的夏天 消暑的最好方法就是游泳 他决定在河边卖凉水 开辟个新的赚钱渠道 说干就干 他找到了王柏林 王大哥 借一副铁皮水桶用一下 嗯 你借这水桶干啥 那个桶没用 你拿去用吧 卯兔塞了半包烟被王柏林 谢谢王大哥 我就借几天 你需要的时候我给你送回来 卯兔随后在化工厂的锅炉房 打了凉桶水 一根烟就把老师傅安排到位了 买了一斤老鹰茶 开始了卖水之路 三分一杯水 很快就卖光了 卯兔回家休息的时候 村外来了几个外乡人 有人吗 我们需要帮点忙 有没有人啊 你们是干嘛的 我是过路的司机 我们的车出了点小问题 我们想请你们帮帮忙 你们要是有人会修车的话就更好了 我们可以给二十块的修车钱 黄队长一听有这种好事 就带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过去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过去 吓得看车的熊鸭尾瑟瑟瑟发抖 卧槽 怎么这么多人 不会是碰上贼窝了吧 要不我让他们来看看能不能修车 这玩独自玩意 太不靠谱了 人家要是有恶意 这么多人带过来 不完蛋了 黄队长过来 打开车前该打算看一看 结果直接傻眼 卧槽 这货车和拖达机完全不一样 完全看不懂 这问题有些严重啊 得拖到县里面的大修厂才能修 确实是 我也找不出哪有毛病 你们谁有本事 能看出车的毛病猪在哪 就奖励二十块钱 黄队长向村民们吆喝着 他不想放弃这二十块 给五十也行 只要能修好 熊鸭尾的话直接让村民们沸腾起来 必听五十块钱 徐老太真是跳了出来 我家大明绝对行 他可是大学生 就没有他不懂的 这不一样吧 修车和读大学是两回事 怎么 你这是瞧不起谁呢 敢说我家大明不行 他可是大学生 你有本事考上大学吗 不好意思 我说错话了 那让他试一试吧 只要能修好 五十块我肯定给 徐大明被拉过来直接猛逼了 他哪里会修车呀 这 我不会修啊 大明 你怎么可能不会呢 你这么聪明 读书那么厉害 这个肯定也是一看就会 你帮他修 修好了 有五十块钱呢 徐大明只好硬着头皮过去看了一下 可是啥也看不懂 这个车需要换零件啊 没有零件修不好 同志 你看看需要哪个零件 我们这里有一些备用的 徐大明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时哑口无言 一脸尴尬 一旁的卯兔笑出了声 你笑得这么得意 你会修吗 你不会修 你就别在这儿捣蛋 我不会 我不会 你继续 徐大明打算把注意力转移到卯兔身上 让他丢人比自己丢人强 我这兄弟会修车 不如 让他出手帮忙吧 别给他脸 他会修什么修 修粪桶还差不多 未赚五十块钱 老太婆非要让考上大学的孙子给人修车 孙子一脸猛逼 这他哪会啊 徐大明被众人围观却不会修车 就打算祸水冬你 大哥 我兄弟徐卯兔会修车 你让他来修吧 他会修个屁呀他 我看修粪桶还差不多 小兄弟 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 我熊亚伟肯定会记得你这份人情 卯兔随即答应了下来 因为上一辈子他就认识熊亚伟 他们是育友 关系还不错 卯兔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货车的问题 卯兔啊 你不会修也没关系 这东西特别复杂 需要专业的师傅 没有十年八年的经验 是修不好的 修好了 兄弟你去发动一下看看 嗯 熊亚伟连忙去试车 结果真的好了 随后抽出五张大团结 兄弟 我说话算话 这五十块钱你拿着 属于不错 在哪家修车厂上班了 以后我都去找你修 嗨呀 我哪会修车呀 瞎折腾的 就是看人家修陀垃圾学的 哦 一时间村里的人开始将卯兔和徐大明进行比较 徐大明骚得不行 赶紧拉着徐老太回家去了 都怪乃和小弟 为什么 今天晚上要把我拉到这儿来 我好好待在家里那两步好 这不是当众证明 我不如徐卯兔吗 第二天卯兔像往常一样去伙事团送黄扇 随后来到了王柏林家里 家里坐着上次受伤的小孩 小胡你看这是什么 哇 这不是竹蜻亭吗 这是给我的吗 卯兔来了 是啊 本来想约你喝酒的 刚才看你在伙事团太忙 就没说话了 你倒是挺闲的 没办法 我一个乡下人又没正式工作 闲得慌 要不 王大哥再给小弟指条明道 哦 老弟 咱都是自己人 我也不藏着掖着 我给你想办法 这样吧 你先拿一条烟来 我看能不能帮你搭条线 嘿嘿好嘞 我这就去准备 毛兔急匆匆来到市场上 这年头弄烟也是有门道的 他打算弄一条魁门 本地烟 价格能接受 送人也不寒酸 随后就找烟贩子谈拢了 但对方没有现货 还得等一天才行 家里这边 张金芳已经开始收黄扇了 一毛钱一斤 大家都是这个价位 有些人却不满意这个价格 你看看我这黄扇 多粗的一条 怎么也得有一毛五吧 我听说城里这样的黄扇 能卖到三四毛一斤呢 你们一毛就想收 这太过分了吧 王神 大家都是这么卖的 怎么就你想搞特殊啊 再说 你这黄扇再粗 也是按金属卖的啊 哼 哎呦 那我不卖了 我自己提去县城 一斤可以多卖两三毛你 这时卯托刚好回来了 这人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黄神 我这只能给到一毛钱 价格高了 我也不划算 而且我都有几百斤了 再多我也不想收了 哼 你不要我拿去城里 可别怪我跟你抵着卖东西 王神提着黄扇就走 可是一想到要去城里 要耽误很多事情 哎 算了算了 一毛就一毛吧 去城里太麻烦了 卯兔啊 这么多黄扇真的能卖出去吗 卖不掉怎么办 放心吧 妈会卖出去的 卯兔随后整了个猪蹄炖黄豆 和家人美滋滋的吃了起来 徐家这边也在吃饭 不过只有红勺和大米熬的粥 由于周凤如偷懒 没有将红勺切成小块 捏得徐大明直翻白眼 还是上学好啊 上学的时候 好歹每天有一个鸡蛋 偶尔能沾点昏腥 现在这饭也就饭 大学赶紧开学吧 我是不想吃这种 猪蚀一样的东西了 来 明天我去和李捞点鱼虾回来吧 不行 你可是大学生 你的手 这么金贵 以后可是要握笔杆子的 怎么能去做这些事 小飞明天 你去弄点鱼虾回来 我才不去 我还要去抓黄扇换堂吃呢 你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让你捉鱼虾不捉 只知道拿黄扇去换堂 奶 和小飞没关系 对 全是徐卯兔在搞鬼 也不知道收这些黄扇做什么 田间水渠里 全是捉黄扇的人 大概 他是想去搞投机倒把 就他 还想搞投机倒把 早晚被人抓去 关他几年 你别管他 幸好 我们跟他是分了家的 到时候 他被抓 他不会牵连你 第二天 卯兔按照约定 找到了那个烟饭 拿到了一条魁门 又买了两包大钱门 随后来到王柏林家 我拿着这烟 去给你搭搭线 至于成不成 这就是另一说了 明白不 王哥 这是我懂 这两盒烟 你也揣上 你能帮我跑这一趟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成不成的另说 离开王柏林家 卯兔继续来河边卖水 一边看着河里的美女 一边收着钱 这生活没资啊 这是远近 好像有什么情况 卯兔连忙过去查看 一个姑娘为了捡游泳圈 越过了堤坝 眼看着要被冲下瀑布了 周围人没有工具 也不敢进去救人 卯兔有绳子 系在自己身上 就冲了过去 你别乱动啊姑娘 别乱动 你快点啊 他要撑不住了 你心里上了啊 避避来来的 老子是来救人的 不稳着点 那和送人头有什么区别 就在卯兔靠近女孩的时候 女孩惊慌地抓住卯兔的手 结果用力过大 把卯兔也拉倒 一时间情况危及万分 卯兔不敢想那么多 直接将女孩拦腰拢住 就是这手好像老天了 你这个大流氓 女孩脚下一滑 被卯兔用脚夹住 卯曹 我他马才重生 钱没挣到 妈妈和妹妹还要我照顾 我不能死啊 岸上的老爷们 把绳子给我拉住啊 岸上的人连忙拉绳子 卯兔也不敢乱动 就这么被拉了上去 小伙子不错呀 这么勇敢 彤彤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们了 我们喊你来游泳 你爸妈交代啊 李莹童很快 被几个同行的人给带走 哎呀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走了 人家拼死拼活救了他 怎么一句感谢都没有啊 算了算了 老兔也没想要 什么感谢不感谢的 就是回想起来 刚才的情况 还有些后怕 卖完水 就一身伤痕地回了家 他受伤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全村 活该 估计就是去搞投机倒把了 被人打的 卯曹 我之前也想去 倒卖一下黄山的 幸亏没去 这投机倒把风险太大了 还是继续啃老吧 反正上大学的钱 家里肯定会保证的 重生归来的卯兔 为了救大美女 差点就嘎了 还好有惊无险 对方却连一句 感谢的话都没有就走了 一身伤痕的卯兔 被徐家人看到 活该 估计就是 去搞投机倒把了 被人打的 卧曹 我之前也想去 倒卖一下黄山的 幸亏没去 这投机倒把风险太大了 还是继续啃老吧 反正上大学的钱 家里肯定会保证的 卯兔第二天到 火势团送黄山 王柏林神秘兮兮的 拉住了他 兄弟 我已经搭上线了 下午的时候 你跟我去 见见这个人 老兔一听 很是高兴 直接不去卖水了 就打算等王柏林下班 厂区这边 却已经炸锅了 听说啊 李厂长的女儿 昨天在桃花河游泳 差点从悬崖掉下去 算他命大 被人就回来了 否则李厂长 就这一个独苗 那不得气死 让这些年轻人 受点教训也好 你看看那些女娃子 一个个的 真不知羞 居然跑去河里游泳 那胳膊大腿 不全让人看了 管她呢 反正又不是我家孙女 要是我家孙女 赶出去游泳 我非打断她的腿 不知廉耻 李永年赶紧朝家里走去 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自己这个当爹的 竟然最后一个知道 你昨天和人去游泳了 我 是的 你呀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李永年抬起手 却始终打不下去 爸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就你的人是谁 感谢了人家没有 我一时害怕 啥也没说就回来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去感谢一下 听说是河边卖水的 叫什么不知道 一家人带了很多礼物 出门寻找卯兔去了 结果卯兔没去卖水 就跟旁边的大爷打听卯兔 只知道他姓徐 齐安公社的 别的我也不知道了 卯兔这时正和王柏林 还有另外一个兔头大哥 坐在国营饭店里 一桌子好菜加好酒 终于拿下了冯主任的一千斤黄扇 徐老弟 你记住 一千斤的分量 可不能少 还有那些小的死的可不能送来 这点是不能出差错的 这个自然 保证不会让冯主任为难 这顿饭吃了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卯兔却丝毫不心疼 没人卖没资源的小人物 只能这样拓展人脉关系 他醉醺醺地回到家 却看到村里的杨丽明一家大骂着小玲 都干什么了 想打架呀 趁老子不在家欺负我妹妹 小玲别怕 哥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哥 他们送来四十八斤黄扇 非说是五十斤 本来就是五十斤 我在家里撑得好好的 可我们撑只有四十八斤 哼 那是你们动了手脚 老兔直接将黄扇一撑 挣挣好四十八斤 大家都看得真真切切 他们的撑有问题 放你娘的屁 这杆撑是生产队的 大家以前分粮收粮 全是这一杆撑 你这是怀疑生产队的撑有问题 老子还怀疑你们家的撑有问题呢 算了算了 也就两斤的是 这黄扇离不开水 挤了点水分 这也正常啊 听到了吧 这是掉了水分 我们拿过来的时候 就是五十斤 这掉了水分 也不能怪我们 你就得按五十斤算给我们 看着村民们若有所思的样子 卯兔知道 这次不能松口 一旦松口 以后收黄扇就没办法顺利 哼 我家的撑 世界的生产队的撑 没有任何问题 我妹把这些天的账 都是记得明明白白 你们刚才居然仗着人高马大 欺负恐吓我妹子 哼 今天这黄扇 我不收了 你们自己拿回去 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嗯 妈的 这耍猴呢 老子辛辛苦苦捉了半天 送过来 你说不要 让我拿回去 你别孙养大的 杨立民直接问候家人 卯兔也不惯着 一拳就挥了上去 卯兔打架的本事 整个公社都有名 我这是教你做人 敢跟我胡搅蛮缠 以为我不敢打你 杨立民兄弟还是不服 一群人直接大战起来 直到黄会长过来 才将几人分开 最后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两边人不欢而散 许卯兔收这么多黄扇 是拉去城里卖 不如我们也拿去城里卖好了 好 明天我们也拿去城里卖 老子就不信 许卯兔能卖掉 老子卖不掉 卯兔这边也开始安排明天的任务 吃过饭后 你们把黄扇分装在这些编织袋中 每个口袋装51斤 装21袋 玉萍 你跟缺牙齿 今晚都别回去 就睡在我这 明早四五点钟 就负责把这些黄扇 帮着挑到外面的公路边上 我去隔壁村 借个板车过来 到时候好用牛拉车送货 卯兔随后来到齐安二队蒋光文家 整个公社就他家有板车 蒋大叔 我想借用一下板车 明早拉东西去城里 行啊 什么时候要 我让蒋军给你拉来 五点左右吧 如果蒋军能帮着一块拉车更好 工钱少不了他的 那就这么说的 四点半 我让他给你拉过来 那蒋大叔 这是麻烦你们上心了 我先走了 明早上见 卯兔刚走 蒋光文的儿子蒋军过来 为啥借他板车 蒋军是杨立明的好哥们 对卯兔很有意见 人家早就说好了 再说又不是白贱 行 那我明早给他拉去 卯兔一晚上没睡好 早早就起来了 他和两个发小将黄山运到了路边 却迟迟没等来板车 赶紧来到蒋光文家里 蒋大叔 天快亮了 我来拉板车 什么 板车不是让蒋军给你拉去了吗 果然和卯兔猜想的一样 但他也没有翻脸 蒋大叔那我回去看看 可能是错过了 走走走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两个人一路过来 都没看到蒋军的身影 却看了杨立明几人猥琐的身影 这第一次送货 绝对不能出差错 玉萍 你回村里 找几个大劳力 一人五块钱 让他们帮忙把这些货 挑到县城去 速度要快 卯兔第一次给水产公司 送一千斤黄山 预定的板车 却不知道拉哪去了 他刚打算花钱 用人工挑到城里去 这时路过的一辆货车停了下来 老弟 你这是上哪 要不要我烧你一程 卯曹 这不是熊鸭尾吗 简直是瞌睡来了 有人送枕头啊 要 太要了 兄弟要多少费用 出门在外 多个朋友多条道 上次你帮了大忙 现在就是顺路烧你们一段 不要钱 你要是过意不去 请我吃点当地特色就行 卯兔赶紧把玉萍叫回来 几个人把黄山搬到了车上 随后朝着县城驶去 结果路上遇到了杨立明兄弟 和拉着板车的蒋军 几个人有说有笑的 兄弟 是他们放了你哥子 要不要替你出口气 叫醒一下 不用 犯不着 前世卯兔和熊鸭尾都有牢狱之灾 这一世可不能重蹈覆辙 货车很快就到了水产公司 一千金黄山 按三毛五的价格收购 卯兔很快就处理完了 走 我们去下馆子 去国营饭店吃饼子 兄弟 不用这么破费的 随便外面吃点什么就行 一定要的 你烧我一程 帮我这么大的忙 怎么也得进一下地主之意 几个人去了国营饭店 点了十个大包子 又一人点了三两饺子 兔哥 这点太多了吧 不多 大男人就该多吃点 以前是没得吃 以后啊 我们还得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呢 熊鸭尾看着蒋一琴的毛兔 也有些欣赏 老弟 我看你搞这个又理又费事 不如跟着我跑长途吧 我看你人不错 又会修车 挺对我胃口 熊哥 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一旁的缺牙齿倒是挺有意向的 被毛兔阻止 缺牙齿 别闹 给我点时间 我会给你安排事情做的 以后跟着的机会很多呢 好吧 那老弟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就跟我说 几人闲聊的时候 毛兔突然想到了 化工团的五十斤黄扇 今天还没送呢 你们先吃着 我还得去化工团 送五十斤黄扇呢 不送不行吗 肯定不行啊 这是约定好的事情 怎么能变卦呢 你想想 今天早上蒋军放我的鸽子 你是不是很生气 同样的道理 我要是不给人家送去 人家以后肯定也不会和我合作了 毛兔随后出门 现在回家拿黄扇也来不及了 便打算去农贸市场收购五十斤黄扇 有个小伙上来搭话 要六毛一斤黄扇 毛兔现在着急 也没还价 偷偷跟着过去 发现这小子卖的 竟然是杨丽敏几人的黄扇 直接现场倒卖 毛兔也没在意 去火石团送了黄扇 静止来到镇上找一个叫萝卜的人 他是公社养牛的 负责拉牛车酝酿 罗叔 有点事找你商量一下 毛兔递过去一根烟 萝卜顿时来了精神 说吧 帮什么忙 这又是烟 又这么客气 我想请罗叔你 负责收你们这一袋的黄扇 大家都是一毛一金 有多少收多少 每天早上四点 把黄扇拉到现场 我一天给你三块钱的工钱 怎么样 真的一天三块钱 这送十天就是三十块 比当工人还高了 前提是你能把收黄扇 这是弄好 双方达成共识 毛兔就回家去了 来来来 你们来看看账 把前几天的钱领了 再去通知一下其他人 很快领钱的事就传遍了大队 纷纷来领钱 这时蒋光文和蒋军也走了过来 真是抱歉的毛兔 早上蒋军这臭小子 拉板车走错到了 跑去镇上了 啊没事 没联系好 搞错了也正常 只要别耽误你的事就行 没事 蒋叔 我已经另外 找人帮着把货送到现场 给了他三块钱的抛腿费 以后 一直让他父子送货 原本这事 我是想交给蒋军做 大家都是相亲 怎么也比外人放心 工钱给个五块也值 蒋光文和蒋军听了 都是十分的懊悔 卧槽 虽然摆了虚毛兔一道 但是这他妈的 搞丢了到手的五块钱 爹怎么不说清楚 毛兔 那你以后还需要车吗 不用了 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 这丁下的事 我也不好再编挂 否则 这不跟个娘们似的 饿尿就变 回家的蒋军越想越不对劲 老子帮着杨立明他们出息 杨立明去买黄扇赚钱 老子却损失了五块钱 再说昨天我也替他们捉黄扇 他们卖黄扇的钱 应该由我一份 蒋军随后兴冲冲的去找杨立明兄弟 杨立明此时正捉黄扇了 今天卖了一百斤黄扇 赚了三四十块 高兴得不得了 又捉黄扇了 今天卖了不少钱吧 大家朋友一场 你们断着钱我也帮了不少忙 给个两块钱花花 这说的过去吧 其实也没啥钱 许卯兔不收我们的货 我们才拿去城里卖 都是辛苦钱 你也知道我家人多 还欠了债 我就要两块钱 昨天帮你们捉黄扇 今天又帮你们摆了许卯兔一道 你自己不睡觉 跑来帮我们捉黄扇 我们又没求找你 蒋军气得双眼发红 但杨家兄弟连两块钱都不肯给 还出烟嘲讽 蒋军直接就上去干净 可是人家三个人 他一个人 随后就被打得哭爹喊鸟 毛兔听说这个消息也是一阵好笑 不是朋友吗 不是蒋一斤吗 这么快就完完了 抓黄扇被搅合的杨家兄弟 这时又起了坏心思 老大 要不咱也去收购黄扇吧 一毛一斤收 到时候去了城里 卖两毛一斤都有的赚了 是啊 我们也收黄扇 他妈的 省得许毛兔一天到晚拽拽的 他以为 这事只有他一人能做 几兄弟说干就干 到了村里就开始吆喝 他们这里也收黄扇 你们收黄扇多少钱一斤啊 一毛钱一斤啊 跟许毛兔的收购价一样 那还不如卖给许毛兔呢 至少人家没赖皮 前面的欠款已经全部结清了 杨家兄弟吆喝了一晚上 也没几个人搭理他们 大家和毛兔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 大哥这不行啊 收了一天也没收多少 不要慌 明天我们就一斤一毛五收 大不了我们少赚点 我就不信 这些人不心动 只要我们把许毛兔的门到底死 看他还怎么嚣张 大哥威武啊 这招太毒了 奶奶和父亲让毛兔辍学去搬砖 公堂哥上大学 重生归来的毛兔 二话不说就要分家 为了生计 毛兔收购黄扇倒卖 结果和杨历明兄弟发生矛盾 杨历明兄弟也打算收购黄扇 村里人却不理他们 大哥 这不行啊 收了一天也没收多少 哼 不要慌 明天我们就一斤一毛五收 大不了我们少赚点 我就不信 这些人不心动 只要我们把许毛兔的门到底死 看他还怎么嚣张 大哥威武啊 这招太毒了 第二天早上 毛兔把一千斤黄扇送去水产公司之后 就回了家 哥 出大事了 杨历明他们也开始收黄扇了 而且把价格提到了一毛五一斤 哼 已经开始打价格价了吗 不好意思啊毛兔 我得黄扇不能卖你了 我家里缺钱 孩子也要去读书了 我得挣点学费 没事 你去把绳子买卖不成仁义载 要不 你们也把价格提到一毛五 毛兔是不会涨价的 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还好他早就布局了镇上 妈明天我们就不收了 我们赚去镇上 第二天毛兔去了镇上收黄扇 镇上的人对毛兔不熟悉 毛兔直接现金结账 你这里是一毛钱一斤 你们生产队上的杨历明 他们可是一毛五收呢 大神 我这是现金 你自己感觉 是直接拿到现金好呢 还是记账等一段时间好 大神也是十分的纠结 嗨 想那么多干嘛 先卖了 趁今天赶急 还能买点大肥肉吃吃呢 今朝有九经朝醉 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写照 一天的时间 毛兔收到了三千多斤黄扇 出去三百多块钱 而杨历明这边也收到了两千多斤 他们三人正想着赚大钱呢 我要有钱了 我一定要去下馆子 我想买一辆自行车 永久的全村第一辆 我要是有钱了 先把东梅给取了 不过大哥啊 这两千多斤的黄扇 我们怎么运到城里去啊 聚习个板车吧 可是我们大队 只有蒋军家有板车 我们才和他打了架 你说他会借给我们吗 哎呀 早知道就不和蒋军打架了 真有点难办了 凭什么不打架 他哪来的脸和我们要钱 老三 你和蒋军说说 给他五块钱帮忙拉货 看他同一步 杨老三很快来到蒋军家里 蒋军看都不看他一眼 还在生气呢 是不是男人啊 打个架而已 你不可能就记恨上了吧 挨打的又不是你 哎呀 大家都是男人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不就为了两块钱吗 这样 你明天帮我们把黄扇运到城里 我们给你五块钱 去 妈的 我把他们当朋友 不但打我一顿 现在拿五块钱就想打发我 把我当冤大头是吧 行不行 你说句话 行 那可说好了 你发誓 明天要是放我们鸽子 你全家不得好死 嗯 蒋军一脸愤怒 却还是发了誓 明天他要给杨立明兄弟 准备个大惊喜 第二天一早 杨立明兄弟将2000斤黄扇运到路边 蒋军过来拉火 你们这些太多了 这板车一次只能拉1000斤 拉多了车会爆胎的 嗯 那你不早说 剩下的怎么办 搬回去啊 还能怎么办 快点的 卧槽 大哥 这小子不会故意耍我们的吧 你别冲动 等这事过了 我们再找他算账 哼 这几个雕毛 我把他们当兄弟 他们到现在都想着要找我算账 随后几人上路 蒋军故意不出力 把杨立明兄弟累个半死 到了城里 蒋军就被支走了 蒋军也没有说什么 在城里转了转 很快看到两个带着红袖章的男人 嘿嘿嘿 这次让你们不死也脱层皮 蒋军快步跑了过去 同志同志 前面有人搞投机倒把 拉了许多黄扇在那里卖 那个时候政策不明了 平时都是放松的 但现在有人主动来举报 那没办法睁只眼闭只眼了 在哪呢 就在梁战那边 但你可不能说是我检举的 看着两人走远 蒋军笑得很是猖狂 傍晚的时候 杨家兄弟灰头土脸的回到了村子里 他们的一千斤黄扇都被没收了 杨立明 来来来 快来撑撑 我这又有一百斤黄扇 我这也有 快来撑撑 不要了不要了 我们可是专程送来的 你怎么就不要了 许某兔那边我都放狠话 再也不去了 你要是不收 我这么多黄扇怎么处理啊 说不要了就不要了 你们自己爱卖给谁就卖给谁 哎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这说要收黄扇的是你们 说不收黄扇的 也是你们 这变得也太快了吧 你们不收也行 那昨天前天的黄扇钱 你先给我们吧 这个钱不会也不想给了吧 嗯 杨立明听到这话直接猛逼 一千斤黄扇都被没收了 哪来的钱给村民们啊 看着激动的众人 杨老汉只能出面 将众人安抚下来 现在家里还有多少黄扇 还有一千斤 现在这情况 得赶紧把黄扇出手了 才能腾出钱 要不我们分散进城 偷偷把剩下的黄扇卖了 不用 这是 以后就别再提了 吃一欠掌一掷 以后别再想着 天降横财的好事 老老实实在家里种地 这些黄扇 我看处理给徐卯兔吧 这样可以少点损失 嗯 虽然杨立明兄弟 都不想向卯兔服软 但现在村民的钱给不出来 只能让杨老汉去求卯兔 杨老汉很快来到了卯兔家里 将杨立明的事情说了一番 卯兔本不想收这批货 看这三兄弟怎么折腾 但看着杨老汉可怜的样子 也就心软了 杨大叔 既然你诚心诚意来求我 我当然会给你这个面子 不过丑话我说在前头 我这的黄扇 一直都是一毛钱收的 这个家 你们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就算了 愿意 愿意 早点出了吧 奶奶和父亲让卯兔辍学去搬砖 公堂搁上大学 重生归来的卯兔 二话不说就要分家 卯兔卖水的时候救了一个女孩 女孩的家人打算找卯兔道歉 来到了齐安大队 同志和你们打听一下 你们生产队 有没有一个姓徐的小伙子 十七八岁左右 比较高 是找徐大明吧 他们家往那边走 很快就能看到的 村里的人看到他们坐着小轿车来找人 下意识以为 他们是来找徐大明的 除了他 你们公社 还有别的姓徐的吗 没有 我们这儿就他们一家姓徐 李若同一家人很快来到了徐家 这里是徐大明家吗 是的 我是徐大明的奶奶 你有什么事吗 徐大明在家吗 他不在家 外面去了 我让小飞去叫 李永眠将手中的礼物递过去 徐老太直接惊呆了 我擦嘞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 什么情况啊 这姑娘这么漂亮 难道是看上我那宝贝孙子了 这老太婆什么眼神啊 姨父要吃了我的样子 是这样 前几天 小徐同志在河边救了我家姑娘 所以 我们特意上门来感谢感谢 我家大明救了你家姑娘 原来是这样啊 这孩子 在外面做了什么事 也不回来说一声 我们都不知道他救了人 小徐同志做好事不留名 这是新时代的活雷锋 值得我们学习 徐老太随后开始夸夸摩世 一直夸赞着自己的宝贝 孙子徐大明 甚至起了一点别样的念头 也不知道 你家闺女多大了 看样子 跟我孙子差不多吧 这个年纪 在我们乡下 也该谈对象了 啥 这就要我和徐大明处对象了 我不 我才不嫁给他 李永通气冲冲的出了门 结果出门就遇到一条大黄狗 冲他夸叫 吓得他转身就跑 大黄别乱叫了 原来是徐卯兔看到了这一幕 阻止了大黄 是你 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我才不会嫁给你呢 你别痴心妄想 就算你救了我也没用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救了你我也没想要报处啊 那以后就别提这事 当不认识啊 哼 你跟我说没用 你跟你奶奶说去 徐卯兔顿时有点猛逼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就来到了徐家 你来干什么 我家今天有贵客 你别给我惹事 否则我饶不了你 童童你过来 别跟他站在一起 他这个混账东西 我们已经把他赶出徐家了 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不是还把他孙子夸的天上有地下无闷 李永年这事看出了不对劲 连忙把女儿拉过来 童童 你跟我说 是这个人救了你吗 对呀 就是他 小伙子 我看你挺眼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卯兔 上次我在化工厂医院跟你见过 你买过我的假鱼 李永年这才恍然大悟 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个徐卯兔 才是我要找的人啊 徐老太这事也看出了不对劲 小都要多烂 你们在说什么 徐卯兔 你又在给我惹什么事 给我滚 有你在 就没有好事 不好意思啊 来 他们是来找我的 当初是我救了这姑娘 我擦泪 感情跟大明没关系 那刚才我自作多情 夸了徐大明半天 外面村民也搞清楚了状况 搞半天 是找错人了 徐大明的身形 比徐卯兔差多了吧 他那么瘦弱的身材 怎么可能救人 原来是张冠领带 险些把徐卯兔的功劳给抢了 徐老太一气之下 直接挥舞着扫把众人赶了出去 上次 多谢你救了我家女儿 这个事不止一提 当初那情况 相信别人有这个能力的 也一样会出手相叫 如果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我还有别的事要忙 看老兔这么匆匆忙忙的离开 李应同气的跺脚 什么意思吗 看见我跟毒蛇猛兽一样避之不及 李永年这时候想起来提来的礼物 还搁在徐家 算了 那些东西我们不要了 我可不想跟徐老太这种人打交道了 唯一点生外物把自己气着了 不划算 徐老太关上房门 捂着胸口 气得要命 这徐卯兔就是专程克我的吗 任何事 有他在 准没好事 这是徐老太的视线 停在桌上的网兜中 东生 你快 把这条烟撕开 藏起来 还有 这两个坨茶 你把它砸碎 他自己将那麦乳精 水果罐头抱起 抱去他房间中的暗柜里藏着 他打定主意 哪怕打滚撒泼 这些礼物 他也绝不会退回去 甚至不放心 他还往那些红苹果上 狠狠地吐了几口唾沫 哼 就算要回去 也是吃我老太婆的口水 此时的徐大明跟周亚 躲在山上的一处小山洞中 轻轻我我 一直到了晚上才出来 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回去了 妹妹 你先走 我晚点再走 注意别让人看见 你说 我要不要找我爸 去跟徐二龙把婚事退了 不 暂时不 你是不是不想对我负责 你这个大渣男 不是 我当然会对你负责 我只是说 现在不合时宜 你想 你才考上大学 就要跟他退婚 大家会认为 你这人忘恩负义 不如等一段时间 去大学报到后 再找个机会退 这样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别人也不会说风凉话 俩人随后个回个家 来 我想吃大苹果 没有 就有 人家送来的 一往东 全是好东西 周凤如跟徐春生此刻回来 恰好听着这话 她的心中 越过一丝不快 这个家 一贯是徐老太当家 任何东西 全是徐老太收着 你们真是偏心 什么都只知道留给我哥 你跟你哥比 你哥是大学生 你是吗 如果让我读书 到时候 我也会是大学生 妈 一个苹果而已 再说 这小飞跑了半天找人 就让他尝尝鲜呗 徐老太这才不情不愿地掏出来一个苹果 让周凤如去洗 小飞 跟妈说 这苹果 是谁送来的 今天 有贵客上门 坐小轿车来的 来找大明哥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送的 不光有苹果 还有卖乳精 还有水果罐头 这是来找我儿子的 凭什么老太婆把东西给藏起来 周凤如看着苹果 偷偷吃了一片 却刚才被徐老太看见 没出息的东西 就这么嘴馋 跟孩子抢东西吃 妈 我就只是尝了这么一小片 再说 别人送了这么多来 哪有这事 你在胡说八道 我撕烂你的嘴 本打算退婚的订婚对象 要上大学 他爸竟然跑卯兔家里 来要路费和生活费 我今天来 主要是这么一个事 这马上要开学了 周亚要去大学报到 你们家怎么说 也应该表示表示 给周亚凑上路费 还有生活费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 当然是让你给周亚凑路费 我家周亚可是大学生 没嫌弃你个穷小子 你还不满足 你也不想想 这说出去 你以后的媳妇 是个大学生 多有面子的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还要我上门来催呢 亲家 没有 没这事 周亚能考上大学 我们当然也是脸上有光 卯兔直接阻止母亲 继续说下去 叔 周亚回来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他跟我解除婚姻的事 什么 啥时候说的 我前阵子在外面遇上他 当时跟他这么说了 他考上大学 以后是大学生了 我跟他也没什么共同语言 不如 当初老人家定下来的婚事 就此做罢 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这周亚 都跟徐大明搞到一块去了 还要我给周亚凑上学路费 清真 你小子 简单是胡说八道 这是当初就定下的事 能说算了就算了 叔 这事 你也做不了主 你跟我在这扯半天 不如 回家 跟周亚问清楚 徐老兔 你可不要后悔 到时候 你跪着求我家把女儿嫁给你 我们也不答应 姐 放心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周亚父亲文言气冲冲的走了 老兔 你是怎么想的 怎么突然就要说解除婚事 是不是周亚说了什么 他考上大学就瞧不起人了 要毁婚 差不多吧 妈 你别着急上火 我跟他 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这亲早点退好 你放心 我肯定会找个更好的姑娘 你只管安心等着喝媳妇茶 毛兔的眼前 此时已经浮现出瘟业的声音 前世坐过牢的他 只有那个温柔的女人毫不嫌弃 这一次 他绝对不会错过她 周国父这边回到了家里 周亚 你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跟徐某兔说的要退薪 你要退薪 也先跟我同意生气啊 怎么也得让他给你上学读书的路费 生活费什么的凑齐 后面再来说退薪的事 还说你聪明 能读书 我看 读书全是读狗肚子去了 这考上大学 去外地读书 不正好名正言顺的要歇钱 谁还会闲钱多了 哼 这要退婚 又不是我先提出 什么 搞半天 这话是他先提起 难怪他对我的态度这么不恭敬 原来是这个小子打定主意要退婚 他怎么想起要退婚 我家周亚是大学生 难道还配不上他 不知道他哪一根金饭了 周亚也不敢说 是卯兔撞见他和徐大明去电影院了 直接跑出了家门 哼 不行 我得找他去 我家闺女 他说退婚就退婚 要退婚 那就得给赔偿 这退婚对女方的影响是多大 我家周亚是大学生 不明不白被退了婚 搞不好 人家还以为 我家周亚有问题呢 必须去找徐卯兔 周亚在屋里 听着父母二人的对话 却没有去阻止 他也有几分侥幸心 只要父母闹起来 我和大明哥就不会被发现 只要证明我这边有理 以后跟大明哥在一起 也名正言顺 周国父两口子很快又来到了徐家 还叫上了自己生产队的队长 和卯兔他们生产队的队长 那个忤逆东西 他的事 我不想管 省得气死 这个混账东西 我们已经不管他们 分家了 他的事 我们不管 那不行 他是你们徐家的人 当初订婚的时候 你们都在场 怎么可能现在不管 这事 必须去 一伙人气势汹汹的来到卯兔家 徐卯兔 你个始乱终气的家伙 叔 你要搞清楚 始乱终气是个什么词 可不能乱用 要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可以问问徐大明 他是大学生 懂这是什么意思 徐大明却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大家有什么话 好好说啊 好好说 别叫我亲家 我们周家 跟你们徐家 是一刀两断 这是卖黄扇 挣了几分钱 就忘恩负义 居然要跟我家周亚退婚 一队的人 你们都来帮忙评评你 我家周亚 跟徐卯兔早就订了婚 结果现在徐卯兔 居然要跟我家周亚退婚 你们回去 没找周亚 问个清楚明白 问什么 你不就是欺负她是个姑娘 脸皮薄 不好意思说 叔 本来我跟周亚退婚 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大家把婚事退了就算了 结果 你却带上这么多人 跑我这来大吵大闹 这是想把我的名声 给闹臭 行 不闹一行 你提出退婚 这对我家姑娘名声影响极大 你得赔偿名誉损失费 对 我家周亚 好好的一个姑娘 又考上大学 十里八乡 求着娶的对象 结果 你偏要喊退婚 这不是告诉众人 我家周亚不好 所以 你坏了她的名声 赔名誉损失 这不是应该的 卯兔 既然你喊退婚 于情于比 也该给别人一点补偿 反正这阵子 你弄黄膳 也应该搞了一点钱 你就多少给点钱 一丝一丝吧 在农村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一般来说 谁家先喊退婚 谁家就得给一些钱粮当做补偿 黄队长也站在他们那边 叔 我还是劝你 这是 就这么算了 闹得太僵 大家脸上不好看 什么大家脸上不好看 你敢退婚 你秀得癫癫 这是对我家姑娘名声的影响和损失 大家都这么认为 你别在照顾左右而言他 卯兔直接看向徐大明 徐大明 你也认为 退婚这事 我该赔偿一点钱 再说你的事 你扯到大明身上干什么 我就想听他亲口说一声 他要是说 该给 我就给 他要是说 不该给 我就不给 这是我给的最后机会 徐大明你要是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大明 你是读书人 跟我家周亚也是同学 你说 他徐卯兔喊着退婚 败坏我家周亚的名声 他是不是该赔偿一些损失 该 该给 小林 去 把我枕头下的那一个小布包拿过来 嗯 小林拿过来一个布包 看着很厚的一叠 大家都以为是卯兔赚得钱 周国富脸都要笑歪了 卯兔要和订婚对象周亚退婚 他父母带着一群人上门讨说法 无奈之下 卯兔拿出了一个布包 看着厚厚的一叠 周亚父亲脸都笑歪了 先请你们生产队的队长和我们的队长过来做个见证 两位队长靠了过来 卯兔随后打开布包 结果里面并不是钞票 而是一叠信只 啊 徐卯兔让你赔钱 你拿出来一叠信干什么 当然是让大家看看信哦 这时候一旁的徐大明突然认出了这些信 正是他和周亚相互写的情书 他一下扑了过去 结果被卯兔一脚踹开 徐大明 刚才我给了你机会 你自己亲口表态 要给 黄队长和李队长都是能识字的人 你们告诉他们 这钱我该不该给 嗯 没想到啊 这周亚居然跟徐大明暗地搞在一起 居然还写了这么肉麻的情书 难怪徐卯兔要退婚 换谁碰到这样的事 都会要求退婚吧 不让对方赔损失 就算大度的 这周国父哪来的脸面 反而闹上门 要别人赔损失 哼 这到底是什么信啊 为什么 这信上 有我们家周亚的名字啊 徐卯兔 你在信上写我们周亚的名干什么 你识字 帮我看看里面写的什么 念出来听听徐卯兔是怎么诋毁我家姑娘的 不要念 徐大明想冲过去 却被卯兔踩在脚下动弹不得 明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成为什么吗 我想成为一只鸟 一只比翼鸟 这样我就能挣脱世俗的网 跟你一起在天翱翔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周亚 卧槽 呸 真不要脸 这周亚 怎么这么不要脸 说出这种话 也不想想 这徐大明跟徐卯兔是唐兄弟 这跟唐兄弟搞一块 真可耻 难怪刚才徐大明不让念这些信的 原来是心中有鬼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呀 一旁的徐老胎直接开始蹦迪 一口气没上来 直挺挺不倒下去 一旁的徐东升看着徐卯兔 内心深处是深深的后怕 这儿子越来越让我看不透了 上一次就捏着我的把柄 幸好当时妥协扶了软 才没闹出这么没脸的事 可今天大明是彻底闹得没脸面了 叔 这几封信 要不要通通给念出来啊 不 别念 别念 算我求你了 这后面的 别念了 沈 我也想答应你 可刚才你们咄咄逼人 一口一句名声 现在 事实揭开 证明 周亚不守福岛 水性洋花 这才是真正令我的名声 受了损失 所以 现在 你们得赔我名声损失费 我们现在没钱 家里也没钱 没钱是吧 不赔偿我名誉损失费对吧 那好 我把这些信 全部贴到公社去 让全公社的人都知晓之事 我还要把这些信 寄到徐大明和周亚读书的大学 让他们的光辉事迹 家喻户晓 这样这样 女儿以后怎么见人 好不容易考上一个大学 算是飞上枝头变金凤凰 如果被这样的破事影响 那可不行啊 行 你说 你要多少钱 我们赔 我们赔还不行吗 黄队长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处理可不可以 我受这样的羞辱 我怕我到时候忍不住 做点什么过鸡的事 行 这事我们替你处理 徐大明这边心灰意冷地坐在山上 他不想回家 也不想面对任何人 这时徐东升走了过来 大明走吧 跟我回家 你奶奶还在担心你呢 大伯 奶还在生我气吗 你们是不是认为 我给徐家丢人了 居然跟自己兄弟的对象交往 大明 这事没人怪你 走吧 跟我回去 太晚了 省得你妈和奶奶担心你 到家的时候 徐老太已经醒过来 见得徐大明回来 两眼红肿 又几乎掉泪 大明 你好糊涂啊 跟奶奶说 是不是那个周亚勾引你 我们明天带你去他家讨个说法 徐大明什么都说不出口 徐老太直接一巴掌扇了不去 大明 你该不会真的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吧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 供你读书考大学 你居然被个破鞋给迷得晕头转向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全家人吗 大明 你快跟奶奶道歉 你快认错 答应我们 以后不再跟周亚往来 徐家人都开始劝徐大明 徐大明动摇了 好 我答应你们 他很清楚 他能读书 建立在全家人勒紧裤腰带 供他上学的基础上 如果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他最终 只会像村里没读书的青年一样 念朝黄土被朝天 那时候 不是他跟周亚断了往来 是周亚跟他断了往来 妈 不如 这阵子 我带着大明 回我娘家去住几天 省得在村里 听着别人风言风语 这个主意也行 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丢了脸 指不定 村里人背后怎么议论呢 出去避避风头也好 你们收拾收拾 明天早点去 别碰上村里人 看着徐大明脸上的巴掌印 徐老太这事也心疼不已 大明 这麦如惊 你也塞到你的行李中去 到时候 冲水喝 有营养 你别怪奶奶刚才动手打你 我也是恨铁不成钢 我是想你上进 不要辜负了全家对你的期望 奶奶 我明白 我会努力胜尽的 周凤如收拾好他的东西 转头 把徐大明的换洗衣服收拾好 拿过来 塞进包中 这一塞 就看见包中的麦乳筋和水果罐头 你乱动什么 这是给大明准备的东西 你不要乱动 我没有 我就是帮着大明收拾衣服而已 没有就好 大明现在出门读书 身边没人照顾 多带些东西是应该的 你可别乱打主意 周凤如默默收拾着行李 心下去无比怨恨 这些东西 明明是别人送来给大明的 这死老太婆把东西给藏起来 还骗我说没有 现在舍得把东西拿出来了 周凤如想着这些有的没有的 心中有个大胆的想法生起 既然人家能送这么多礼物给大明 说不定也能错点路费呢 杨厂长认错人送给徐家的一堆好东西 周凤如以为人家是冲着徐大明来的 就打算去打打秋风 他很快来到了李厂长家 你好 我叫周凤如 是齐安公社徐大明的妈妈 徐大明的妈妈 上次不是找错了人吗 跟徐大明没关系 还来找我们干什么 罗春梅也不好意思打他走 就把他迎了进去 找这儿 可真不容易啊 这顶着大太阳过来 人都险些晒晕了 周凤如一副摇头晃脑的样子 好像快不行了一样 那你快吃一颗糖 别真的晕了 哎 以往我在娘家 也是天天有这个糖吃 可惜后来 随着知青下乡 没有吃的 就落下这滴血糖的毛病 是这样啊 我这次来 是因为我家大明要去读大学了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家里穷 现在许多东西都没买齐 这上学的钱还差一点 想问问你们能不能拉大明一把 还以为 他是来做什么的 原来是打秋风来了 他以为 他是谁啊 罗春梅一言不发 一脸严肃的样子 也让周凤如心慌不已 其实这事 也不是我想来 是我婆婆跟我说的 让我来 他不提徐老太还好 这一提 徐老太 让罗春梅想起 被徐老太大扫把 赶出门的场景 他突然露从中来 打算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女人 你这突然开口 我也准备不足 这样吧 我这两天找人凑凑 给你凑五十块钱 再凑一些票 你明天 后天吧 你后天过来拿 那真是谢谢你们了 周凤如乐呵呵的 跑去车站找到徐大明 直接掏出来一把糖 大明 你看 来 吃糖 妈 这是哪里来的 我们还有多余的钱 你不知道 我刚才去化工厂 找到了当初来家里送礼的人 不愧是当厂长的人 我跟他们说了没钱的事 人家就大方的承诺 给我凑五十块钱 再凑几十斤粮票 让我后天去拿 这些糖也是给我的 卧槽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好事 这找上门去说了要求 人家就同意了 大明 你说 他们跟徐家 究竟有什么关系 对徐家有求必应 我也不知道 难不成 对方跟我们家 有什么极为重要的瓜葛 只怪奶奶什么也不肯说 徐大明母子这边 找了个招待所住了下来 卯兔来到了 城关中学的大门口 小林读过村小 现在该读初中了 这城关镇中学 是县里最好的中学 不知道能不能让他进去读书 卯兔走进大门 现在是暑假期间 只有个守门的老头 卯兔递了支烟过去 我有个妹妹 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了 到这个地方 读书有没有操作的空间 来我们学校读书 这可不行 这有规定的 我讲那点赞助费啥的呢 哼 不行不行 我们学校全是教育拨款 怎么能搞这一套 这不是乱来吗 徐卯兔沮丧着脸 开始打胆情牌 老头文言也心软了一些 给卯兔指了一条道 那就是厂里的子弟笑 卯兔随后兴冲冲的 来到王柏林家等待 结果遇到了之前 买他假鱼的李大爷 在搬煤球 卯兔便帮他搬到了家里 谢谢你啊 小伙子 如果没有你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完 今天有事来找王团长 瞧你说的 我就不能来看你了 我有什么好看的 李大爷 实不相瞒 我想把我妹妹 送到你们厂的地下来读书 你老见多识广 懂得事也多 帮我指点指点 这是能成吗 嘿嘿 小伙子 别的事我帮不上 这事我还真能帮你搭个话 主管厂子弟笑的 是我们区的二把手 算是我本家的侄儿 我带你去问问 两人来到了李永年的家里 李永年打开门都惊大了 这不是女儿的救命恩人吗 这么巧啊 来来来 快请进 是这样 李厂长 我今天来 是特意找你 想请你帮个忙 关于我妹妹 来你们子弟笑读书的事 哎呀 就这么一点小事 没问题 就在二人聊天的时候 李盈彤和母亲走了进来 看清了眼前 这眉眼帅气俊狼的男子 李盈彤不由得红了小脸 小伙子是你啊 上一次 你有急事匆匆忙忙赶着走 许多事 我们也没有问清楚 你们家 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也不是存心想打听 你们家的私事 只是 我看你奶奶 好像对你不大待见 可一个叫周凤如的人 却找上门来 他找上门来干什么 他说 他家大明要上大学 这一路去 需要用钱的地方多 看能不能借些给他 果然如此 这周凤如母子俩 果真是处处机关算计啊 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也居然厚着脸皮来借钱 我跟他们 早就分家了 大家关系并不好 你们那天也看见了 我奶奶对我的态度 也就几乎是他们 对我的态度 还好我留了个心眼 我并没有当场给 已经跟他说了 让明天来去 明天 我打算会一会的 小徐 说起来 我们还没正式感谢你 明天 我在家里拜一桌 你务必要来 哇塞 明天估计要公开处刑 徐大明母子俩了 那必须来啊 好 明天 我一定来 第二天一早 龙庄艳母的周凤如 就带着人母狗样的 徐大明来了 罗春美把他们迎了进去 李永眠一言不发 很是严肃 我猜 这气氛好像不对啊 还是赶紧拿钱走人吧 上次说的事 也不知道你这两天 错好没有 这要开学读书了 我家大明要急着 去学校报道 上次的事 什么事 当然是钱的事啊 上一次我说了 出远门 差点钱 所以 想找你们借点钱周转 你同意借我五十块钱的 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们无亲无故 凭什么借钱给你 你们 你们跟我们家 不是有渊源吗 上次 你们还去我家 拜访过我们 上次是有人指错人了 我们没计较礼物的事情 你还赶上门来要钱 就在这时 卯兔推门而入 周凤文一脸惊讶 徐卯兔你怎么在这里 他怎么不该来这 我们要找的人是他 要感谢的人 也是他 结果 人家没求我 给一分钱的回报 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人 居然敢跑上门来 开口要东西 你们这纯粹是骗子行为 是招摇撞骗 好啊 徐卯兔 这一切 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的 你就是处处跟我们大明过不去 别跟他们废话 叫保卫科来 别抓我 是我们搞错了 我们走 我们走 还不行吗 哼 就这么走 你可想的真简单 走了好 让你们后面继续在骗人 贪心母子挺而走险来 厂长家要钱粮 结果被摆了一刀 还要保卫科的人抓他们 别抓我 是我们搞错了 我们走 我们走还不行吗 哼 就这么走 你可想的真简单 走了好 让你们后面继续在骗人 不 这就是一个误会 我们以为就是亲戚关系 徐大明又急又气 今天这事 全怪周凤卢 如果 他们当初直接离开 哪有这些事 都怪你 你见钱眼开 自作主张跑堂加来 还要强行把我拉来 儿子 我没有啊 这是我跟你说过了的 看着母子俩开始狗咬狗 一旁的几人都冷笑不已 不是母子情深吗 这么快 就互相怪罪了 走吧 有什么话 去保卫科说 妈 难道 你就真的想我被抓到保卫科去 这以后 我还能读大学吗 我的人生没五点吗 亏得这个徐大明 还是大学生 这招摇撞骗漏了性 居然要自己的妈出来顶罪 这些事 全是我干的 跟我儿子没关系 你们要抓 就抓我好了 我儿子还是大学生 他还要上大学的 服装不孝 不仁不义 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当大学生 事到临头 居然推你母亲出来顶罪 带走吧 徐卯兔 求你 帮我们求求情 帮我们求求情 我不想被抓呀 迟了 妖妈 刚才 已经给了你们机会 你们没有珍惜 还想迁怒在我身上 现在求情 太晚了 你既然愿意 为了你的儿子的前程 承担所有的罪名 那你就好好地承担吧 卯兔乐呵呵地回到家 徐大明母子被惩治 妹妹上学的事情也解决了 真不错呀 哥 我真的能去读书了 当然 读化公子递孝 把初中读完 再考高中 可是 哥 我还得给你收黄膳 我去读书了 那一个人在家搞不定 这黄膳的生意 做不了多久 抓得差不多了 我过几天 就要改门道 你不去读书 又做什么 卯兔像往常一样 来到化工厂送黄膳 结果碰到了李莹桐 徐卯兔 我有事和你说 你说吧 扭扭捏捏捏的 你以后别去送黄膳了 太丢人了 到时候 我让我爸给你安排个工作 卯兔这时候也明白了这位大小姐的意思 但她的心早就充满了那个温柔的身影 不用了吧 哼 为什么不用 你在厂里上班 有了正式工作 就不用天天卖黄膳了 卯兔随口拒绝之后 赶紧离开了 最难销售美人恩了 回到家的卯兔遇到了熊耀伟 兄弟 这么巧 难道 车子又坏了 哪有 车子没坏 那你们在这儿 是专程等我呢 有什么事 先说 违法犯纪这些麻烦时 别找我 嘿嘿 怎么可能找你干违法犯纪的事 熊耀伟旁边那个叫小落的搭档 打开了货车后箱车门 里面堆着一堆火 这些是书包 可不是 这一趟跑车 我倒霉 原本说好了价格 帮着拉货 结果货送到了 对方说 厂里没钱 只有这么一些书包 让我拉了底仗 这些书包 我拿来又不能吃 又不能用 就算我女儿被 一天背一个 也背不完 关键是 我还在这边县城 联系了一个反空车的义务 要拉一箱货走 这些书包 成了累赘啊 你是想怎么办 我就是想 能不能把这些书包 暂时存放在你这儿 等什么时候反空 再来拉走 只要来路证 可我那没问题 兄弟 如果 我给你想办法处理 能行吗 如果真能处理 那当然好 最后这些书包交给卯兔处理 熊亚维只要一千块的运费 其他都算卯兔的 卯兔也不墨迹 吃完饭就带着缺牙齿和玉萍 来到厂区外 摸一摸底细 这种双肩包是新款式 必须找有消费能力的人 这些国营厂的职工 就很适合 经过打听 在这边摆摊也没人干涉 交五毛钱管理费就行 第二天卯兔就带着一大堆货 和玉萍他们坐车去城里 你们背这么多的包 这不行 给买货票 大姐 你放心 我们会买货票的 卯兔很痛快地掏钱买了货票 还把昨天买了一小包瓜子 递到售票员手中 大姐 这有包瓜子 你拿着慢慢磕 玉萍有点不满意售货员的态度 兔哥 你挣钱这么辛苦 这些售票员 嚷着要买货票就算了 为什么 还要给他东西 这年头 出门在外 与人方便 自己才方便 为了能顺顺当当坐车 暂时人忍气 到站之后 卯兔给驾驶员递上烟 又跟售票员聊了几句 大姐 明天 我这些兄弟还坐你的车 到时候 多关照一下 嗯 你们早点来 我们早上第一班 六点钟就发车 卯兔带着兄弟们来到摆摊的地方 结果昨天看好的地方 已经被人给占了 只能在旁边找个地方了 卯兔一顿操作 把书包都给展示了出来 还让小林和黄小刚当模特展示 哥 我们这些书包卖多少钱啊 十元一个 什么 十元一个 那也太贵了吧 一个工人半个月 有工资呢 这些书包可是护士过来的高级货 会有人买单的放心吧 这事也陆陆续续有人过来看书包了 小伙子 你这书包十块钱 一个也太贵了吧 不贵 这可是护士才来的新款式 人造格斗 防水防雪 下雨天也不怕打势 再看看 双肩带 背上它 不用担心孩子乘斜肩 不用担心孩子歪脖子 跟孩子身体相比 这十元钱 算什么 说的在天花乱坠 十块钱也太贵了 熊亚伟带来一车书包 卯兔打算把这些书包出手 就来到厂区外摆摊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过来看一看 瞧一瞧 最新最时髦的护士书包 全新人造极哦 防水防雪 耐脏耐磨 一旁的黄小刚和玉萍等人 直接就看呆了 怎么还大声吆喝起来了 卯兔 别吆喝吧 这么多人看呢 就是要这么多人看过来啊 别人不看 我们卖什么 不会有人说 我们投机倒把吧 你想想 杨立明他们搞黄膳 地方不一样啊 这地盘 我打听轻了的 是规之厂矿管 厂矿这么多人要吃要穿 总不能管炎了 都是睁之眼闭之眼 卯兔吆喝这几嗓子 还是挺有作用 陆续围过来好些人 卯兔讲得天花乱坠 还能让小林背着书包 全方位展示 完全就是后世的电商直播讲解 让好些人听得有些心动 都开始询问价格 卯兔让玉萍他们来接待 顺便锻炼一下他们 明天就让他们来这里 自己去另外一个镇上 遍地开花 才能将这批书包卖出去 中午过后人就少了起来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收拾走吧 别啊 现在这个时间还早啊 再卖卖吧 明天再来一样的 今天当大家提前演练 明天缺牙齿 玉萍还有小林 你们三人就负责带着书包 来这摆摊卖 今天怎么操作的 明天就怎么操作 兔哥 我们不行吧 怎么不行 我刚才在一边 看了好办想 你们能胜任 我明天要带着黄小刚 去别的乡镇摆摊 第二天就按照计划进行 卯兔带着黄小刚兄妹 来到了另外一个镇摆摊 你这书包 能便宜一点吗 不能 便宜一点吗 我要买三个 少一块钱好不好 卯兔此时正喝水呢 听着这声音 差点被水呛着 转身一看 竟然是脑海深处的那个家人 他来这儿 就是抱着打听他消息的心思 可没想到 他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面前 他甚至没有做好准备 兔哥 价格能少吗 不要钱 这书包送给他 不是吧 兔哥肯定是看不惯自己这个红着脸的样子 故意说的反话 不能少了 没听见吗 你发达也没用 跟在温叶身后的几个小姑娘 再小 也明白 人家是在骂他们的温老师 温老师 你别给我们买书包了 我们不读书了 卯兔听明白 温叶这是打算给这几个小姑娘买书包 这书包 真的不要钱 我送给你 这态度 180度大转弯 倒把温叶吓着了 他退后几步 警惕地看了卯兔一眼 你别怕 我就是听你要给这些小姑娘买书包 心里同情又很敬佩 所以 想送你几个书包 表示以下心意 谢谢你的好意 我们不可能白要你的东西 对不起 是我冒失了 这样吧 你要买三个书包 看你要买这么多的份上 给你少一块钱 给五块钱好了 温叶点头 从怀中 掏出他的小手卷 里面仅仅剩下五块钱 还有几张粮票 你也没钱了吧 这钱给了 你怎么办 我就住在学校 可以吃食堂 下个月就能领工资了 这就是卯兔印象里的温叶 善良地让人心疼 卯兔三两步追上温叶 却吓得温叶瑟瑟发抖 有事吗 我刚才给了钱的 不是钱的事 我就是想问 你在哪个学校 那是我妹妹 马上要读书了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 你们是哪所学校 在哪报名 这报名读书 需要哪些手续 这样啊 我们是海棠小学 这报名读书需要的手续 不好意思 温老师 这会儿我还有事 一时半会 我也记不住 不如 晚点我来学校找你 仔细问问 我还要去学生家家访 劝他们家长 让他们继续上学 那我下次来找你 直接来海棠小学 找温叶是吧 周凤如这边被拘留了两天 徐大明想办法 保了周凤如出来 周凤如出来的时候 捂着脸 生怕被人看见了 认出他 徐大明现在也没有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时候的义气风发 大明 我们现在怎么办 妈 你回村里去吧 我自己一人去大学报到 可我们之前不是说好 先去你姥姥家吗 已经没有这一笔路费了 而且 这耽误了几天时间 这是 全怪徐卯兔 如果不是他 我不会被关几天 他们这种人 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 把一切过错 全怪罪在别人身上 徐大明也对卯兔恨之辱 大明 徐卯兔不是在弄黄扇卖吗 我要去检举他 告他投机倒把 抓他去坐牢 这主意 挺好 杨立民几兄弟 不就是投机倒把 被人整治了 用这个罪名 整治一下徐卯兔 也不错 我们先看看 他在哪卖黄扇 母子俩 打定主意 开始在县城四处走动 寻找徐卯兔他们的身影 只可惜 整个县城走完了 他们都没找到徐卯兔的身影 连卖黄扇的人都没看见一个 女人被自己的侄子 送进禁闭室关了两天 出来之后便打算 举报侄子投机倒把 结果连侄子的人影都找不到 卯兔正是和大家伙在家里吃饭 一副吃汗 笑得模样 看得大家很是奇怪 哥 你在笑什么 我没笑啊 明明笑了的 大家都看见了 我没笑 好了 好了 吃面条 一会驼了不好吃 卯兔说话的时候 嘴角又微微翘起 那笑意 怎么也压不住 兔哥今天捡的钱了 这么高兴 今天有一个仙女一样漂亮的姐姐来买东西 超级超级漂亮 说话可好听了 你这书包能便宜一点吗 大家哄笑起来 卯兔的母亲却感觉不对劲 这么点的声音 也就只有狐狸精才会这么说话吧 卯兔不会又找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吧 妈 你吃饭啊 一直看我做什么 卯兔啊 我明天托村里人 帮着打听打听 谁家还有合适的姑娘 你去相看相看 早些把婚事定下来 妈 这是你别管了 我没这个心思 我不会去相亲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难道儿子真的被外面的狐狸精给泥住了 连相亲都不愿意去了 卯兔 我知道你现在长大了 做事有想法 可这找对象的事是一辈子的事 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妈 我知道 我要找的对象 肯定会认真考虑 绝不会像周亚那种女人 那你心里有数就好 这是黄小霞从外面冲了进来 兔哥 刚才我看见周凤如了 他在偷偷摸摸看我们这边呢 是吗 周凤如回来了 他要干什么 已经分家了 日子各过各的 这周凤如还往这边凑干什么 不行 我得找他说到说到去 张金芳气冲冲的出去 却没有发现周凤如的身影 第二天卯兔带着众人继续出去卖书包 就在车子刚刚出发的时候 周凤如鬼鬼祟祟的跑过来 师傅 杀一脚 我要上一个 卯兔看他草帽压的滴滴 还遮了口鼻 看着就像要搞事的样子 师傅 别停 有人上车 凭什么不让上 能多一张车票 只要不停车 我多买十张车票 哦 司机和售票员一听 直接一脚油门 飞了出去 师傅 停一下 师傅 停一下 周凤如气恼的直跺脚 早知道 就早点上车了 又让徐卯兔这狗贼跑了 周凤如只能恨恨的回了徐家 一大早 就不见人 这猪也没人喂 衣服也不洗 你在搞什么名堂 周凤如是有苦难言了 以前家中有张金芳 有徐晓菱 我就算偷一下蓝 也怪不到我头上 现在 家里就我跟着老逼登两个女的 这位猪煮饭洗衣服等事情 完全是落在我的头上 回房后 看着躺在那的徐春生 周凤如又气又恼 狠狠掐了他一把 你看你 我整天做这么多的事 你就不帮一把 我能怎么帮 这煮饭洗衣味猪 不就是女人做的 当年 怎么就目光这么短浅 怕吃苦 随便找了一个乡下男人嫁了 本来 我也可以找了化工厂的临时工作 可以进场当工人 不用留在乡下的 哎 肠子都毁清了 周凤如越想越气 对毛兔的恨意也越来越大 对了 可以让别人去找徐毛兔的麻烦呢 杨丽敏兄弟前段时间 跟徐毛兔搞竞争 赔了几百块钱 只要拱拱火 徐毛兔不就惨了 说干就干 周凤如找了个由头 凑到杨母面前 随口唠着家常 话题逐渐转到杨丽敏卖黄扇仪式上去了 别提了 这亏了差不多两百块钱 一年的收入 提起就心酸 姐 这是逃避不是办法 得总结经验教训才对 这说黄扇的事 是徐毛兔先开始的 同样是做这个 为什么他就顺风顺水 你们就出了问题 杨丽敏几兄弟默不作声地听着 互望一眼 心里也开始怀疑毛兔 认真说起来 我跟他是一家人 不该出来说这个 可是 看着你们亏这么多钱 我也是替你们着急 才多嘴几句 我呸 谁不知道你们跟徐毛兔 现在有大矛盾 谁不知道你家儿子 跟徐毛兔的对象搞上了 结果你儿子被徐毛兔痛打 丢人现眼的东西 自己丢了人 想借我们的手报仇 打发走周凤如后 杨复转身就开始警告自己几个儿子 你们别听这女人缩摆 就去找徐毛兔的麻烦 被人当枪使还不知道 杨复一眼看出了关键 可杨丽敏 终究是年轻气盛 心中很不服气 不行 我不搞清楚 我睡不着 是啊 我也顺不了这一口气 不如明天我们跟着去看看 看看徐毛兔究竟是怎么搞的 剩下的书包已经不多了 毛兔打算自己去卖掉 这时黄小刚跑了过来 兔哥 刚才我看见周凤如 从杨立明他们家出来 杨立明几兄弟跟咱们有过节 那周凤如鬼鬼祟祟的 你要小心啊 我知道了 会注意的 哼 当初放过你们几兄弟嘛 要是还不识相 就别怨我不留情面了 毛兔故意挑了个担子 其实用不上扁单的 他是为了等会有武器 好干价 结果杨立明几个 一路上鬼鬼祟祟的 就是不动手 毛兔便将他们 引到了化工厂 这两天怎么没见你来了 嗯 家里有点事 陈哥 我有点麻烦 有几个小混混 想抢劫我 一路跟随我而来 你帮着我一点 是吗 什么人这么大胆 敢跑我们场去来 简直是找死 陈哥这么威风 相信这些小混混 不敢跑你面前来造刺 这样我就放心了 三个二百五被人 窜腾着打算对毛兔不利 毛兔直接来到化工厂 让门口的门卫大哥 叫许他们 我就说他们黄山 怎么一直平安无事 结果他是送到这化工厂来了 可我看他那担子挑的 好像也不是黄山啊 不如我们去打听打听 他到这来干什么 杨立明兄弟互相推嗓着 让对方过去问门卫 可是谁也不敢 门卫大哥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这几个小子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时杨立明走了过来 干什么的 鬼鬼祟祟的 我 我进场 进场 你进场干什么 偷东西 不是 我没有 不是 既然不是 你跑我们场门口来干什么 这不是想踩点 不是想刺探情况 是干什么 大哥你别激动 我们就是想打听一下 刚才那人是不是进去卖黄山 他来干什么 关你们屁事 人家走亲戚不行 倒是你们打听这么多干什么 走 跟我去把卫壳走一趟 看你们这贼眉鼠眼的样子 就没安好心 杨立明兄弟下得赶紧逃跑了 卯兔卖完书包出来的时候 赶紧给门卫递了根烟 你还有心情抽烟 怎么了 陈哥 你今天说的话没错 真的有三个小崽子 一直跟踪你 你进了场后 他们就跑来打听你的情况 看他们那贼眉鼠眼的样子 就不安好心 我说拉他们去保卫科 他们一溜烟就跑了 那三人长什么模样 一个二十出头 瘦高瘦高的 有个小的 脖子上有这么大的一颗子 看来还真是杨立明兄弟 既然你们要招惹我 就别怪我不能情面了 杨立明家 杨老三上的厕所的公主 人不见了 一家人在村里找了 但天也没找到 这瓜娃子 这是走夜路撞鬼了 被鬼抓了 跑哪去 也不说一声 他说了 他去茅房 就算他掉茅房里 也应该爬起来了 该不会跟徐卯兔有关吧 这跟徐卯兔有什么关系 杨老汉直接抽了杨立明一巴掌 说 你们是不是去找徐卯兔的麻烦了 没有 你 你们 真是气死我了 杨母赶紧往卯兔家里跑 卯兔家一伙人正吃着老鸭萝卜锅呢 很是滋润 卯兔在不在 吃饭没有 将就吃一点 吃过了 我来 就是想问问 你们看见 我家杨三没有 你们刚才不是村里找了半天吗 还没找着人 没找着 所以 这来问问卯兔 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啊 徐卯兔 你敢门心自问 这是跟你没关系 杨立明 你跟兔哥什么说话态度 这是 为什么要跟兔哥有关系 为什么跟他没关系 今天我们去跟踪他 结果杨三就不见了 跟他怎么没关系 杨母气的锤打杨立明 有个混账东西 好端端的 你去跟踪徐卯兔干什么呀 妈 你打我干啥 好让人看笑话 杨老汉这事也打了过来 你还知道笑话 昨天我就提醒你们 别乱来 别被人当枪使 你们不听 我打死你个不听人话的东西 杨母这事也明白过来 都是周凤如惹的货 随后就朝徐家冲了过去 周凤如 你给我出来 别以为躲在屋里 就当没事 外面谁在叫你 去看看吧 好像叫了你好几声了 别管他 我把这碗稀饭吃完 吃完我再去 雷公不打吃饭人 总有道理的 吃吃吃 这徐家 差了你那一口吃的 杨母在外面叫了几声 没等到回应 怒火上头 直接冲进屋去 一巴掌就扇到了周凤如的脸上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个没安好心的死女人 害得我儿子不见了 她现在不见人影 你还好意思 在这儿悠哉悠哉地吃稀饭 你要是今天 不把我儿子还给我 我跟你没完 杨母是做惯体力浓活的人 周凤如哪是她的对手 被她拖拽着 拖到门外 你家杨三不见 这跟我没关系啊 跟你没关系 你昨天不跑我家边风边火 我家杨三会去找徐卯兔的麻烦 你自己儿子被徐卯兔打 你没本事打回去 跑我家来 挑拨我家几个儿子 现在不找你 找谁 不关我事 什么不关你是 你没来我家钱 我几个儿子好好的 结果 你一来 转头我儿子就不见 不关你事 关谁的事 杨母对着周凤如又掐又打 两个女人扭打在一块 场面十分的劲爆 徐东生看看左右 见徐春生没有插手的意思 心里很是着急 眼看着周凤如又被薅掉了大片头发 连头皮都要扯下来时 徐东生大步上前 一把拉开杨母 你干啥 老娘们打架 你跟男人插和啥 够了 你已经打赢了 杨母才不管她这话 挽着袖子 还想动手 周凤如吓得直往徐东生身后躲 大哥 我怕 女人被童童的妇人堵在门口打 她老公站在一旁无动于衷 老公大哥却把她护在了身后 大哥 我怕 别怕 有大哥在 不会让他们再伤害你 徐东生 你干啥 你个男人 多什么事 就是 关他徐东生什么事 人家男人都还没出头顾着 你出什么头 我呸 你该不是跟你弟媳妇有一腿吧 顾得这么紧 杨母这随口的乱骂 却刚好说中了事实 你别他妈乱说 你再乱说 信不信我揍你 说了又怎么样 你就是龟蛋 你徐家就是乱搞 你跟你兄弟媳妇乱搞 徐大明也跟他兄弟媳妇乱搞 果真是有种潮种了 周围的人听着杨母的骂声 也不禁怀意起来 这徐东生跟他兄弟媳妇不会是真的搞在一起吧 谁知道呢 他们关上门来是一家子 谁知道在家里搞没搞过 徐东生对徐大明明显比对徐某兔好 这哪有对侄子比对自己亲生儿子好的 你看 这打架 人家徐春生都没动手 他徐东生却急的跳出来 说没乱搞 谁相信啊 放你娘的狗屁 我家才不会出这样的丑事 你家家风好 不出这样的丑事 那徐大明跟周亚算什么一回事 那可有真凭实据 两人勾搭城间的书信都还在 徐老太被气得原地开花 却没有办法反驳 徐春生这时黑着脸把周凤如拉回了房间 此时卯兔母亲张金芳从人群中走出来 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徐东生怒气攻心 这气没办法发到别人身上 直接一巴掌扇到张金芳脸上 别人胡说八道就算了 你这个时候还跳出来问这些 你是闲颇脏水还不够 张金芳捂着脸痛哭 这些年他时常挨徐东生的打 他以往总认为 是自己做事做得不够好 所以婆婆嫌弃他 老公嫌弃他 他付出一切却得不到认可 原来真相是这样 徐东生 我要跟你离婚 一旁的卯兔都惊呆了 不过这也是他准备做的事 妈 我支持你 我们自己有手有脚 能自己养活自己 何必要依靠这个对你不好的男人 对 伟大领袖说过 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们跟男人一样 同样下地干活 回家还要做家务 凭什么还要挨男人打呀 可不是 大家同样干活 还不比男人干得少 何必要依靠男人 离婚离婚 我们支持张金芳离婚 这徐东生有什么脸打人 他自己现在是黄泥巴虎裤裆 不是 实也是实 他居然还敢打张金芳 这不是证明他跟周凤如关系不一般 对别人的婆娘处处维护 对自己的婆娘全打脚踢 这样还说两人没关系 老子把脑袋砍下来当球踢 徐东生此时脸黑得如同锅底 这件事一直伪装的极好 没想到功亏一亏 且上一世 这丑事可是掩藏的极好 临此时我才知道 这天大的丑事 没想到只是想教训一下杨家三兄弟 警告他们一番 居然将这事戳穿了 好 你记住 要离婚事吧 我离 你别后悔 徐东生无言在面对这么多人 一转身进了自家的房子 徐老太医就在跳着脚骂 骂大家胡说八道 骂张金芳不要脸 可根本没人在意他的话 卯兔很快陪着母亲来到了黄队长家里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要离婚 整个公社可没有女人离婚过 你可想好后果 我要离婚 这阵子我跟卯兔分家令过 没有徐东生这个男人 过得比以前好太多了 行 既然你坚持要离婚 那我就把你们这个事给罢了 俗话说宁会一座庙 不拆一门亲 这个你们办离婚 我还真担心被人戳几两股 黄队长 刚才大家都看见的 你办了这事 不会有人指责你 只会夸你断得好 卯兔母亲成功离婚 杨丽明兄弟还在找他们家杨三呢 有打算去卯兔家询问 结果路上遇见个人影 杨三 是我 你个混账东西 知道回来了 这半天是跑哪去了 知不知道全家为了找你 费了多大功夫 你是想急死人了 看我不打死你 你们别哭着骂我了 快过来扶我一下 回到家中 大家这才探亲 杨三身上 亲一块 子一块 全是伤 杨三 你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 我就是去个茅房 结果被人蒙头打了一顿 然后装进麻布口袋中 不知被丢在哪 想喊救命吧 还被堵了嘴 那个时候我才真切体会到 什么叫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肯定是徐卯兔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肯定是他 这件事 你无凭无据 有人看见是他动手的吗 连你三哥都没看清楚人 人家把杨三丢在荒地 也并没有真的要他命 只是让他受点苦 这也证明 人家是手下留情 目的只是警告 如果 你们再去找麻烦 下一次 我怕不是这么一回事 哼 昨天周凤如那个死婆娘 过来挑事 我就提醒你们 不要出头给人当枪使 你们不听 这是给别人找麻烦 没找着 结果倒给自己惹出麻烦 这次可以说是 有惊无险能平安回来 下一次 能这么平安回来吗 这事 肯定不能这么算了 我得找徐卯兔的麻烦 三哥 你说 我们怎么帮你报仇 杨三想着今天的事 后卫后怕 也是不敢再造次了 算了吧 可以说的对 这无凭无据的事 怎么能说是他 以后 我们别去找他麻烦了 男人和自己的弟媳有染 被村里人抱了出来 妻子一怒之下 要和他离婚 毛兔一大早 带着母亲来到徐家 徐东升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走吧 去公社 落了手印 算是彻底把这个婚礼了 徐东升看着毛兔 那表情恨不得将他给撕碎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的丑事 不是我捅出去的 徐东升昨天也是一时心急 结果事情败露 现在也是追悔不已 看 徐东升他们一家四孔 他们和好了 这也能和好 和好个屁 这是去公社离婚 要公社盖章才算 光我家的盖了章不算 从公社盖完章出来 徐东升愤怒的原地爆炸 他把一切过错 怪罪在毛兔的身上 如果这个孽子 不闹着分家 不闹着搬出去做 张金方一辈子都不会说出离婚这种话 我真后悔 生了你这么一个孽障 不 你应该后悔 是生了徐大明这么一个孽障 如果没有他的存在 估计 我们还会继续把你当做一个好父亲崇拜 如果没有他的存在 估计 我妈还会把你当做好男人 八心八肠地对你 如果没有他的存在 估计 妖八还会认为你是一个好兄长 不会兄弟欲抢 够了 以后 老子就当没你们这些人 徐东升大不离开 张金方再也忍不住眼泪 痛哭起来 他的大半辈子 都奉献在徐家 那种骨子中的羁绊 是根深蒂固 现在被强力割舍 内心深处 有一种被挖空的痛楚 妈 从今以后 我绝不会再让你哭了 你不用担心 我们以后的日子 会越过越好 我知道毛兔 我知道离了他 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就是一时忍不住 你放心 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哭了 绝不为这个 没良心的男人痛哭 好 我们以后要笑着过得更好 哼哼 我会努力读书 以后也要考上大学 省得他们总拿大明歌 是个大学生炫耀 哈哈哈哈 好 我就等我家妹妹成大学生 走 大学生 我们进城去 给你买学习文具 一家三口在国营饭店 吃了顿饭 妹妹直接被美食征服 吃得肚子圆滚滚的 你这孩子 就是不知道艰苦朴素 你想想那些年 饿得半夜哭 睡不着 连树皮都包来吃了 现在这日子 稍稍好过一点 就这么浪费 哎呀 妈 这不是改善一下伙食吗 又不是天天吃 一家人沿着大马路 往前走 不知不觉就转到 这边的东方红招待所 走 我们进去看看 早就想搬到城里来住了 就是现在城里人 自己的住房都紧张 七八口人住个 十几二十平的小房子里 没有多的房子出租 还是先在招待所 凑合一段时间吧 这招待所 有什么好看的 这是给外地人住的 我打算在招待所 租两个房间 到时候 我们就从乡下搬到这来住 这在乡下住得好好的 怎么要跑这来住 住这又要花多少钱啊 妈 我后面 还要继续做生意 住在县城方便 不用每天天不亮就赶路 再说 小灵也要读书了 你也不想 她搬那么远的路回家吧 可是我们跑到县城 人生地不熟的 不是很容易被人欺负吗 不会的 妈 我们又不惹是生非 怎么可能被人随便欺负 再说 这住在招待所的人 基本上 也是难来北往的外地人 到时候 究竟是谁欺负谁啊 妈 难道你想天天看着 我跟小灵走住晚归吗 想看着我们走那么多的路 脚底打起泡吗 毛肚直接开始卖菜 这么一说 张金方也就同意了 一家人在招待所 租了两个房间 很快就收拾好了 妈 我带着小灵去看学校 然后就在学校附近 你随便找点东西吃 你今天在家 就收拾收拾 也可以在城里逛逛 看他还需要什么 都买上 这边化工厂副厂长的女儿 为了见毛兔 在太阳底下晒了三小时 才等到她 徐毛兔 你站住 毛兔这时候 刚和妹妹从学校出来 便看到气汹汹的李莹彤 找我有事 这个臭徐毛兔 难道自己就不能找她 自己不找她 她也不来找自己 我确实找你有事 这是你妹妹吗 咋的了 我在河边码头等你 你一人来 我有事跟你说 干 这大小姐又要干嘛呀 今天还有许多事要办呢 小林 你先去招待所 看她妈来了没有 你们看看 还需要勾置些什么 就去买 这个姐姐 是喜欢哥哥吧 我不会要有嫂子了吧 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妈 小林高兴的蹦跋走了 毛兔跟着李莹彤来到河边 却始终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 你为什么不跟上来 怕我吃了你 我这不是跟着你的吗 有什么话 你就在这说吧 再往前走 就到码头了 这段时间 你在忙什么 在卖东西啊 哼 不是说了 让你不再卖这些东西了吗 大小姐 我要挣钱养家 你也看见了 我的妈妈和妹妹 都得靠我养 我说了呀 你可以不干那些 我让我爸给你在厂里安排工作 当工人 一样可以的 我不喜欢当工人 工资不出头 这是我上一世的经验和教训 就算化工厂效益再好又怎么样 每个月 还是那么一点死工资 你 你就那么喜欢去当小贩 干个体户吗 这个臭毛兔 难道一点都不明白我的心思 你知道吗 你当小贩 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我的朋友会笑话我 我们俩 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在一起很正常 不 我想跟你在一起 李盈彤从小被宠到大 是个刁蛮任性的姑娘 习惯以自我为中心 想要就要 你现在就是头脑乏热 一时冲动而已 我是一个农村乡下小子 跟你们不当户不对 配不上你 你是个好姑娘 你以后 会遇到你真正喜欢 并愿意跟她过一生的人 卧槽 没想到我也有给别人 发好人卡的一天 可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李盈彤不顾一切 扑向徐毛兔 试图扑进她的怀中 吓得徐毛兔连连后退 结果后退过程中 踩到了后面的人 对不起对不起 等毛兔转过身 才发现被她踩到的 居然是周亚 当追你的女孩和前女友相遇 这场面可谓是十分劲爆 自从前阵子 跟徐大明的事被揭露后 周亚丢脸丢大发 在家里躺了好多天 等着徐大明一起去大学 结果徐大明早就走了 他这才和父亲去坐车 结果路上撞到了毛兔 李盈彤这时挽住了毛兔的胳膊 也察觉到一点不对劲 徐毛兔 他是谁啊 是我怎么介绍 难道说 这是我的前对象 他才跟我的堂兄背叛了我 干 丢脸 毛兔刚要拉着李盈彤离开 周国父冲了过来拦住毛兔 徐毛兔你给我站住 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爽快 非要跟我家姑娘退婚 搞半天 你在外面也有人 你胡说什么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乱说吗 你看 他都挽着你的手 你还敢说你跟他没关系 我跟他是没关系啊 毛兔一边说 一边努力想把李盈彤的手 给扒了下去 没料的 李盈彤反而把他的胳膊拽得更紧 我就喜欢他 我要跟他有关系 不要脸 我怎么不要脸了 我喜欢他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有问题吗 周亚脸色苍白 他以为退了婚 徐毛兔不会再找到 像他这么优秀的姑娘 可现在 他身边居然站了这么一个 青春活泼娇俏的姑娘 徐毛兔 这是你们村里的人 算是吧 难怪穿得这么穷酸 一股子小家子气 这番话气得周亚机遇吐血 可是看着精致的李盈彤 他也无法反驳 爸 我们走吧 周亚无地自容 只想快点离开 可周伯父 还想努力找点面子 你别瞧不起我们乡下人 我家闺女 可是大学生 知道大学生来 可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 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 今年我们厂 分了十几个大学生来 不一样在我爸手下 乖乖听吩咐 李盈彤这姑娘 还真能对人了 你 你什么你啊 我说的不对吗 我爸是厂长 那些大学生分过来 难道不该在他手下听话 周亚文言低着头 急冲冲向着码头而去 他没脸面再待在这一分一秒 一看这女人就不是什么好货色 你该不会看上她吧 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还差不多 要是你连那种货色都能看上 我才瞧不起你 哎 你是不是也看不上我 不是 我们只是不适合 哪不适合 我感觉挺好的呀 到时候 你在化工厂上班 我们可以天天培养感情 我说我们不适合 是有原因的 我已经有了心上人 什么 不会是刚才那个吧 不是 你别打茶 听我说完 我的心上人 对我情深意重 在我最困难最无助 被所有人瞧不起的时候 只有他 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 是他教我许多东西 将我从泥潭中拉出来 他对我有之与之恩 而他 对我从来不求任何的回报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当然不是 你看他对我如此之好 我已经下定决心 非他不去 如果 我抛弃了他 我是不是猪狗不如的男人 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 你真的喜欢吗 愿意跟他过一辈子吗 你就不怕 他对你也这般使完中期吗 听你这么说 我好像真的没理由 要破坏你们 李莹童信心离去 卯兔赶紧回了家 卯兔 听说有姑娘找你 是哪一家的姑娘啊 多大了 卯兔好笑地瞪了小灵一眼 肯定是他多嘴 妈 跟这个没关系 就是普通朋友 小灵能在子弟校读书 就是拖了他家的关系 他刚才只是问我小灵 入学的事办得怎么样 这样啊 还以为 儿子又有对象了呢 我才不相信 明明那姑娘看上去 就对哥有意思的那种 儿子 你这样不行 被抓紧了 妈给你推荐个好玩的 就是左下角这个 里面可以体验 日式女友的风情 韩式女友的魅力 东方女友的含蓄 西方女友的热情 你喜欢的类型 全都有 百款女友任你挑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赶紧点击试试吧 一家三口又回到村里搬东西 知晓卯兔他们要搬去城里 玉萍和缺牙齿都舍不得 最最难受的 是黄小刚两兄妹 好不容易跟着兔哥 能吃上几顿饱饭 结果这好日子 这么快就到头了 你们别这样 我住在城里 只是图办事方便 等我这几天安排好 把一切理顺 找着了门道 一样会叫上你们 兔哥 让我跟你一起好不好 我们不要钱 什么都不要 只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就行 以后 我有了新的门道 会叫上你的 不过 你现在不用急着跟我走 你现在 手上也有些钱 还是先送你妹妹去读书吧 黄小刚两兄妹 终究人小 对于未来十分害怕 只想躲在徐卯兔身后 对了 我现在搬去县城 我欠熊雅伟的钱 还没给 如果他来了 你们记得通知他 让他来县城东方红招带所找我 随后卯兔带着母亲和妹妹 正式走出了乡村 他们进城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徐卯兔可真有本事啊 居然带着他妈进城 还以为徐大民是我们生产队 最有出息的一个 挑出农门 以后不用当你端子 没想到 徐卯兔的动作还要快 这会儿就离开农村了 这是被徐东升给气到了 搬走也好 眼不见为敬 徐卯兔这一手 才是人狠话不多啊 看他样子 早就知晓徐东升的破事 却一直没说 该分家就分家 该撇清关系就撇清关系 现在直接走人 多痛快 估计徐东升在家里 现在后悔的要撞墙 男子和弟媳游染 最后搞得气离子散 弟弟徐春生离家出走 徐老太躺在床上 是气得只有出的气 没有露的气 徐小飞出去玩被别人骂 徐小飞 你妈是个破鞋 我们才不和你玩呢 徐小飞很是气愤 回到家就大哭起来 你个破鞋 你为什么要闹得我这么没脸 大家嫌弃你 跟着嫌弃我 我不活了 我没脸见人 我不活了 周凤如这么说着 直接起身 要去撞墙 被徐东升抱住 都怪你 都怪你 都怪你惹出来的事 我是没脸见人 活不下去 要死就去死 没你这个祸害 我徐家不至于沦为笑柄 周凤如枯的更大声了 徐东升黑着脸 一言不发 大哥 我想回我娘家去 眼底下 这确实是唯一可行的路 行 明天我送你离开 你回家去住一段时间也好 可是 可我没路费 家里的钱 全部都给大民了 你不用担心 这个我来想办法 徐东升辗转反侧一晚 终于是想出一个办法 去卖血 我身体这么强壮 卖血肯定没问题 肯定可以凑出 凤如回家的路费 第二天一大早 徐东升和周凤如就出发了 周凤如这时才知道 他要去卖血 没事 我身体好 卖点血 没什么 那你多喝些水 我听说 多喝水 血就多一些 路过一个水井 徐东升咕咕咕咕 如牛饮一般 喝了鼓鼓的一肚子水 随后来到了卖血的地方 半个小时后后 他把一叠钞票递给周凤如 这一幕刚好被卖兔和小林看到了 果真 周凤如和徐大明 才是徐东升的掌中宝 是他临死都要顾着的人 他竟然为了他们去卖血 这八九十年代卖血的人挺多的 大家只看见这件来得快 可谁也不会想到 许多的人 就是因为地下血栈卖血 感染上艾滋病 这时徐东升也发现了卖兔和小林 走 我们去饭店吃东西 我要带你下馆子 两人向国营饭店走去 大哥 徐卯兔在后面跟着我们呢 你个混账东西 跟着我们干什么 我跟你已经一刀两断 我已经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你还想搞什么事 看我去国营饭店下馆子不爽 还想跟着来落盘子 这国营饭店你家开的 卯兔从徐东升身边擦肩而过 走进国营饭店 张金芳就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上 桌上是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 旁边是三碗白米粥 张金芳脸色煞白 徐东升也羞愤不已 大哥 我们还是走吧 为什么要走 这国营饭店又不是他们开的 他们能在这吃东西 凭什么我就不能在这吃东西 徐东升迈着大步走进饭店 那豪气冲天的样子 像是捡了一笔横菜 卯兔这边点一个菜 徐东升就跟着点个一样的 周凤如眼看不对劲 一把拉住他 卖血才卖了几十块钱 跑着国营饭店胡吃海喝 卖点血汗钱不就吃完了 我拿什么上路 不叫了 别再叫了 跟着叫菜啊 最近和国营饭店下馆的多提进的事 难道叫个菜还扣扣索索的 徐东升仗红脸 他此刻绝不能被徐卯兔压下 我 我要 我们这边要一个牛肉煎饼 妈的 吃吃吃 吃你个头 你自己吃吧 我走了 这下周凤如彻底黑了脸 转身提起包袱就向外走去 服务员嘴皮都快说破了 徐东升却一直面红耳赤的坐在那 看着周凤如走出饭店 他突然想起 卖血的钱全部给了周凤如 他连结账的钱都没有 赶紧打算追上去 老板 你们给钱啊 先付钱 徐东升大酒 他能有钱结账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徐东升才卖了血 又急着追周凤如 刚跑两步就眼前发黑 在饭店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 妈的 不要 不要你跑饭店冲什么大眼 还敢大呼小叫的 服务员直接冲过来 拿着菜谱 对着徐东升就啪啪啪打了几下 张金方这时也按捺不住 冲上前去 卯托还以为 他对徐东升有一点余情未了 是急着冲出去帮他 哪料得张金方抢过菜谱 对着徐东升劈头盖脸的打 你个猪狗不如的糟心玩意 你不是人 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管 我跟你这么多年 做牛做马服侍你 你就雇着别的女人 我跟着你 拖着儿女 长期吃了上顿没下顿 饿得腿发软 结果你却带着他 跑来下馆子吃香喝辣 我怎么就这么命苦 贪上你这么个劲儿玩意 等徐东升从国营饭店跑出来 却见周凤如拎着包袱 急冲冲跑去码头 他是抛下他独自跑 甚至连一句告别的话 都不跟他说 徐东升又气又晕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算了 周凤如对我不好没关系 好歹他给我生了大明 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只要大明有出息 自己付出一切都值了 跑货车的大哥 在卯兔这里存了一批书包 刚好路过村里 就过来找卯兔 结果卯兔早就搬到城里去了 熊哥 这家伙不是带了 那一批书包给跑了吧 我感觉 卯兔不是这种人 可事实摆在眼前 这村的人都说他搬走了 这不是拿着我们的货走 是干什么 说话间 卯兔的好兄弟玉萍刚好路过 听到了这话 你们别胡说八道 卯兔是搬走的不假 可没想撕吞你们的货 他特意盯着我们告诉你 他现在住在城里的东方红招待所 别什么都不知道 就胡咧咧 熊亚伟很快就来到了东方红招待所 同志 打听一下 我找徐卯兔 卯兔一听这外地口音 就知道熊亚伟来了 赶紧走得出去 熊哥来了 卯兔 你居然搬这来了 是啊 我怕你找不着 我特意跟他们打过招呼 你上一次的书包 我已经全部消完 哦 兄弟 不错啊 还真让你把这一批货给解决了 解决了 我按说定的 付你一千块 行的 卯兔随后带着熊亚伟去银行取了钱 两人开开心心的去国营饭店吃饭 兄弟 你应该跟我出去看看 现在外面的世界可是很精彩 你知道吗 我认识的人 不少是高水货过来 像电子表这种 转手卖几十块钱 一天卖个百十来个 看得我都眼热 那时候百货公司的手表 大多都是一百元左右 有些还需要票 这电子手表 才几十块钱 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心动不 兄弟 熊哥 我心动 那就跟我干 咱们一起跑车 转他个半把块轻轻松松 可我贪生怕死 上一世 卯兔坐牢期间 妹妹小林 在河里淹死 妈妈也因为积牢成疾 早早去世 没能守护好自己的亲人 甚至连他们最后一面 也没见过 这是他的遗憾 上天给了我机会 让我重新来过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 有任何差错 谢谢熊哥抬局 可我还是不愿意做这个 如果有其他的门道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可以做生意 但只求干净对吧 是的熊哥 这就好说 我这段时间 从你们这经过 发现你们这边的干局 特别好吃 不如我们拉一批货 送去省城 至少金额的翻十倍 销售门路不用担心 我认识那边供销社的 卖给他们 完全没问题 有这样的销售渠道 那很好 我这就回去组织人收 好 至少说十吨 你抓紧时间 我这趟货拉完 三天后 刚好有一个空档期 我会叫上另外的朋友 一块过来拉 分开之后 徐卯兔就开始着手 准备收购红局的事 十吨的量太多了 就算他加上缺牙齿和玉瓶 人手还是严重不足 他打算让各个公社 乡镇之类的派个代表负责 来到黄队长家里 他正在编制竹框 这要收购十吨的红局 不能像装潢扇那样 用尿素袋子了 容易压坏 这竹框就不错呀 郑农书 这样的框子 能卖多少钱一个 你要 拿一个去用 说什么钱不钱的 我要的量比较多 不如你看看 村里还有哪些 会这个手艺活 把他们叫过来 问问能不能三天内 给我赶制几百个出来 几百个 玩不成吗 其实这东西 我也可以直接去外面 乡镇上收购 不过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 特别需要技术的活 与其照顾别人 不如照顾村里人 让大家待在家里 也能挣几个盐巴钱 还是毛兔想得明白 肥水不流外人田 行 我叫医教大家 村里人很快就聚集到了 黄队长家 现在 有编织竹框的活计 一个按一毛钱计价 共计四百个 有人愿意接这个活没有 一毛钱一个 这也太少了吧 你也知足吧 一颗白菜 从种下 施肥 浇水 长这么久 也不过才卖两分钱 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就需要这样的 粗眼筐子 能装着红菊 不漏出去就成 大小 就按着这个尺寸来 上面要带盖的 不能压到下面的货 村里的几个老人 接下了这个活 其他人看不上 黄队长 你帮我收一下 村里的红菊 三天 能收多少 就收多少 我按五块钱 一天的工钱 给你算 你看 行不行 要个大 味甜 成熟度不要太高的 至于那些 看着卖像不好的 肯定不收 两分钱一斤 有多少 收多少 黄正龙欣然同意 卯兔马不停蹄 带着几人 赶到另外的几个乡镇 找这些乡镇里 有点威望的人 继续按着这样的要求 收购红菊 缺牙齿和玉萍等人 负责把这些红菊 汇总在一个地方 到时候 方便货车装货 徐晓菱这边 已经开始上学 回家的时候 却不太开心的样子 晓菱 回来了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 那就好 你哥好不容易 才弄到这个 能继续读书的机会 你可要好好读书 嗯 啊 我知道 毛兔找到新的赚钱门道 当初故意放他鸽子的人 竟然舔着B脸来找工作 兔哥 忙呢 也不忙 就是随便看看 兔哥 你看看 你还需要人帮忙送货布 我有空 可以来帮你 之前故意放我鸽子 还想找我帮忙 脸皮够厚的呀 现在暂时不用 火已经安排完了 以后有机会 我再叫你 兔哥 上一次 我就是在外面走错了路 我保证 下次不再这样了 哼 我知道 能理解 以后 以后有机会 我叫你 我怀疑杨丽敏几兄弟 就是栽在这小子手中 这种小人 还是不要彻底撕破脸的好 那好 兔哥 我先回去了 以后有机会 要叫上我哦 这几天 徐东升一直躲在家里没出门 静心照顾着徐老太 以往热热闹闹的徐家 现在支离破碎 而且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无奈之下徐东升只能把家里的那一头猪 卖给村里的另一户人家 你这猪这么瘦 喂到过年 只怕也长不起雕 这猪能长雕的 前一段时间还养得好好的 你也知道是前一段时间了 这不好好喂 当然要掉雕 以前这猪喂得好 那是因为天天有小灵打猪草回来喂 现在这样 都怪徐毛兔那个臭小子 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孽种 为了生计 徐东升去了采石厂挣钱 采石厂的 全都是些操汉子 赤着上半身 抡着大铁锤猛干活 做着歇息的功夫 这些操汉子们 开起了玩笑 徐东升 都说你跟你家兄弟媳妇有一腿 滋味如何 说来大家听听 对对 我长这么大 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呢 结果你就搞了两个 说来听听 骚不骚 是他爬你的床 还是你把人家按在包谷地里扳了 这些话 越说越过分 徐东升一言不发 只是抡着铁锤打自己的石头 可那些人 丝毫没有住嘴的意思 忍无可忍之下 徐东升轮着铁锤就朝一个人砸去 你们这些狗杂种 脑子砸死你们 徐东升胡乱挥舞着铁锤 一个人趁他不备 将铁锤撞了出去 徐东升随即和那人打了起来 流血了 流血了 徐东升 你住手 打死人了 四周的汉子们 看着是闹大 大家凑上前将徐东升置住 一群人 七手八脚将受伤的人 抬上担架 向着医院的 是你打伤我男人 要是我儿子有何三长两短 我跟你拼命 徐东升 今天这事 你必须要负责 对方的各种医药费 武功费 你得赔偿 否则是他们先招着我 但你先动手 这是事实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瓜葛 这一笔费用 你必须承担 徐东升魂不守舍的回到家里 徐老太很是奇怪 东升 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妈 我跟人打架 把别人打伤了 都怪我 今天怎么就这么缠不住气 要跟人打架 那怎么办 得赔药费 徐老太一屁股爹坐在地上 家里已经接不开锅了 怎么赔医药费呀 不赔 没钱赔 这事不是耍点无赖 就能赖过去 去找兔哥要钱啊 对 我们去找徐卯兔 他是你儿子 没理由 老子出了事 他这个当儿子的不帮衬 何况他现在有钱 徐老太转身就要出门 妈 别去 为什么不去 他徐卯兔 就是我们徐家的种 打断骨头连着筋 有了事 他就得负责 我就算满的打滚撒泼 也要徐卯兔出这个钱 别找他 我一个当老子的 怎么能向儿子 低三下四手话呀 钱的是 我自己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 你别管 总之 我有办法 徐东生的心里又升起了 去卖血的念头 卯兔来到了 温业所在的海棠小学 你好 老师 我打听一下 温业温老师在学校吗 这又是一个来找温业的 算了关我屁事 就在那边的教室 卯兔顺着指引的方向 走到教室门口 温业拿着教鞭 再给一群小布丁上课 卯兔一直在外面看着 看到了放学 温老师 你是 那个卖书包的 是啊 温老师 是我 你不是说 你要带你妹妹来读书吗 来报名了吗 我擦 我当时就是为了搭话 随口一说 现在哪来个妹妹 跑海棠小学来读书 黄小霞也没法弄过来 温老师 我上次没搞清楚 我妹妹 她的户口不在这 不能在这边来读书 这样啊 不过 只要能读书就好 在哪读 没关系的 这件事 还是多谢谢你 全亏你指点 不如 我请你下馆子 算是感谢 微夜警惕地后退几步 随后拒绝了马途 糟了 是不是表现得太不急切了 其实 我还有特别重要的事 想找你帮忙 实不相瞒 是我想读书 你想读书 你这么大了 大吗 很大 你不能歧视我 我有一颗想上进的心 实不相瞒 我从小成绩就特别的优秀 可我父亲 却因为家穷 不让我继续上学 从小 我的堂哥吃饭 我只能掩康 他能有铅笔写字 而我只能捡他剩下的 铅笔头写 到了高中 全家就跟我堂哥一人读书 我现在就是想 重新回学校读书 温老师 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帮你打听打听 看看怎么操作好吗 真的 那太好了 温老师 一定要帮我好好打听打听 对了 我叫徐卯兔 住在城里东方红招待所 有消息到那里找我 第二天熊亚伟 开着车来找卯兔 红局已经收购完毕 像一座小山一样 卯兔国真是个干大事的人 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 装货吧 我们早点出发 大家迅速将红局装车 这是第一次和熊亚伟正式合作 这一次卯兔打算跟车 顺便去省城看一看 卯兔第一次跟车 就遇上了车匪 熊亚伟直接掏出来几把大砍刀 卯兔 敢拿着这个上吗 卯兔看着这明晃晃的大砍刀 还是拒绝了 摊上人命没必要 我不用这个 用这个铁棒就可以了 卯兔和熊亚伟翻上车顶 直接对着一个割绳子的人下了重手 人还不少 几个人奋战起来 师父 我们回去 回去帮助兔哥他们 不能啊 我们一停车 说不定 别人就爬上我们的车 把我们这车祸 全给抢了 杀了我们都有可能 司机师父不肯停车 急得缺牙齿团团转 兔哥 我下车来帮你 卯兔 这缺牙齿 不会真的到转来帮我们吧 要真的下车过来 那肯定没有活路啊 缺牙齿 你把车底下的图通子 给我拿出来 对着他们脑门招呼 车底下的图通子 还有这么厉害的武器吗 缺牙齿弯着腰 在驾驶时翻找东西 卯兔这时借助路边的一根竹子 将追赶中的众人 全部扫翻在边 爬不起来 两辆车终于逃过一劫 到了省城 熊雅伟将红菊卖出 他和卯兔哥分到两千块 徐大明这边已经来到了大学 学校每个月给他们19.5的饭菜钱 还有两块钱的生活补助 他宿舍的那个30多岁的室友 已经结婚有老婆了 天天就肯一点窝窝头 努力省钱 给家里寄回去补贴家用 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啊 没有家庭拖累 每个月的助学金完全够用 不像我们脱家带口的 还得想着家里怎么过 我现在还没有能力 没办法补助家里 许多同学都有自行车 自己却没有 那李永年的家 才是富裕生活的代表 如果自己找个 像李迎童这样的对象 有个得力的岳父岳母 就可以省许多事 当初怎么就这么眼皮浅薄 跟周样好上了 徐大明 外面有个姑娘找你 有姑娘找我 徐大明微微一正 起身向外走 找他的人正是周样 大明 你上大学 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我们俩的事 闹得太难看了 我再来叫你 这纯粹是受人画饼 这也是 不过来了大学也好 在这没人认识我们 我们能继续在一起 到时候 我们分配工作 也要求分配在一个地方 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周样 我想我们暂时算了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说 我们俩的事 暂时算了 当初闹得众所周知 我家里人也反对 所以 你就决心跟我分手 所以 来这儿上大学 你也不叫上我 周样 你冷静一点 我乃说的很对 全家勒紧裤腰带 跟我读书 我要是不听他们的吩咐 他们就不再攻我 你胡说 现在学校有助学金 每个月的补助 已经够生活了 根本不需要再靠家里供 如果努努力 还能拿奖学金 根本不愁吃喝 你这就是在找借口 我没找借口 就是我家里人 逼着跟你断的关系 否则 我父母闹着 要上吊自杀 所以 你这是拿你的父母 来当挡箭牌 徐大明 你真要这么无情吗 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你就一点也不回味吗 徐大明微微脸红 他当然回味那快乐时光 可是 大明 别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们经过重重阻碍 终于能在一起 你怎么能轻言放弃 在这个城市 我就只有你 如果你跟我分手 我怎么办 这位人需要的感觉 还挺好 算了算了 大不了 先出着 等以后 找着合适的人 再分手也行 毛兔带着缺牙齿 在省城闲逛 看见有个公厕 毛兔就打算去上个厕所 留下缺牙齿 一个人在原地等 哎呀 小兄弟帮帮忙 我要给我儿子 买部做衣服 可不知道该扯多少米的布 我看你的身材 跟他差不多 不如你帮帮忙 帮着量量尺寸 你放心 你帮了我这个忙 我全家老少都感谢你 嗯 这不是做好事吗 就帮人量量尺寸而已 你放心 店就在这个路口处 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而且我家儿子电影院的 你帮我量好尺寸 我送你一张电影票当感谢 哦 这不错呀 帮忙做了好事 人家还要送电影票感谢 行 不够要快哦 肯定快 就量一量尺寸 很快的 中年妇人拉着缺牙齿 就进了个偏僻的缝纫点 师傅 来 给他量尺寸吧 两个男子 拿着软尺 给缺牙齿量着尺寸 这一套衣服做下来 120块钱 缴钱吧 这不是我的 这是这大妈的 缺牙齿一转头 却发现拉她过来的那个妇女 已经不见人了 什么大妈小妈的 我们看见的 就是你来量尺寸做衣服 这不已经裁了 哪有可能不要的 可我也只是量好尺寸 怎么可能已经裁布料了 不可能这么快吧 男人冷笑着敲了敲案板上的布料 这不是已经裁剪了的吗 卧槽 我这是掉进陷阱了 我没有钱 让我走 否则 我要去公安告你们 我劝你 最好是相点 付了这120块钱 一个月后来取衣服 缺牙齿扭头就打算向外跑 结果门口处 又站出来两个男人 四个男人围着 将他按着就要揍 别打 别打 我给钱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早点这么实相不就行了 你就算让天王老子来 今天这一笔钱 你也得给 可我身上没钱 钱全都有朋友身上的 好 你们跟他去 找他朋友拿钱 两个人压着缺牙齿就出了门 农村小伙第一次进省城 就被诈骗团伙盯上 缺牙齿被两个人压着出来寻找卯兔 卯兔也在寻找着缺牙齿 兔哥 我在这儿 卯兔寻着声音望过去 就见缺牙齿垂头丧气出来 后面还紧跟着两人 这缺牙齿 不是惹上什么事吧 你就是他朋友 他跑我们店来定制了衣服 不给钱 说钱在你身上的 你帮他劫了 兔哥 我没有 他们说到骗我的 嗯 这他妈的 这是遇上诈骗团伙了 只怪我给他们普及的 诈骗手段太少了 具体怎么一个情况 总得说个清楚吧 卯兔不慌不忙 甚至还掏了一只大钱门出来抽上 他来我们店 晾了尺寸做衣服 趁对方说话放松警惕 卯兔一脚踹了过去 跑 往人多的地方跑 两人撒鸭子狂奔 又冒出来好几个人狂追 一直到卯兔和缺牙齿上了一辆公交 才罢休 怎么样 没受伤吧 没有 我是问你 在那些人手上吃亏没有 没 他们开始要打我 我就说 钱全在你身上 他们就让我来找你 二哥 你不会怪我没意思 把事推你身上吧 怎么可能 在外地 碰上这种事 先服软 是正确的 强龙都不压地头蛇嘛 对方人多势众 说不定 跟别的也有勾结 所以 能拖就拖 能跑就跑 两人也没有在当个 很快就回了家 徐卯兔 你回来得正好 你前阵子托 我们给你打听房子的事 现在刚好有一个合适的 你要不要去看看 可以啊 随后 卯兔带着母亲 和招待所的服务员 大姐出去看房 到了地方 发现并不是很好 位置也不好 连个拆迁的机会都没有 回去的时候 卯兔买了三根冰糕 给了大姐一根 没事 大姐 我们不急 慢慢留意 反正我们暂时 住在招待所 有住处 大姐 你只管帮我打贴 如果真的能成交 买了房子 我给二十块钱当筹线 放心 我们肯定会帮你多留意 我妹夫 她就是房管所的 消息总比外人多 卯兔这时突然停下脚 视线望向公路的另一边 小灵背着书包 孤零零地走在路上 那垂头丧气的模样 活像一只小狗 走着走着 直接撞上了前面的电线杆子 痛不痛小丫头 怎么不看路啊 不痛 小灵边说边哭了起来 卯兔也察觉到不对劲 跟哥说 是不是受了委屈 谁欺负了你 没有 不许撒谎 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今天上厕所 余莉莉是自己摔了 她非怪在我头上 说我在后面推的她 别哭 给 手包你带着 下次有啥事给哥打电话 哥 我不要 这太贵了 我们卖书包不容易 都是哥在左下脚领的 没花钱放心用 哥 这么贵的东西免费给 左下脚厂商 就是为了五月新版本活动预热 吸引新用户图个人气 除了手表 还有苹果十四 平板和电脑 都是全新正品 这些都是领的 图哥 给大家也安排台手机呗 遇到情况也能联系 你们去我左下脚链接 进去到底不点立即下载 注册升级后就能领到了 都是旗舰店发货的全新国行 估计过几天就能到了 对 小林下次遇上市 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小林你接着说 并有几个同学也作证 说是看见我推的 老师也相信他们的话 今天不仅罚了我 还要我写检讨 跟余莉莉道歉 并要我带钱去赔医药费 哥 我真的没有推他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 可是没人相信我 哼 妈的什么人啊 敢这么欺负我妹妹 别哭 哥仔 走 哥跟你去看看 他们总不能随便冤枉人 毛图拉着徐小林 向着华公子弟笑感 可惜 等他们赶到学校的时候 学校已经没人了 没事 我们明天再来 哥一定会替你讨个清白 小林班主任段红梅这边 正在宿舍里享受着生活呢 余莉莉和他妈妈来到了宿舍 你好 余妈妈 段老师还没吃饭 吃过了 在厂里 伙食团吃过了 只是这整天上课 嗓子不舒服 人家介绍点偏方 说熬梨子水喝了好 我照着试试 从开学起 我就说 来跟段老师多交流交流 可惜一直忙 没有空 说起来 我们都是一个姓 我说话 就不管弯抹脚了 我家莉莉 一贯乖巧听话 可我没想到 居然在学校 被人推得摔倒 你看看 我家莉莉 细皮嫩肉的 这摔得多严重 嘴唇破了 鼻梁也受伤 据说当时还流了好多血 我们当家长的 这种事 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 是不是 她是女孩子 要靠脸吃饭 若是破了相 以后怎么办 嗯嗯 余妈妈 你别激动 莉莉今天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也很难过 我今天 已经教育了那个同学 勒令她当众给莉莉道歉 并且写检讨书交过来 另外 还让她赔偿二十块钱医药费 你觉得这样处理能行吗 这样处理 也差不多 不过 得让她周一 趁着生期仪式的时候 当着全校同学检讨 反正就是个 转学来的乡下孩子 对于这样的乡下人 就应该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规矩 第二天一大早 毛兔和妈妈妹妹 来到了学校 你们是徐晓菱同学的家长 是来给她赔偿医药费的 没错 我们是徐晓菱的家长 不过 事情真相都没搞清楚 怎么可能就是我们赔医药费 我们总有权利 来了解一下真相吧 徐晓菱把别的同学给推了 大家都亲眼看见 怎么叫事情真假 没搞清楚 不勇于承担责任 推脱辩解 果真是有什么样的家长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放你娘的狗屁 你这当老师的 说的什么人话 我家晓菱 多乖的一个孩子 平时话都不多说 他好端端的 去推别人干什么 段红没恶住 当老师以来 他第一次被同学家长 这么劈头盖眼的骂一通 徐晓菱家长 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态度 我什么说话态度 你没态度 还想我有态度 你说的就不是人话 我们只是来求个真相 结果你就给我们扣帽子 还什么我们不勇于承担责任 推脱辩解 这意思 你说我们杀了人 我们也得捏着鼻子认罪 张金方这么大着嗓子一闹腾 很快就引来一大波为官的人 校长也被惊动 赶了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石校长 你来得正好 这同学家长 一大早 跑来闹事 石校长 您好 我妹妹 昨天在学校受了不少委屈 我们只是想来求个公道 你们是来求公道的吗 你们就是来吵架的 事情真相如何 我们都还在求证 段老师就急着妄下结论 被人非议 在所难免 为了不影响教学 校长将一众当事人叫进了办公室 小林点了点头 不过我要求 给小林重新换一个班级 换一个新的班主任 嗯 这个你不提 我也会重新安排考虑的 当初这许小林进子弟校来读书 可是李厂长亲自打的招呼 别人不知道 我可清清楚楚啊 行了 你们几个同学 跟许小林道歉吧 对不起 许小林 是我们冤枉你了 我们不对 以后 我们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希望你能原谅我们 没关系 于莉莉张张嘴 却说不出道歉的话 这时校长办公室 闯进了两人 正是于莉莉的妈妈和爸爸 我听说 这儿在三堂会审 我家孩子被叫到这儿来问话 这种事 怎么可能不通知我们当家长呢 于莉莉连忙跑到母亲的身旁 莉莉 你别怕 妈在这儿 你谁也不用怕 他们想人多欺负人是吧 妈和爸一样在你身后 替你撑腰 这些学生啊 一个个不是省油的灯 摔了一跤而已 现在居然把各方的家长都给惊动了 就是许小林推我的 就是他推我的 哼 果真有什么样的家长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可这两个同学都已经作证 并没有看见许小林推于莉莉 人家已经真心实意道歉了 他们没看见 不代表就没有 总之 这件事 大家都有过错 就这样算了 我们也不找这兴许的要什么医药费 瞧他们那穷三样 也赔不起这二十块钱 你骂谁呢 你才一副贱象 想钱想疯了 碰着谁就想敲诈一笔 自己是个废物 走路平地都摔跤 还想赖别人头上 找别人赔偿医药费 这不是想钱想疯了 是什么 眼看骂架要升级 这是李永年走了进来 这是在吵什么呢 比菜市场还热闹 我都以为我是走错了地方 就是我将孩子受了一点欺负 我们在这儿替孩子讨公道罢了 没吵 没吵 讨公道 来来 说一说 你们要个什么公道 看着李永年的态度 他们夫妻俩也不敢再造此 没什么 我们一切听学校处理 学校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哼 老师 你看着办 怎么处理 当然是勒令于莉莉同学 跟徐晓玲同学道歉 周一当着全校师生检讨 徐晓玲同学 以后就转入一班 由学校最好的老师带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实校长多多费心了 至于段红梅老师 感觉他还是年轻了一点 教学经验不足 继续当班主任不合适 就暂时调去搞搞后勤 等以后资历够了 再重新考虑 傻 这就调我去后勤 那不是代表一时办会 转不了正 我努力巴结班上的这些 有权有势的同学 就是想这些同学的父母 能帮着提携自己一把 可现在 竹篮打水一场空 实校长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好好改过 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哼 你求我干什么 我们公事公办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他转头想让于莉莉的父母 帮着他说两句好话 于莉莉的父母 皆是眼望敌 敌关心 啥也不说 徐晓菱同学 看在我们师生 异常的情面上 你就原谅老师这一次 帮老师求求情好不好 我还年轻 我还有家庭要照顾 你这会儿知道 求我家孩子了 刚才 你不是多拽的 你不是要把我家孩子 开除你的班级吗 现在 如你所愿 你别来扭着 我家孩子不放 不 晓菱 晓菱 你说话 你说句话 你原谅老师好不好 你帮着求情 让实校长别撤我的职务好不好 哼 我不会原谅你 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你往为人师 却没有一点失德 毛兔一家人果断离去 这件事也算圆满结束 毛兔私下找到李永年 今天的事 多少是李永年的情分 打算请李永年吃的饭 你太客气了 当初承诺 安排你妹妹进学校 自然应该是帮你安排好 这吃饭什么的 心领了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来找我 这猪老师口碑不错 我家彤彤 当初也是他教 那行 这人情 我记下了 毛兔带着妈妈和妹妹下馆子 庆祝小林换了新的老师 傻丫头 以后 在学校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 一定要记得回来说 知道吗 可别像以前那样 自己闷在心中 知道了 还有 读书这是 你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送你来读书 是希望你能学习文化 懂些知识 增长一些见识 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毛兔给母亲加了一个鸡腿 妈 你今天表现得也很好 值得鼓励 以前 被徐家打压得太久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痛快淋漓的 比自己这一对儿女出头撑腰 这感觉 太他妈的爽了 这边 缺牙齿回到村了 到处炫耀自己在省城的见闻 惹得众人羡慕不已 就算去了省城又怎么样 不过就是给徐毛兔跑腿 我们是给兔哥跑腿啊 有人想给兔哥跑腿 还没机会呢 你个小屁孩 什么都不懂 被人卖了 还在替人数钱高兴的啥 徐毛兔挣这么多钱 结果才给你们多少 关你屁事 你们倒是说啊 徐毛兔挣了这么多钱 他给了你们多少 对对 徐毛兔是给了你们多少钱 你们帮着他忙进忙出 每次帮忙 兔哥是按十块钱一天给我们的 十块钱一天 在当时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高的价钱 而且 跟着他办事的时候 吃的喝的 全是兔哥请我们吃的 不要钱 敞开肚子吃 十块钱 你们就满足了 知道徐毛兔一天挣多少步 他挣那么多 结果才分你们这么点 小混混看不惯 缺牙齿和毛兔混得越来越好 就打算挑拨理解 十块钱你们就满足了 知道徐毛兔一天挣多少步 他挣那么多 结果才分你们这么点 周围人被蒋军这么一挑拨 也不免寻思 是啊 徐毛兔挣的钱 肯定不止这个数 挣这么多钱 才分给别人十块 这就不够意思了 怎么也得分一半吧 不说分一半 分个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也行 缺牙齿越听越不像话 这一掌怎么可能这么算 兔哥要找门道 要贴本钱 要找销路 这一趟去省城 险些连命也大伤 蒋军 你存心找事是吧 缺牙齿说着就要去跟蒋军干假 被旁边的人拉住 拉住我干什么 我要弄他妈的 阴阳怪气的小人 当初就故意放毛兔的鸽子 现在又想生些事 蒋军他霸气的有点心梗 让温叶早早起床上班 温叶 这还有一节黄瓜 你带上中午夹个菜 温叶后妈李淑华讨好的 递过来一根黄瓜 不用了 你们留着自己吃 温叶丝毫不领情 走了出去 这个死泥子 居然软硬不吃 李淑华的大儿子 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过来 这是李淑华改嫁过来带的儿子 妈 你一大早 在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想说服温叶这个烂货 让他把名办代课老师 这工作让给你 妈 他不愿意把这名办 叫失资格让出来 那就算了呗 不如 你跟温老五说说 让我娶了瘟业 这样肥水不流外人钱 人归我了 这工作 不一样 也算自家的 放屁 娶谁不好 娶这样的破鞋 你等着脑袋犯律 到时候 他跟他那妈一个德性 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他敢 他要敢跟别的男人跑 我打断他的腿 温老五正是黑着脸走过来 这样的对话 已经触犯他的逆铃 张华看见他赶紧跑路 他对这个技术 可是一点也不亲近 卯秃这边 招待所大姐又给他找了一间房子 这次的房子 卯秃挺满意的 房租虽然要八百 但还在卯秃的承受范围内 如果你能看中了 我就约着对方来跟你们谈 谈好了 写好字句 到时候去房管所过户就行 这是一个受得跟竹竿似的男人路过 你们是要买房啊 你有房卖 有个门脸房 要不要 在哪个位置 可以看看 几人来到了门脸房的位置 这房子不好 这房子死过人 上吊的 不是善终 谁买这房子 谁就会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兽竹竿男子脸色难看 他父母当时也是想捡便宜 花了几百块钱 买下这房子 让兽竹竿结婚 好安家乐业 没料的 结婚没多久 兽竹竿跟人学会了赌博 欠了一屁股烂账 老婆要带着孩子回娘家 结果 过娘家的路上 出了车祸 老婆孩子没了 既然这样 那这个房子 我们不去看 谁会买房 买个凶宅啊 房子特别便宜 只要两百块钱 要不要 两百块钱 卯兔被这个价格惊住了 那我们去看看吧 这房子 再便宜也没用了 太邪门了 卯兔去看了一下房子 阴暗潮湿 还死过人 确实不适合居住 房子还是挺大挺宽敞 住一家几口人 完全没问题 房子是便宜 我买下也没问题 不过 你也知道 你这个房子过人 很邪门 我得花钱请人来做点道场 做点这个宝瓶安也不错 到时候 我肯定会请高人来做法 否则 压不住 你别等我请了高人做法后 你又反悔 闲钱卖少了 不会不会 你花钱买了 就是你的 我怎么可能再来闲钱卖少了 行 那这房子 我就要了 卯兔跟兽竹干约好 明天找时间去房管所过户 又跟大姐说 之前看的那套房子 也会买 卯兔 那个房子便宜归便宜 可是 买下来 会不会有问题 我这心里发出 心慌呢 妈 那房子 谁说买来住了 那么阴暗潮湿的房子 送我住 我也不可能去住 那你怎么还要买 我是看他那位置不错 我们买下来 可以开个店 天天进出的人多 阳气自然就足 还怕什么老房子闹鬼 再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 是无神论者 又没干什么魅良心的坏事 行得正做的端 还怕什么子虚乌有的事 人恶人怕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第二天 卯兔就在大姐的陪同下 去房管所办这两套房子的 不护手续 卯兔特意在合同上 备注了几条 以后 卖方不能找各种借口闹事 企图收回房子 否则 得按当时市价行情收回 并赔偿这段时间 支付的各种费用 以防房价涨起来 有些卖家搞事 农村中小子 一下子买了两套房 终于在城里扎下了根 徐卯兔 你这买了房子 就要搬走了 我们可舍不得呀 不会不会 暂时还不会 这房子是买了 可还得整修一番 卯兔很快就找师傅 开始装修住的那间房子 等家里装修的差不多了 过几天把电视机 什么的都搬进来 安顿好装修的事情 卯兔又回了招待所 徐卯兔 有个大美女找你呢 卯兔连忙过去 竟然是温叶在等她 温老师 你怎么来了 卯兔的一句温老师 让温叶有些脸颊发红 随后跟着卯兔进了房间 卯兔啊 有客人呢 来姑娘 先吃个苹果 阿姨 你不用这么客气 我就是来找徐卯兔 跟她说点事 说了我就走 没关系 吃个水果也不耽误 在母子俩人的注视下 温叶小口地咬着苹果 这是她长这么大 第一次吃苹果 苹果的香甜气息 在唇齿间弥漫 这段时间 胡主任没再找你麻烦吧 没有 上次我还没好好跟你道谢 不用跟我道谢 任何人碰上这样的禽兽 都会出手教训她 你上次说 想读书 我专程找人各个渠道打听 你这种情况 可以继续读 这是当初卯兔 去找她识边的一个理由 没想到她真的记在心上 你跟我一起去读书吗 我 我不读了 我已经在当老师了 那你陪我去学校好不好 没人陪我 我有点怕 我怕见老师 昆叶忍俊不住 笑了起来 你居然怕见老师 看见老师我就心慌手抖 两脚发颤 话都说不明白 那你怕不怕我 我看你一点也不怕我呢 她这么一笑 眉眼微勾 眼波流转 直接把卯兔看呆了 赶紧喝了几口水 压了压造洞的心 我真很怕老师呢 瞧你这紧张劲 手脚都不知道放哪 那下周 我陪你去吧 省得你紧张 这不是歪打正着 还有这样的好事 那好啊 我年纪小 你可不能骗我哈 随后卯兔便送温叶回家 许卯兔跟那些重地的庄稼汉 一起抽烟拉家长 打探着温叶和张华的情况 这才知道张华是温叶后妈的儿子 温叶的处境 可真是难啊 还得想办法 努力把他从这儿给救出去 可是不到万不得已 想必温叶不会离开这个家 也不会随意接受我的赞助 还是先把生意做起来再考虑吧 毛兔回去就开始装修门脸房 抽空去申请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 随后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着张金方做的菜包和月饼 日子很是红火 而徐家这边却很难过 外债越来越多 徐小飞嚷着中秋节要吃月饼 结果被徐老太痛骂了一顿 吃吃吃就知道吃 那月饼有什么吃头 也不嫌吃的你的慌 我就不嫌你的慌 你就算给我十个 我也吃得下 徐老太气得拿扫把疙瘩要打他 徐东生 你们家的信 徐老太的烦心是一扫而光 赶紧迈着小碎步 从田耿过去接过信 哪寄来的呀 京城寄来的徐大民 徐老太一听是宝贝孙子记的信 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 我家大民从大学给我们写信来了 我家大民可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这中秋节还惦记着我们 赶着给我写信回来 以后啊 我可是要跟着大民进城去享福的 徐老太把信拆开看看 看看大民说什么了 说不定 你家大民还给你们汇款过来呢 这读大学可是国家有补助的 才不给你们看 省得你们这些人一个个眼红 徐东生脸上 也是喜气洋洋 这段时间的颓丧一散而空 回到家就让徐小飞面行 大民哥说他现在在大学很好 努力读书 老师很看重他 不错 不错 大民这孩子就是这么有出息 上哪儿都被人看重 大民哥还说 他现在的生活费不够用 让你们再寄些钱给他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大民的生活费不够 不是说他们读大学 还有补助吗 徐老太脸上的笑容 有些挂不住了 他还指望大民读了大学 挣钱给家里用 你不相信就自己看 大民哥说了 他现在生活费不够用 那边天气冷 他还要买衣服穿 否则冷得打哆嗦 他已经病过一次了 这一说 徐老太哭天抹累起来 我可怜的大民哦 你背景离乡去外地上大学 在外地没人照顾你 吃不饱穿不暖 还生病 这怎么是好啊 没有奶在你身边照顾你 你生病了怎么过 徐老太在这哭哭啼啼 徐东升听着心里发紧 东升 你可得想办法呀 给大民凑生活废去 可不能让他在外面挨饿受苦 你放心吧 这是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的 不可能让大民受苦 徐晓飞听着对话 心中极为不满 为什么 这中秋节 我想吃个月饼就要挨骂 而大民哥写信回来 说差钱用 奶奶和大伯就想方设法 要给凑钱寄过去 同样是孙子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来 我妈啥时候回来 我想她了 我怎么知道 有本事 她一辈子就待在她娘家不回来 徐东升此时心里在盘算 哪去挣钱 上一次打伤别人 欠的费用还没有付清 想来想去 想不出更快来钱的办法 他又决定去卖血 卯兔这边整了一批铜钟 打算卖掉 这玩意在这边没有市场 厂里的效益很差 我记得 曾经的一个首富 可就是靠这个玩意 拉去护士 挣了第一桶金 这东西 在本地销量不好 但外地还是挺吃香的 走首富的路 让首富再开辟新路 中秋节后 熊耀伟开着货车路过 卯兔就把自己弄的这一批货 跟熊耀伟说了 老规矩 这一批货 大家各出一半的本金 一起压货去护士 大家资金共担 风险供单 利润也供分 熊耀伟对于这个并不是很看好 这东西 拿去护士 真的能赚钱吗 要知道护士的东西 在全国都是高档代名词 只有从护士拉东西出来卖 可没有拉东西去护士卖的道理 这个 你只管放心 保证没问题 卯兔帮助公安捣毁车匪团队 获得见义勇为的锦席 他的命运已经完全改变 卯兔和熊耀伟将同中卖掉 赚了五万块钱 卯兔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是第一次来护士吧 你怎么知道 这一批闹钟 居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 我一个货车司机 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 我都不知道这个门道 有个伟人怎么说来着 我们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向前走了一步 我只是利用了首富的信息差 真正厉害的人 是首富 熊哥 这回去咱也不能反空啊 我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适合卖的 好啊 正好我和小洛也出去转眼一下 老兔出门闲逛 看到一家皮鞋店 这皮鞋可是高档货 多少人攒几个月工资 就为了买一双皮鞋 要是能联系到厂家 拉一批皮鞋回去卖 那应该也不错 老兔直接进了皮鞋店 以一个顾客的身份体验 记录着各个皮鞋的商标和厂家地址 随后就直奔皮鞋厂而去 结果人家根本不理他 连门都进不去 老兔随后去拉拢皮鞋厂的销售人员 甚至跑去皮鞋厂厂长家里赌人 连他那张未名除害的警戏 也成了他证明身份的筹码 这才弄到了一车皮鞋 下一次 绝不再来护士拉皮鞋了 就找本土的皮鞋厂就好 老兔还私下结交了一个皮鞋厂 退休下来的老师傅 用真诚感化他 拿到了两双皮鞋的母鞋 老兔 这皮鞋生意 我也入一股啊 放心 我肯定会拉上你 我现在 已经有了第一桶金 可以把生意做大一点了 招待所这边 有个外来的客人突然生病 服务员大姐找张金方帮忙 张大姐 我正在找你呢 有位住招待所的同志 现在肚子不舒服 又吐又拉 人家外地同志在本地人生地不熟 我得想办法送他去医院 我一人搞不定 你帮我搭一把手 那行啊 小玲 那等会你自己去学校 我去帮帮你郑阿姨 好的妈 我自己去学校 你不用担心 来到医院 大姐去找人挂急诊 只剩下张金方搀扶着 那个男同志黄志国坐下 这一幕刚好被来卖血的徐东生看到 张金方 这该死的婆娘 居然在外面找眼男人 张金方 你个不要脸的死婆娘 你居然在外面找眼男人 张金方脸骚得通红 你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老子亲眼看见 你跟这个男人拉拉扯扯 听着徐东生的叫骂 医院里的人都忘了过来 还只是颠颠起来 大哥 你别误会 我跟这位大姐没什么 我就是病了 她帮忙送我进医院而已 张金方 你简直是不要脸 难怪要分家出来单独过 原来在外面 找了相好的 徐东生 你闭嘴 我跟你已经离婚了 当初黄队长都说过了 离婚后 大家再无瓜葛 再没关系 你凭什么来管我 四周的群众一听 离婚了呀 那确实管不着 你在外面的野种 都那么大了 我没说你什么 结果你还有脸 在这东骂西骂 郑大姐此刻也回来了 一猜就猜到了徐东生的身份 你这个混种东西 你以为你谁呀 简直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逼得媳妇孩子 离家出走 你这种人 怎么不一雷劈死你呢 还在这蹦大 自己不是个东西 还好意思在这骂人 我要是你呀 早就自己找块豆腐撞死了 才不在这儿丢人现眼 明明人家是做好事 帮着我一块 送这同志来医院看病 你狗嘴吐不出象牙 还往人家身上抹黑 被这么一骂 徐东生这才认清事实 张金方已经不是 那个任打任骂的同样戏了 可四周那么多人看着 徐东生脸面吓不来 恼羞成怒中 就仰手要打张金方 张金方将身子往旁边一闪 趁机踹着徐东生一脚 徐东生直接被踹得吐了 早上刚喝的一肚子水 张金方 你别得意 老子今天不跟你计较 你等着 徐东生夹紧双腿 迈着小碎步 快些走开 他担心 下面也要喷些水出来 那可太丢人了 还以为 果真是捉尖的戏码呢 结果搞半天 这男人 居然是这么一个怂压 呸 算你走得快 否则呀 非骂你三天三夜不可 卯兔回来之后 就打算回村里找缺牙齿他们帮忙 结果他们正在打牌 看到卯兔连忙凑过来 兔哥 你好一阵子没来找过我们了 这不是来找你们了吗 兔哥 这次是让我们做什么 跟着兔哥有肉吃 有钱赚 我准备开个皮鞋店 卖皮鞋 卖皮鞋 就是那种甩尖的皮鞋 走起路来 踏踏踏踏踏响的那种 对 就是那种 走走 我们去卖皮鞋 卯兔带着缺牙齿和玉萍往外走 迎面遇上了大队长黄正龙 黄队长今天倒是挺闲的呀 是啊 挺闲的都快闲得发霉了 你也看见了 这闲下来了 村里人 大多都是坐在一块打牌 哎 这天天打牌也不是好事 昨天老杨头家的为了打牌 闹得鸡飞狗跳 他家儿媳妇 居然记得喝农药要厮杀 确实赌钱不好 要不你得想想办法 开什么玩笑 村里人闲得打牌 我能想什么办法 毛兔了 这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 你是赚了一些钱 你挣了钱 你以为没人眼红 是我压着那些眼红的人 明里暗里都敲打了 让他们有能爱 自己想办法挣钱去 别只顾着眼红人 叔 这是 真是多谢你了 可这村里 不是人人都有本事 能想办法挣钱啊 所以 毛兔你是不是帮着搭一把手 你别说的这么好听 你也是担心 你儿子打牌输钱 是 我儿子也不成器 跟着也在打牌完 我就怕玩物丧之 以后这骨子风气越来越歪 所以 我今天舍了这一把老脸 来跟你商量商量 是不是 找个什么门道 打着大家一起干点事 叔 你的意思 我明白 我回头合计合计 农村小伙在城里 开了一家皮鞋店 几个小伙伴 替他一起收拾店铺 随后一起去小摊吃饭 兔哥 你一定要送我一双皮鞋 甩尖子的那一种 放心 不用你们说 我也会送你们 皮鞋店的小骨 也可以给两人 但是这个打牌的事情 还是要提醒一下 今天你们在村里打牌 还挺开心的呀 别提了 我这段时间 都输了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啊 相当于普通人 一两个月的收入 卯兔脸色阴沉 他好想打人 怎么办 玉萍见卯兔脸色不好 对缺牙齿道 你以后就别玩了 这怎么行 我输了这么多 还想着翻本呢 卯兔直接将皮酒瓶 往桌上重重一颗 缺牙齿后面的话打住了 二哥 虽然说 小赌一情 可总是想着打牌翻本 这种心态不好 以后别再去打牌 更别轻易赌钱 能不能办到 看着卯兔如此严肃 缺牙齿心里慌慌的 以前都是一起玩耍打闹的小伙伴 一块长大 怎么卯兔现在身上的威严 越来越重了 好 以后我不去打牌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平时怎么玩闹都可以 但有些底线 我还是说在这 黄赌毒 这几样东西 我是不想你们沾染的 肯定不会 我肯定不会了 只是 这黄赌毒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在下保证啥 耍流氓 赌钱 抽鸦片 这个懂了吧 二哥 你放心 我哪会耍流氓啊 我现在 就在正正经经的相亲 合适了 就结婚 二哥 你现在挣了这么多钱 给你说亲的 也有好多吧 少来 我才不需要谁给说亲 招待所那个大姐 也说要给他提亲 卯兔都以自己 有未婚妻为由 婉转拒绝了 此时脑海中 依稀浮现出 温叶的身影 中秋过后 就没有见过他了 在没有手机通讯的年代 想见一个人 真的很不便啊 他非常非常想去见温叶 吃好没有 吃好了就回去睡 早睡早起身体好 别这样的年轻 就不把身体当一回事 卯兔让缺牙齿和玉萍回去 自己则骑着自行车 赶往温叶的学校 可是学校一片漆黑 显然没有人在 卯兔又去了温叶家门口 不知道该怎么去找温叶 这是一条狗叫了起来 然后全村的狗一起叫了起来 吓得卯兔赶紧回了家 卯兔的步步高 皮鞋垫很快就低调地开业了 可半天都没有人来 急得缺牙齿几人团团撞 好不容易有个女同志 看着这新开的店 颇为好奇 站在门口向里打量 却牙齿一个激动跑上前 欢迎欢迎 快紧静 我们的皮鞋款式多多 保你满意 她不这么热情还好 这一热情 把人家女同志给吓着了 女同志只感觉这个店太邪门了 有头就跑了 黄小刚和玉萍健壮 又哈哈大笑起来 笑屁啊 有什么好笑的 这些话 是二哥让我们说的 二哥 就是 你要我们什么服务态度好 依我说 这不要什么热情服务 说不定 人家倒进门了 我是说要热情服务 可这个度 也需要把握好 不能让人产生一种局促感 在别人不明白 不清楚的时候 多做讲解 打消别人的顾虑 而不是一副黄鼠狼 给击败年的架势 我刚才的架势 像黄鼠狼给击败年 很像 缺牙齿器得走到 最里面仓库位置 独自生闷气去了 行啊 大家别挤在门口了 在后面坐着休息一阵吧 罗春梅和一个 叫王燕的女职工 今天过梁站来买米 路过步步高皮鞋店 都好奇得多打量几眼 这一打量 罗春梅发现了 店里面的毛兔 徐毛兔 罗阿姨 还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嗯 这是我开的皮鞋店 才刚开张营业 你开的皮鞋店呢 你居然跑来开皮鞋店了 罗春梅放下心了 迈进皮鞋店 好歹是熟人 进来逛逛 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些皮鞋 全是我从护士运回来的 款式新颖 质量挺好 罗阿姨试一试 那就试试 罗春梅坐在凳子上 兴致勃勃地试鞋 旁边的职工也很心动 却没有动作 这位同志 你眼光不错 这一双高跟皮鞋 是护士现在流行的款式 不如试一试 这鞋上脚效果很好的 不用了 不用了 这皮鞋 看着这么高档 价格这么贵 我可没底气势 没关系 试试又没关系 就当试着玩 不买也没关系 真的试了不买也没关系 当然 我还能坑一不成 王燕也打消了心理的顾虑吗 开始试穿起来 罗春梅对试穿的那双鞋很喜欢 那就这一双吧 多少钱 罗阿姨 这双鞋 选用上等材料 是头层小牛皮制成 又是忽视过来的高档货 价格肯定要稍高一点 要58块钱 正在试鞋的王燕 吓得一个猎钱 一双皮鞋 58块钱 吓死人了 这不是不吃不喝 得两三个月的工资吗 罗阿姨 看得大家是熟人的份上 你安心买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个折扣 只算你50块钱好了 50块钱倒是没问题 只是 我这出来买你 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要不 我改天再来买 罗阿姨说的什么话 大家这么熟 提什么钱不钱的 你只管把鞋拿去 什么时候有空路过 再给我把钱烧来就成 行 那我改天 把钱给你带过来 同志 你可以试着走几步 一双鞋 最重要的 就是穿着舒服不舒服 这不好吧 这走几步 皮鞋上弄出褶子 那肯定要我买 没关系 这么穿着是几步 不会有问题 王燕试着走了几步 一双舒服的皮鞋 穿着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就是这价格 无法接受 我这个 也是头层小牛皮做的吗 哦 这个不是 这一双鞋 是二层牛皮做的 价格相对来说 便宜多了 只要32块钱 这双鞋 你穿着真的好看 买下吧 这是我朋友 不如你也给打点折 给优惠一点 这样吧 给28块钱好了 一双皮鞋 30来块钱 真的不贵 你看看 我们的皮鞋质量这么好 穿五年完全没问题 这么一平摊 一年也才花六块钱 一个月算下来 才五毛钱 一天连两分钱都不到 这不是挺便宜的吗 何况 一双皮鞋 你只要爱护一点 不止穿五年 农村小伙的皮鞋店 开业第一天 只卖出去两双皮鞋 人家还不太放心 这真的能穿五年 你尽管放心 我们的质量 肯定有保障 这是我们的三包卡 三包卡是什么东西 凡是在我们鞋店买的鞋子 如果一周内 未经穿过或者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包退 凡一个月内出现断底 断帮等质量问题包换 如果三个月内出现开胶 掉线 掉根这些问题 我们包修 这意思 我这买的鞋 有了问题 就可以回来找你们修或者换 当然 罗阿姨 我们能给三包 这也侧面说明 我们皮鞋质量是非常好的 你只管放心的穿 罗春梅和王燕笑嘻嘻地提着鞋盒向外走 罗阿姨 如果你们穿着这些满意 多多帮我们宣传宣传啊 好东西 可就得靠你们的口碑相传了 放心吧 这皮鞋要真的质量好 我们肯定替你全场宣传 第二天王燕穿着新买的皮鞋去上班 大家都注意到他买了新皮鞋 王燕 买新皮鞋了 挺洋气的呀 这鞋的款式 看着挺漂亮 百货公司买的 我昨天才逛了百货公司 怎么没看见 不是 我这是在步步高皮鞋店买的 新开的店比百货公司高级 这些皮鞋 全是护士货 质量有保证 这说 大家根本不相信 百货公司 才是最好的代名词 还有比百货公司高级的 不相信 昨天我跟罗春梅一起去的 开皮鞋店的 还是他的熟人 那这皮鞋挺贵的吧 不贵 一天不到两分钱 一天不到两分钱 王燕 你说些什么鬼话 我没说鬼话呀 确实是这样 这双皮鞋 给我折扣后 二十八元钱 质量好 至少能穿五年 平均下来 一年六块钱 一天两分钱不到 全车间的人 都被这么一个平均算法 给惊呆了 王燕 你别走 下班后 带我去这个店看看 我也要去 整个车间的人 对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不得不说 这无形中 是进行了一波免费的宣传 噱头十足 第二天一天 皮鞋店依旧没人 快下班的时候 那个招待所的大哥走了过来 买了两双皮鞋 买完却没有离开 一直看着皮鞋店的招牌 叔 你这是还打算给家里人买两双 黄志国左右看了看 靠近卯兔 你说 开这样的店 不会惹麻烦吧 啊 卯兔脸上的微笑渐渐凝固 你别乱想 我就是问一问 我看许多地方说开放 但也拿不准 看你这么搞起来 所以就想问问 毛兔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黄志国的问话 真把他给吓了一跳 还以为 是来威胁找麻烦的呢 叔 你也是个业务员 经常出差在外 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吧 这个形势 你应该比我看得开啊 实不相瞒 我们厂子 现在也在军转民 我只是在想 要不要自己出来搞 可这也拿不准啊 我就是看你这搞的规模不小 挺有胆量和眼光 想来问问你的意见 这我哪敢轻易给意见 这要成了 自然是好事 万一人家搞不好 那不怪自己瞎出意见 叔 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 也不了解你们这些事情 所以 你自己想怎么搞 这真的 只能自己拿主意 别人的建议 都不起作用 只能自己多听 多看多想 不过这南方是先行者 春江水暖压先知吗 他们在南方 可能比我们更知道 水暖不暖 哦 这话 导向是给了黄志国 某种肯定的信号 他好像得到了 某种信号指示 对对 春江水暖压先知 黄志国走后 卯兔就安排 缺牙齿几个回家 他们现在都有一身 工衣的 确凉的衬衫和牛仔裤 皮鞋 这时王燕带着 一群女工过来 老板 我带人来照顾你生意咯 多谢多谢 看看 这皮鞋店 是不是看着 比百货公司高级 嗯嗯 这皮鞋店 看着真带劲呢 以我去市里 看见的那些皮鞋店 还高级 款式好多 比百货公司的款式多了去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 吵得卯兔头都大了 连忙出声 谢谢大家来店里逛逛 我们的皮鞋 肯定是款式多 尺码齐 能让大家挑到 自己心爱合适的鞋 至于这个两分钱的皮鞋 大家静一静 耐心听我跟你们讲解 卯兔随手拿起一只皮鞋 跟大家做举例 大家看一看 我手上的这一双皮鞋 跟王姐脚上穿的这一双皮鞋 一个价 三十块钱 她的质量这么好 在我们三包的情况下 可以穿五年 平均下来 是不是一年只需要六块钱 这些女工 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但算账的能力 还是有的 按这样的平均下来 是不是一个月只要五毛钱 分摊下来 是不是一天只要两分钱 对对 就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能穿五年 穿不到五年 能回来找你 当然能 我们质量三包的 穿不到五年 你回来找我 这个时候的皮鞋本来质量就好 再说一个月工资买的东西 大家买回去都会好好保养 很快一群女人 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卯兔的皮鞋店 也算打出去了一点名头 过了几天 黄正龙和一个公社的知书 来到了店里 一副视察工作的样子 黄队长 文知书 你们可真是稀客 我们今天是来县里开会 这阵子 一直听黄小刚说 你这开的皮鞋店怎么好 我就来看看 果真 我就是没见过世面啊 光听黄小刚说起 怎么扬盘 怎么高大 现在亲眼来看过了 我才知道 这个皮鞋店 是怎么一个好法 文知书 黄队长 走路可了吧 来 喝点水 润润嗓 这一次 我来城里开会 主要是吹吹风 现在 上面要评选万元户 我就捉摸着 以往我们生产队 可是没什么好事情 这一次 能不能争取露个脸 评万元户 我知道 你前阵子 贩卖一些土特产 挣了一些钱 可我不知道 你修行挣了多少 我就是来问问 你挣的有多少 看能不能报个万元户的资格 卯兔不可能老实地交代 黄队长 你当初也看见了 我分家出来单过 连饭都吃不上 我就是冒着风险 挣点饭钱 再说 我们县城这么富裕 万元户肯定不少吧 只怕人家早就把名额占完了 屁 哪有这么多的万元户 我看卫东公社 他们一口气 报了八个名额上去 可那八个人 我都打听了一下底细 能有几千块钱 就顶翻天了 哪有收入万元 他们就是夸大了说 这个 不可能夸大吧 人怕出名猪怕壮 怎么不可能夸大 这真要凭上万元户 县城表彰开会 除了有奖状 公社也有表彰 而且还有一台缝纫机当奖励 这就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 村长找到卯兔 想让他去评选万元户 卯兔却不想当那个触头鸟 卯兔 你得替我们生产队争气 我想报你的名上去 我和文之书想过了 真要是差点 我们给你想想办法 看怎么凑一凑 卯兔听着想办法凑一凑 不有好笑 据闻 曾经有一个人 家产达到了9821元 一万元户还差179元 为了凑齐这179元当万元户 一家几口 咬咬牙 把家里养得两头半大的肥猪给杀了 凑齐一百多块钱 又找亲戚借了20块钱 总算家产达到一万元 刚要点鞭炮庆祝 村长才哭丧着脸说 家里的肥猪 当初已经按一头50元的标准 折算在家产里面了 这算是重复记账 不作数 我大概也就只有五六千块钱吧 怎么可能才五六千块钱呢 我看过了 你这的皮鞋这么多 就算折算成钱也不少了 对对 就这么多的皮鞋就不少 要是实在不够 这个七八十块钱的皮鞋 也可以多报一些上去 好吧 黄队长 我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万元的家产 你们实在要推举我上去 我也不能给你们掉链子 哪怕借 哪怕找银行贷款 我也会凑七万元护质的资格 黄正龙和文之书听着卯兔拍着胸口担保 这才放下心来 那这些材料 我帮你整理上去 你只管放心好了 那我多谢你 如果真能评选上万元护 我请两位喝酒 刚送走黄正龙和文之书 一转头 卯兔就看见了温烨 他静静地站在那儿 冲着他笑 明明什么也没说 可弯弯的梅叶 仿佛已经蕴满了千言万语 温烨 你怎么来了 卯兔大步迎上前 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看吧 有了媳妇忘了娘 我带着温烨来找卯兔 结果就这么华丽丽的 被儿子无视了 阿姨带我来的 前阵子 不是说好去报名读书吗 一直没见你的动静 我就过来问问 你们慢慢聊 我进店去看看 今天是缺牙齿轮班 黄小刚跟缺牙齿几眉弄眼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那个女的 来找兔哥了 上一次在镇上 兔哥就跟他有说有笑 你说 他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兔嫂啊 我看兔哥挺喜欢他的 果真是个角色大美女啊 我都找不出更多的词 来形容他怎么好看 你说 他们在说什么 估计是问 你吃饭了吗 屁 哪个缺心眼的会说这种话 出对象会说这种话 那你说 他们在说什么 这怎么也应该说 啊 亲爱的徐毛兔同志 我好想你 听着这话 黄小刚搓了搓自己的手臂 这话 怎么听得直打冷战 算了 不跟你说 一个小屁孩 毛都没长期 啥也不懂 我长了毛的 什么长了毛 啊 阿姨 我再说这个皮鞋 随后毛兔骑着自行车 带着温叶在乡村公路上兜风 温叶紧紧抓着毛兔的衣服 很是紧张 我才买的自行车 汽车技术不怎么好 你坐稳啊 可别摔着 温叶没说话 只是紧紧拉住毛兔的衣巾 稳住身子 无数次幻想 骑着自行车带温叶四处游山玩水 此刻终于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希望下一次 温叶不是坐在后座上 而是坐在前杠上 两人随后来到了上学的云季中学 你已经好几年没读过书 再来读书恐怕成绩跟不上 不如你今年在家里复习复习 明年从高一重新开始 毛兔对于读书并没有很深的执念 为了读书而读书没有多大的意义 石校长 我这个年龄老大不小了 我想跟着高三走 石校长不同意 石校长的建议也是为你好 从高一开始也是好打牢基础 我还是想从高三直接开始 看你信心十足 这是有把握能考大学 毛兔汉言 石校长 你教书多年 想必你也知道 读书这事真的靠天赋 这话吓得石校长 紧紧闭上嘴 就算我知道真的靠天赋 但我也不能说 否则怎么劝同学们努力学习 我就是想试试 如果我没有这个天赋 不是读书的料 就没必要在学校浪费太多的时间 最后看在瘟业的面子上 毛兔承诺给学校捐五百块 总算在这里挂了名 温老师 你今天帮了我 我怎么也要请你吃饭表示感谢 不用 举手之劳而已 不是举手之劳 你刚才也听见了 我的基础差 你总得帮我补补课吧 否则 我还真没底气去学校了 这么大的人 考试的鸭蛋 好丢人 温烨顿时笑了起来 他已经想到了 毛兔去学校考试的鸭蛋的场景 再说 我妹妹现在学习成绩也很糟糕 我也找不着老师给他补课 一课不凡二组 还真得麻烦你 帮着我们两兄妹一起补补课 毛兔带着温烨来到了国营饭店 他记得前世温烨对红烧肉 一直惺惺念念 两人吃饭的时候 毛兔突然整了个大招 温烨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你这人很好 怎么个好法 很热情 很仗义 也很乐观 而且挺会照顾人 温烨见得毛兔的俊脸就在眼前 明亮的眸子一直望着他 眼神中包含着深情 温烨的心也不由乱挑 温烨 我喜欢你 如果你不反对 我想跟你出对象 上一世 他没能和温烨在一起 现在他只想跟温烨 好好谈一场恋爱 不求轰轰烈烈 但求此生无害 我喜欢你 我不会再轻易放弃 就算你拒绝 我也不会轻易放弃 温烨羞涩地看了看四周 我 我又没说不同意 没说不同意 这就是同意了 那我挑个日子 找没人上门提亲 这是不是太快了 出对象 不是要先出一段时间吗 不快 只争早息 乱用成语 对 温老师批评的对 温烨跟着笑起来 笑容中 透着少女特有的羞涩 随后毛兔带他去看了电影 送他回家的时候 温烨的情绪却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温烨 我 我的名声不好 你会不会嫌弃 不会 温烨 那些我不介意 我只在乎你 黑暗中 温烨流下泪 热泪滴在毛兔的手掌上 没想到 这么一句话 居然令温烨破防 这是一个被世俗压得 喘不过气来的女孩子 明明冰清玉洁 却因为母亲的破事 从小背负着各种污名 更因为长大后出落得如花似玉 被人刻意抹黑 毛兔和温烨表白 竟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前世的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 这边温烨回家之后 却被家人堵住 你今天一天跑哪去了 我今天去找我以前的石老师了 不对吧 你这神情 哪像去找石老师的 张华在一边 像条狗一样 细细打烊温烨一番 恨不得凑过身去温问 李淑华也看出了不对劲 温烨 你去找老师 谁陪你去的 你一个大姑娘家 主动去找男人不是好事 可别像你妈一样 这话 成功勾起温老五心底的那些耻辱感 他望向温烨 那一张跟他前妻酷似的脸 他心中生出极许恨意 爸 石老师现在调去别的学校当校长 我去找他 其实是想问他 能不能想办法 给调到他们学校转正 温烨如果能转正 这不就意味着 工资收入又多一点 老五 你别发火 温烨去找那个校长 也是为了正事 那他怎么说 不管怎么样 在乡下 能有一个民办代科老师 已经算是好工作了 如果有机会转正 那更好 石校长说 我自治还浅 让我不急 等这一学期 交完了再考虑 温老五和李舒华一想 这话听上去 好像有门 就没有再为难他 温烨这才松了一口气 希望卯兔快些来提亲吧 我是一刻 也不想再继续待在这个家了 太压抑了 卯兔回家 跟张金方说了 要去温烨家提亲的事 张金方也不意外 好 这姑娘好 比周亚强多了 模样好看 又有礼貌 还是当老师的 挺好的 到时候回村里 看谁还敢再说 你找不着媳妇 我要跟温烨提亲 提周亚这个晦气的东西 做什么 张金方去筹备上门提亲的事 他也不会啊 就带着卯兔去找招待所 大姐帮忙 就卯兔这个条件 人长得帅气 又有本事挣钱 脾气又好 城里姑娘都恨不得嫁他 何况乡下姑娘 大姐过奖了 你儿子在这一片 才是想当当的人才呢 我们家卯兔都没得比呢 估计追她的小姑娘 都要排到马路对面了吧 半久的时候 还得劳烦大姐 通知我们一生呀 你可真是亲妈 扁儿子比夸得还溜 嗨 别提了 我家这儿子上学 都快上傻了 眼看都快三十了 连人小姑娘的手 都没拉过呢 最后三人开始商谈提亲的事情 给这阿姨 好好介绍下 也能叫她多上点心 免得到时候 结外生枝 提不成亲 毕竟是上门求取 关乎李杰和面子 还是要重视 最后在圆脸大姐的指点下 张金芳准备了两包糖 两罐麦乳鲸 再加两根猪腿和两条大千门 哥 你今天 是要给我领个嫂子回来吗 你不想要个嫂子 我怕找个嫂子不好 到时候 你有了媳妇忘了娘 瞎说啥呢 我都没担心 你一个小姑娘操什么心 妈 话不是这么说 万一嫂子不好 那不是整得鸡飞狗跳 按我说啊 就现在这样挺好的 好什么好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哥大了 自然该讨媳妇 哪有可能不讨媳妇 带着妹子过一辈子的 过几年 你一样要说婆嫁 哼 妈 这是说哥呢 怎么说我了 我以后才不嫁人 就跟着你过一辈子 毛兔无奈摇摇头 虽然小林是开玩笑 但也能看出 她内心的担忧 放心 给你找个嫂子 肯定是个好嫂子 不会闹得鸡飞狗跳 但愿吧 毛兔很快带着母亲和媳妇 来到了温叶家里 原本在地里干活的 温老五也被扯了回来 看到毛兔手里的礼物 他眼睛都发直了 一旁的张华也认出了 揍了他一拳的毛兔 你走 不许你信我家 张华伸手想敢许毛兔离开 干什么 这是我家还是你家 这城里来的客人 送这么好的酒过来 居然给赶走 张华这小子 真是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了 不知道自己是个脱油瓶 赶走我温老五的主 这不是不认识吗 怕是走错了门 找错了人 今天我们是专程来 想讨一桩喜事的 看着跟在杨大姐身边 衣着整洁的毛兔 温老五心下也知晓 是来讨个什么喜事了 就把人赢了进去 没人大姐迅速进入她的角色 把毛兔一阵夸呀 温老五打量着毛兔 虽然她不喜温叶 但也承认 这个小伙子挺不错 李淑华看温老五 要一口同意这一门婚事 急了 这温业真要说了对象 那以后的工资 还剩不上脚 那明办大科老师的资格 还没让给我儿子呢 我儿子娶媳妇安家的钱 也没有呢 温业年龄还小 现在提质是早了吧 舍不得嫁女儿 人之常情 不过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在农村 十七八岁的姑娘说婆嫁 再正常不过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孩子都有了 这话 确实是实情 符合当时农村的情况 如果不是因为民生所累 要上温家来提亲的人 应该也踏破门槛 不行 我们养了温业这么久 她现在 好歹是民办大科老师 每个月 有工资的 总不能用钱在娘家 挣钱了 就给婆家吧 是啊 现在的温业 好歹有点收入 这也说明 你们家把姑娘培养的好 俗话说 龙配龙 凤配凤 温姑娘能挣钱 许卯兔也有本事 你们呢 以后就相当于 多了半个儿子养老送终 好福气啊 温业要真嫁 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 这温老五 确实以后有福祥了 那什么女婿当半子 这些就是空话 总之 想要同意这一门亲事 理得到位 大家面面相去 许多人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张金芳同样吗 他真的没听说过 这里给些什么 温业当大科老师 一个月 有十八块钱 一年算下来 可以挣两百块钱 十年 就是两千 说着这话 李淑华自己都吓一条 十年挣两千 五十年 不就是挣一万了 这温业 就是一个活的摇钱术啊 他嫁了人 这不是以后 损失一万块钱了 你这不是荡卖女儿吗 李淑华 你别过分 你当后妈的 就是见不得温业好 可不是 我家闺女还比温业小两个月 就已经说好亲事了 结果你还不想嫁人 这是存心把温业留在家里 当老姑娘 一辈子就挣钱给你们用 我不是这么想 只是 温老五就这么一个女儿 以后得靠她养老送终 现在她嫁人了 不要点礼 以后有个头痛脑热的 找谁 我娶了温业 作为一家人 自然会帮忙照顾老人 不行 一千块的礼 必须要 老五 我也是为你考虑啊 这家出去的女 泼出去的水 现在不要点回来傍身 以后可怎么办 温老五被说动了 是该要点哈 这温业到时候 真跟她妈一样 跟别人跑了 自己什么也没有 对 就这一件 得要 农村小伙上门提亲 女友后妈 竟然要一千块彩礼 一千块钱的彩礼 必须要 老五 我也是为你考虑啊 这家出去的女 泼出去的水 如果不要点钱傍身 以后怎么办 温老五被说动了 是该要点钱哈 这温业到时候 真跟她妈一样 跟别人跑了 自己什么也没有 对 就一千块钱的彩礼 老兔看他们一唱一和 脸上虽然保持着笑容 眼底的冷意却深不见底 这温业的家人 可真是一言难尽啊 难怪以往温业从不提她的家人 叔 彩礼可以给 这也表示我对温业的尊重 不行 我不要彩礼 这室友的你说 要是不给彩礼 我就不准你嫁人 这姑娘 明明跟自己儿子两情相悦 可对方的父母 还真麻烦 你不是想我把工作 让给张华吗 好 我拿工作换 抵这个彩礼 大家都愣了 你也说了 就算当名半代课老师 一个月也有十八块钱 这工作让给张华 他以后 也算有工作的人了 李淑华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早就打算让温业 把这个代课老师的资格 让给小华 有了工作 以后找对象 也挺的直邀感 这温业是少了吧 好端端的工作让出去 这年头 城里人买个工作 也得找关系开后门 还得花几百块钱 他就这么把工作让了 虽然是名半代课老师 也不错啊 我知道 我爸就听你的 你现在说 是要工作 还是要彩礼 要工作 要工作 老五 算了 你也看见了 要彩礼 人家会说你卖女儿 依我看 不如就这工作换给张华 以后啊 张华给你养老 不比什么强 温老五思考了一下 还是同意了 果真 有了后妈就有后爹 这当爹的 果真是什么都听后妈的 这桩轻视 在讨价还钱中 总算是达成协议 这一千块钱的彩礼 卯图给得出 可现在 温业愿意拿工作换 这也表明温业的决心 他愿意跟着卯图过日子 回了招待所 卯图买了一只烤鸭和几斤苹果 谢谢梅人大姐 刚好这是熊鸭尾过来 哟 这是有什么好事 呵呵 确实是好事 许卯图有对象了 哦 是吗 不错 早就该找女人了 我像你这个年龄 已经有对象了 那怎么也得喝一杯啊 随后两人进了房间 卯图将账本递给了对方 新兄弟名算账 这样才不会有隐患 哦 按这个进度 年底能分一大笔啊 肯定能行 我马上就要评选为万元户 有了这个名头傍身 皮鞋店可以大张旗鼓宣传 营业额肯定大增 那我这不是躺的就可以赚钱了 甚至以后不用这么辛苦的跑车 躺家中就有闲赚 那是当然 我现在折腾这么多事 不就是为了早日实现财务自由 有税后收入吗 熊鸭尾这一趟过来 又拉了一车皮鞋过来 只要货员有保证 卯图便能扩大经营 两人随后来到皮鞋店 却发现有人找麻烦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 拿着一双皮鞋试图向外走 玉萍伸手想拦她 小伙子 你这是跟大姐拉拉扯扯的做啥子 耍流氓吗 玉萍又气又急 就这三四十岁的女人 她耍哪门子的流氓 黄晓刚年龄小 倒没多大的顾忌 你把皮鞋放下 说了 这皮鞋 不能换的 哎呀 怎么不换 说了三包的 包退包换包休 我现在不过就是换一换 我跟你们老板这么熟 大家左邻右舍的 互相照顾照顾 走过来的卯兔一听黑了脸 兔哥 你回来了 那女人看见卯兔 连忙蹭了过来 哎呀 小徐回来了 你回来的正好 大家隔壁邻居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平时没事过来蹭个门啥的 卯兔厌恶的退后两步 拍拍身上被蹭过的地方 兔哥 他太不讲理了 前两天买的鞋 穿了几天 今天又拿回来 换一双新皮鞋 老兔虽然很生气 但毕竟是做生意 不能把事情闹大 大姐 麻烦你认真仔细看看 三包内容 有质量问题 我们肯定是包修包换包退 但没质量问题 我怎么给你包修包退 至于说的包换 那是在你没有穿过的情况下 可你看看 你这皮鞋穿上脚 走了两天路 已经有穿过的痕迹 这肯定不能包换 哎呀 隔壁邻居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换一换 又怎么了 女人笑嘻嘻的 一副没脸没皮的样子 大姐 话不是这么说 如果你来买鞋 结果是别人穿过的 你乐意吗 这皮鞋穿过 也有穿过的好处 不抹脚 新奶的皮鞋 穿在脚上抹脚 我就喜欢那种 别人穿过的 既然这样 你喜欢穿别人穿过的 那我送你两双吧 至于你这一双 肯定不能换了 送我两双 这样的好事 打着灯落红火把也难找啊 那行 这样行 小刚去把后门丢着的鞋 捡两双过来 送给这大姐 不多一会儿 她拎着两双鞋过来 递到那邻居妇女面前 这是两双破鞋 破破烂烂的 八成是来这皮鞋店 买鞋的顾客扔掉的 你 你居然给我两双破鞋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你喜欢别人穿过的呀 拿去吧 要是不够 后门外面还丢着好几双 你去捡吧 旁边看热闹的人 都哄笑起来 行啊 小徐 皮鞋店有什么了不起 哼 走着瞧 看你能拽多久 丢下这句威胁的话 对方扭着屁股 回他那边去了 行了 收好脸色 别摆着一副七姑姑的脸 影响其他顾客 怕住在你们隔壁 这样得罪了 以后会不会找麻烦 最多富人心呢 没事 这才哪到哪 现在不过就是小大小闹 做生意 以后生意越做越大 各种算计麻烦接踵而至 那时候才该各种小心警惕 几天后 万元户评选完毕 卯兔果然成为了万元户 来到县里的万元户表彰大会 卯兔赶紧和一个个万元户 打好关系吗 这都是人脉啊 拍完照之后 卯兔偷偷找到记者 记者同志拍的相片 到时候能不能私下给我两张 记者一脸正惊的准备拒绝 怎么能搞特殊话 放心 不会白要 到时候 一张照片五块钱 大家都要靠能力支付吗 妈的 这些人 一个个搞养职搞运输 都搞成万元户了 靠本事 挣钱不丢人 那我挣点钱 给你两张 农村小伙通过努力 成为县里的第一批万元户 他还偷偷洗了两张 身披红花的照片 准备拿回去给皮鞋店做宣传 以后啊 你就是我们公社的名人 大家都知道你是万元户了 以后我们还得让你关照啊 文志书 你这话 太抬起我了 我也就是 被逼的没办法 大着胆子 想混口饭吃 才有这么一点小成就 跟别人比 差远了 不管怎么说 总之 你现在是万元户了 有钱人 我都想让我儿子来跟着你混了 这个没问题 我这段时间 其实也在琢磨 做点什么 能带着大家致富 刚才表彰会 我也认真听了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我自然会做好这个表率 还是卯兔学务高 叔 有个事 我还得先麻烦你 你清楚 当初我分家出来 什么也没有 可以说是近身出户 至今 还租在招待所里 我打算 回村盖个房子 这宅基地的事 还得麻烦你多多帮忙 这个自然 黄正龙已经看准了 卯兔有这个胆色 这家伙才分家出来多久 几个月时间 就从一贫如洗 单成了万有户 还连带着大家 跟着挣了一点小钱 是个狠人 我想把房子 建在狮子山脚下那一块 叔 这事就麻烦 你帮着调和调和 嗯 狮子山脚下那一片 那一片 挺偏的 那地方目前是挺偏 离村里的居住地缘 但那地方 靠近国道 以后会有高速公路通过 旁边会建服务站 加油站等 形成小规模的社团 偏有偏的好处 至少 离村子远点 就不用再看见 我乃他们那些人 也是 碰上这样糟心的家人 离远点也正常 卯兔 这阵子 我看你爸的身体情况 不大好啊 我前两天看他 脸色苍白 飘水的时候 脚步不稳 卯兔没有说话 眉头微粗 卯兔啊 他的那些破事 确实提起烦 但是 他是你老子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 现在你成了万元户 大家都盯着你呢 卯兔明白黄正龙提醒的用力 从古至今 大家都把孝道看得极重 要是不管父母死活 是要被人戳几两股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处理 卯兔晚上回家 找出信封信旨 开始写信 写给徐大明的学校 他以堂弟的名义 罗列了徐家为公徐大明读书 欠了多少的外战 如今大伯身体状况堪忧 希望学校看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 给予徐大明照顾 不能因为读大学 而把家人逼死 哼 徐大明这个吸血虫 明明读大学有补助 还要和家里要钱 这享受的权利 总要尽一点义务吧 卯兔成了万元户这消息 很快传到徐老太的耳中 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 阴沉着脸 坐他旁边的 是村里他的死对头赵老太 现在徐卯兔当上万元户了 你以后啊 可以享福了 一个孙子是大学生 一个孙子是万元户 这恭维的话 听在徐老太耳中 却像是嘲讽 哼 全村谁不知道 卯兔跟我们闹得分家令过了 你白我眼也没用啊 我说的是实话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年轻时受够苦 现在该你享福 是啊 我家以前多红火呀 人丁兴旺 可眼下 怎么就这么一下败了 难道是因为分家 徐家的家运 全被徐卯兔吸走了 徐老太太就不对劲 就打算去找人算一管 卯兔这边 那个记者将照片 稀好送了过来 这办事效率 让卯兔很是惊喜 原记者 你来了 卯兔大步上前 紧紧握住原记者的手 哎呦我擦 这么热情 该不是设的有套吧 还没吃饭吧 走 我们去下馆子 一边吃一边谈 我吃了早饭的 那就吃中午饭 我们好好喝两杯 任何时候 男人的友谊 都容易在酒桌上 得到升华 两人在国营饭店下馆子 四菜一汤的规格 让原记者脸上十分有面 不过半点小事 这徐卯兔竟然这么重视我 此人耿直讲意境 值得深交 原记者将照片递给卯兔 卯兔看着照片中的自己 见眉心眸 玉树临风 秒杀后世的一众小鲜肉 这一瞬间 卯兔都有点自我陶醉 上次你说 只要给你拍了照 知道 润笔费 肯定有 我说的话 肯定算话 这人多眼杂 让别人看见不好 原哥 现在我们好好喝酒 一会儿 你跟我回皮鞋店出去 我另外还有点事 拜托你 两人推杯换盏 吃得冰煮尽欢 随后回了皮鞋店 卯兔给了二十块钱给原记者 以后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着照相的 你尽管说 原哥 现在我就有事 还需要麻烦你 原哥 你感觉 我这个皮鞋店怎么样 这皮鞋店 很不错 店铺装饰别具一格 商品也是琳琅马目 刚才我才进来 深有震撼 听说 你这皮鞋实行三包 你能想出这样的点子 可真是强 难怪能成万元户 原哥 你就别嘲讽我了 我这什么万元户 也就是赖鱼充数 你看看 这经店的顾客这么少 我也就是勉强维持一下生计 原哥 咱也没人不说暗话 我就想请你在报纸上 给我好好的美言几句 行 这个没问题 拍个照顺手的事 都能拿二十块 多多结交徐卯兔 肯定有更大的收获 徐大明此时 在学校已经猛逼了 先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 叫他谈话 询问他入学后 有什么困难 生活上 是不是遇上什么大事 生活补助够不够用 他们细不知道 从哪传来疯言疯语 说他逼着家里人卖血 供他读书 同宿舍的几个室友 看他的眼神 都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意味 令他如芒在背 农村小伙在城里 开了一家皮鞋店 通过万元护核报道的加持 让他迅速火遍县城 曾经被卯兔拒绝的 厂长千金 竟然也来到了皮鞋店 徐卯兔 我在哪 有什么需要的 您说 卯兔抬头一看 竟然是李莹童 带着两个姐妹过来 好一阵不见 美女越长越漂亮了 哼 有嘴滑舌 李莹童听着他的夸奖 心里美滋滋的 可鼻腔却是冷哼一声 果真做生意的人嘴 哄人的鬼 你怕是看见一个女同志 都是这么说的吧 没有 你看 我就对你的两个朋友 没这么说 哼 算你实相 你现在威风了 大家都知道 你开了皮鞋店 在这群姑娘心目中 步步高皮鞋店 就是高档场合 你能在这儿买一双皮鞋为荣 今天李莹童自告奋勇带姐妹们来 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虚荣心在里面 今天的卯兔 穿着白色的衬衣 留着俐落的发型 眉宇间 带着少年特有的英气 可进退间 却又有一种成年男子才有的挥洒自如 没想到 这男人越发英俊帅气了 夏天见他的时候 穿着Polo短袖 腰系着鱼篓子 像个地道的乡下小子 一段时间不见 变化这么大 随便看 有喜欢的 也可以试试 如果有桥上的 大家都是熟人 给你适合优惠点 几个女孩便开始到处看看 彤彤 你是在跟她出对象吗 没有 怎么没有 当初 不是她救了你 怎么没出对象 说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年头 哪还兴什么 以身相许这一套 我倒是准备了 苹果14 Pro Max 打算报答它 这么下血本呀 不愧是救命恩人 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啦 厂家现在现实热推 准备了5000台 苹果14 Pro Max 和华为P60 Art 升级就能领 而且颜色配置任选 你也去领一个 我们用同款 这升级难不难呀 简单 认准我左下角 加速通道立即下载 新人注册 就领888 手冲一元 领上648神装大礼包 一天直升400级 双手机轻松拿下 那我得赶紧去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去跟她好 你可别哭鼻子 你可别乱开这些玩笑 人家有心上人的 不是吧 是真的 上一次 她跟我说了的 她和她心上人的动人故事 她这一辈子 是非她不娶 还说结婚的时候 请我当伴娘呢 不是吧 彭彭 你是不是被她骗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不信 你看看 卯兔此时正接待着一位女顾客 有说有笑 气氛很好 她要真的有对象 那对象怎么不在这 不如试试吧 怎么试 看我的 连那朝卯兔忘了过去 她的内心也有点小激动 上一次真是看走眼了 没把这个乡下小子看在眼中 还带头挖苦嘲笑她乡巴佬 可现在人家翻身成了皮鞋店的老板 事业有成 还被评为万元户 要是被她看上 下辈子得有多幸福啊 彭彭 你先把她叫过来 李英童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还是叫了卯兔一声 见卯兔在忙 缺牙齿小跑着过来 你们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哼 又没叫你 我们是叫徐卯兔 一样的 兔哥很忙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跟我说一样 你们看上哪一双鞋 我取来 你们试试 不用了 我们就是要跟徐卯兔说 缺牙齿带着尴尬的笑容 退开一点 旁边黄小刚靠了过来 我看这几个 是存心来找兔哥的 该不会是看上兔哥了吧 我觉得有可能 怎么没人看上我呢 就你这样子 还是算了吧 在李英童几人连声催促中 卯兔站到了他们面前 看上了哪一款皮鞋 说一声 我给你个优惠架 这一款 原来直接加了起来 让李英童都感到一阵羞耻 卯兔看向选中的高跟鞋 眼角余光 却见得有人站在店门口 正是温夜 温夜 你来了 卯兔一时间喜出望外 李英童等人也瞬间知道 这人就是卯兔的心上人 卯兔刚要走过去 一旁的袁娜身子一歪 就朝卯兔倒了过去 小心了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准备试鞋 一时间没站稳 大姐 麻烦你支起身子再说话好吗 我还生了小孩子 你这么重的身板压过来 我承受不起 原来接住袁娜的竟然是黄小刚 我擦 我都豁出去不要脸了 居然丢了这么大的一个人 让我来 让我来 缺牙齿急步上前 要帮忙扶人 袁娜又修又闹 自己站直身体 离缺牙齿远远点 哎呀 我怎么就没有机会 抱住这么一个大姑娘 还是这小子机灵了 居然一步就窜在前面了 毛兔脸色阴沉 用脚趾投降 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果然 什么年代 都有婊的女人 缺牙齿 你快点抱她去医院看看 万一扭伤了脚就不好 如果你抱不动她 可以叫外面的大哥来帮帮忙 一块抬她去医院 兔哥 我抱得动 我立即静静的 原来看看缺牙齿 又看看外面那拉板车的黑乎乎汉子 吓得脸色惨白 不用 不用 我真的不用 确定脚没受伤 你已经站不稳了 别回去又说有问题 站得稳 站得稳 我没受伤 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温叶站在门口也看到了这一幕 哼 你们城里人 可真会玩啊 随后扭头向外走 看样子 这小妞吃醋了 不过难得看到 温叶有吃醋 是小剑的时候 我倒喜欢看她这模样的 出了门 温叶在前面走 毛兔不慌不忙走在后面 还顺手买了个糖葫芦 走了这半天了 吃个糖葫芦呗 哼 我不吃 吃吧 你要不吃 我一直这么拿着 大街上的人 还以为我嘴馋 想吃这东西呢 那让我吃 不是说明我嘴馋吗 哼 温叶想到刚才那一幕 心里就酸酸的 好 好 我嘴馋 我吃一克 你再吃一克 大家同甘共苦 温叶咽然一笑 结果糖葫芦 刚才那事 跟我真的没关系 我这开着皮鞋店 进店来的顾客 形形色色 我也没想到 他会假装帅倒 我也没有真的生气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 女孩订婚后 第一次去找对象 结果看到坏女人 直往对象怀里钻 气得她转身就走 刚才那事 跟我真的没关系 我这开着皮鞋店 进店来的顾客 形形色色 我也没想到 他会假装帅倒 我也没有真的生气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 两人很快就和好如初 吃饭没有 我们去吃饭吧 不用 我吃了饭的 我饿了 你陪我吃一点 毛兔现在想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 给温叶最好的东西 补偿他那悲苦的钱半生 这天天下馆子 挺花钱的 不如 回家 我煮饭你吃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煮给我吃 现在 我们还是在外面吃吧 温叶还想说什么 毛兔拉着他的手 往前走 哎呀 你别拉着我 拉拉扯扯 别人看着不像样 那你痛快答应 我就不拉了 在毛兔连哄带骗中 温叶进了国营饭店 毛兔坐在板凳上 慢条思理的给温叶投食 享受着这样的时光 你不是说饿了吗 你倒是吃啊 怎么进给我加菜 嗅嗅可餐 我多保牢 哎呀 温叶耳根子都红透了 怎么感觉 这个坏毛兔在调戏人家呢 哼 我已经把明办代课老师的名额 让给张华了 你不会嫌我笨 把好好的工作 让给别人吧 一个明办代课老师而已 有什么好当的 又苦又累 待遇又不好 让我更好 我还准备劝你辞职不干呢 我准备 我准备 在城里看看 能不能再找点别的事做 他本来想说 嫁给毛兔后 在城里另找事做 可这种话 由他一个女孩子说出来 太羞人了 这些事 你不用操心 你把你的事安排好 我们就去读书 读书 是啊 上次我不是说过 我们一起去读书 考大学 就算你真的喜欢当老师 至少 我们也去专业的师范学校学习学习 自己提高水平后 再回来当老师 温叶眼中闪过憧憬 他也曾设想过去考大学 但家中的现实提醒他 他根本没机会继续读书深造 可现在 他想过的 没想过的 毛兔都替他想好了 温叶一阵赶沛 眼泪就冒出来了 这好端端的 吃饭吃得高高兴兴的 你怎么哭了 我没哭 我只是太高兴了 高兴的哭了 没出血 这么点事 就高兴哭了 哼 徐毛兔 你对我好 我也会一辈子对你好 非常非常好 在国营饭店吃过饭 毛兔又提议去看电影 他就是单纯的想看电影了 绝不是想在电影院里拉拉小手 轻轻小嘴啥的 哎呀 上次看过了 温叶面红耳赤 上次看电影 毛兔可一点都不老实吗 两人最后没看电影 随意地逛了一会儿 就回了皮鞋店 皮鞋店 此刻只有两个顾客 他们犹豫一阵 还是没有买皮鞋 算了 我下次来买吧 这个月的公司 扣了我五块钱 直接给抵扣成国库选了 哎 我也是 这抵扣成国库库后 工资现在就紧巴巴的了 听着两个顾客 谈着国库券离开 毛兔留了心 国库券可是个好东西啊 当初养百万 就靠着倒卖国库券发家的 说不定可以操作一番啊 毛兔清点了今天的营业款 去银行存钱 一个贵员马上靠了过来 推销国库券 这段时间 我们银行在发行国库券 这国库券 是国家财政当局 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 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 这人也不想这么虚导 但是现在每个人 都有摊派任务 他也没有办法 许毛兔同志 你要相信 这买国库券 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你不用担心收不回来 你要知道 这个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的 嗯 明白了 那么 你能不能认购一些 这是支援国家建设 立国立民的好事 支援国家建设 是我们每个群众 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是 我现在没钱认购 嗯 许毛兔同志 你再开玩笑吧 你天天在我们银行存钱 这资金流水 我们都知晓的 哎呀 你光看着我每天 有资金流水存银行 可你不知道 这里面有货款本金 随时要把这笔本金支付别人 没有再劝毛兔 哎 只看着人家的银行资金流水 没想着 这里面 还有人家要付的本金 不过 支援国家建设 是我们群众 义不容辞的责任 没有国 哪有家 没有强的国 哪有富的民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你放心 等我资金多一些 方便周转后 我一定会来认购国库券的 哦 许毛兔同志 真是太谢谢你了 感谢你为国家的建设 添砖加瓦 冒昧问一下 你打算认购多少金额的 这个说的太明白 就没意思了 万一我到时候 资金没达到这个数 就尴尬了 所以大家心里有数就好 这家伙每天的资金流水都上签呢 刚才又比划了一下手掌 难不成他要认个五百 那可真是一笔大意哦 许毛兔同志 谢谢你啊 肯支持我们的工作 严重了 严重了 我只是为支援整个国家建设做贡献 了表心意而已 不值得感谢 温叶在一边睁着大眼看着 没想到啊 毛兔居然有这么崇高的精神 他望向毛兔的眼神 刚才给储户推销出去多少国库券 还没有 那不是你所说的大储户吗 他说他的资金目前紧张 以后宽约了会来买 资金紧张 那就贷款给他 对哦 我们银行还有贷款业务的吗 果然行长就是行长 想得比自己周到 自己刚才就只顾着推销国库券去了 难怪自己只能当个贵员 算了 我下次亲自跟他谈 毛兔带着温叶从银行出来 温叶打算去看望一下张金方 怎么 这是打算很讨好你未来的婆婆吗 来了县城 不去看看他 礼书上说不过去 温叶脸红得跟猴屁屁一样 很是害羞 好 我带你去见未来的婆婆 两人回到家的时候 张金方正对着万元护得来的缝纫机发火 你啊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比许毛兔小时候还不如 让你往前 你要往后 让你往后 你要向前 我擦 这怎么还和缝纫机干起来了 温叶不吃笑了起来 白了毛兔一眼 张金方回头看见毛兔带着人回来 急忙起身 你这孩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妈 原来你在家 就是在偷偷背着骂我 没有没有 我只是骂这个缝纫机呢 这脚踏板 不听使唤 温叶轻咬着下唇 强行憋住笑 沈子 这才缝纫机 也需要一点技巧的 温叶走过去 开始给张金方演示缝纫机的使用方法 两人正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徐晓玲这时回来了 他一眼看到了温叶 尽管没有介绍 他也猜得到 这个人就是他的嫂嫂 我真是漂亮啊 南瓜哥这么迫不及待地找人上门提亲 想把人家娶回家 小林 这是温叶 以后 你要叫嫂嫂 这是小林 我妹妹 你好 我经常听你哥提起你 勤快 善良又懂事 是个好妹妹 温叶谈吐得体 落落大方 小林突然没那么拍摄 感觉他当自己的嫂子也不错 比以往的周亚强多了 以前碰到周亚的时候 每次我讨好的上前 叫周亚姐姐 周亚却是一副爱大不理的神情 显得非常高傲 嫂子 温叶小脸微红 被这一句嫂子喊得挺不好意思的 她摸出一个手串 递给徐晓玲 我没别的礼物送你 这是我自己编的 拿着玩吧 小林接过这编织精巧的手串 很是惊喜 她在乎的 不是这一串手链 她开心的是 嫂子居然主动给她送礼物 随后张金芳去做饭的时候 温叶主动跟上前 帮着做饭 这下小林对温叶的成见是完全没有了 怎么样 这嫂子满意吧 OK又漂亮 又温柔 还会做饭 会为人处事的嫂子 真是太满意了 温叶这姑娘 是个好姑娘 秀外汇中举止正派 眼神从不乱瞟 瞧着做事的力所尽 是个好媳妇 嗯 还这么翘 以后好生养 想到自己快要抱孙子了 张金芳脸上的笑容更大 农村小伙提着一串肉回家 家里人死活让他给丈人家送去 赶紧的 今天你那老丈人过生 你送块肉去也算是心意 却牙齿却不乐痒 还以为是爷爷馋了想吃肉呢 结果是给对象送去 这对象 国庆后就相看过了 爷爷奶奶比较满意 脸盘大 屁股大 是个好生养的孙媳妇 当时这一桩事 也就算是定下来了 我不去 你个小兔崽子 这是好话歹话不听了 翅膀硬了 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你难不成想打光棍 谁说我想打光棍呢 以前待在乡下 自然是捏着鼻子人 可现在在皮鞋店上班 见识过的姑娘太多了 那乡下丫头 我还真看不上了 快把这肉送过去 当心送完了 人家女方不高兴 退了一门亲 退了更好 她不高兴 我还不高兴呢 这一下 全家闹得鸡飞狗跳 她爷爷朱草也不攒了 拿着饼蛋 追着要打瘪牙齿 缺牙齿甩开脚丫子 跑得飞叉叉的 一溜烟门瘾了 哎呀 幸亏回来没有穿甩先的皮鞋 否则这乡间小道 哪能跑出百米冲刺的速度 缺牙齿对象这边 一家人正在等着缺牙齿呢 结果半天不来 大家都有点怨气 但是看到缺牙齿带的肉 也就没说什么 一家人开始吃饭 询问着缺牙齿在皮鞋店的生活 既然皮鞋店生意这么好 你带我也去皮鞋店上班吧 对了 许毛兔跟你是发小 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 你去开这个扣 让贵方也跟着去皮鞋店上班 缺牙齿刚准备打电话 犹豫一下决定还是不打 上回还有人说不够 放心 左下脚这次有不限量的 华为Mate50 Pro保底 这么好 快见我左下脚速声链接下载 现在注册就有888 手中一员还送648神装大礼包 三天500级 手机平板随便拿 好 话说回来 你们村的人能比吗 那些人是万人 我们可是自家人啊 不行啊 我不能去开这个口 兔哥他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 缺牙齿连番拒绝 惹恼了对象李贵方 当着家里这么多人的面 这个死男人就不知道给自己面子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既然你不同意 那你我的婚事就算了 对 你要是再推三走四 这桩婚事就算了 这些话 明显就是威胁的话 可缺牙齿听着这话 却如是重负 你们自己说的 这桩婚事算了就算了 杀 喂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们自己说的 总不能我还披着脸赖着你们吧 缺牙齿特别光棍的起身 就打算离开 大家都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这都气头上 这婚事 哪能随便就退了 这不是荡儿戏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既然你们说了要退 那就退了 我提来的那一块肉 就当我吃这饭的 抵了 缺牙齿说完话甩开膀子 不顾离家人的阻止 就回了家 回家后 缺牙齿把退清这事 跟爷爷奶奶说了一遍 奶奶气得险些晕倒 爷爷满院子要找别担做她 你打我也没用 是人家喊着要退婚 我当然成全他们 瞧她那一副连嘴 仿佛我不娶她 就找不着媳妇似的 奶奶气得直掉眼泪 爷爷气得不吃说啥 以我们家的条件 现在就是找不着媳妇啊 人家都说了要退婚 我怎么可能还舔着脸 非要强求这个婚事 兔哥教训我们 不卑不亢 虽然对人要客气 但也不能没点脾气 哼 我去找离家说道说道 这时怎么可能儿戏 爷爷奶奶 不许去 那离贵方有什么好 尖嘴猴塞的 一看就是个刻薄像 就因为没同意 带她去皮鞋店上班 就威胁我要退婚 这婚事 要是还这么拉扯 以后结了婚 她不齐在我头上 始动我就不能往昔 这不是自己找个祖宗来供着 爷爷气得不吃说啥好 不行 明天我们去找徐卯兔 让徐卯兔说道说道她 现在呀 也就徐卯兔说的话 她能听进去 只能让徐卯兔来说 这时缺牙齿的爷爷和奶奶来到了招待所 大爸 大妈 你们怎么来了 卯兔啊 你得帮帮我们 怎么了 缺牙齿出什么事了 你得劝劝缺牙齿这孩子 他个没心眼的 居然好端端的婚事 要退了 这好不容易找个对象 容易吗 爷爷把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卯兔听完这事 却松了一口气 还好 不是什么大事 这年头 讲究自由恋爱 要是女主不满意 而她也不满意 这婚事也没必要凑一块 可 可不一贯事宁拆一座庙 不回一门亲吗 可他们两人还没澄清啊 这相看对象 除了看别人的长相 也得接触接触 看看脾气性格合不合 如果不合适 就没必要继续出下去 老头子气得吹胡子 还想从许卯兔这儿得到支援 搞半天这许卯兔的想法 跟缺牙齿差不多 果真这些小年轻 就是这么不靠谱 别生气 别生气 有什么话 好好说 卯兔说这话 没别的意思 爷爷奶奶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我会劝缺牙齿 认真的考虑 确实会因不事而信 对 她还年轻 不懂事 总是一想天开 还什么想找个城里的姑娘 城里的姑娘 是我们能想的 对 城里的姑娘 娶来有什么用 又不能挑水 又不会干活 我才瞧不上呢 对 确实是 这娶媳妇 就该娶个安心过日子的 一番话 总算把两位老人的气 给顺平了 两位老人愁眉苦脸的来 喜笑颜开的走 威叶这边正收拾着自己的物品 明天 她就要离开这个令她窒息的家 去读书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女儿 这满脸春风的样子 这说是去读书 谁不知道 她就是去跟她那对象在一起 温老五不说话 李淑华伸手掐了可以吧 当初 就该多要一点彩礼 我打听过了 那徐卯兔 是县理财屏上的万元户 万元户啊 那么有钱 要点彩礼不过分吧 不是你同意拿工作 抵彩礼钱的吗 李淑华一夜 她后悔了 当初就应该急要工作 也要彩礼 看走眼了 谁知道徐卯兔的身家居然这么多 要不是这一次县礼平选 我都不知道 徐卯兔这么有钱 温叶听到了两人的嘀咕 就知道 李淑华这人 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 爸 你放心 徐卯兔说过了 以后 只要有我吃的喝的 同样也有你吃的喝的 他会好好孝敬你的 后妈听见准女婿是万元户 十分后悔没有多要点彩礼 温叶听到了两人的嘀咕 就知道 李淑华这人 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 爸 你放心 徐卯兔说过了 以后 只要有我吃的喝的 同样也有你吃的喝的 他会好好孝敬你的 说得比唱得好听 到时候 这嫁出去的女 泼出去的水 谁还知道怎么样 现在胳膊肘就像外拐 更别提以后 难不成 现在就多要一点彩礼 依我说 就是该多要点彩礼 趁现在多抓一点钱在手中 才是王道 听着后妈在爸面前不停唆使 而温老五又是个耳根子极软的人 温叶有些急 爸 有个成语 叫杀鸡取卵 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同样的道理 如果 你们现在不作妖 不从中阻挡 我以后嫁给徐卯兔 以后他会和我一起好好孝敬你 但如果 你们现在要这样要那样 惹急了他 他到时候退亲 另娶别人 你什么都没有了 要知道 我们这儿 可根本就没有提什么彩礼不彩礼的 与其花大笔彩礼 娶我这么名声不好的女人 他宁可不花钱 娶那些名声好的女人 对你一番诉说 分析利弊 总算打消了温老五的那点心思 只要女儿女性孝顺 那就好 想着上一次徐卯兔送来的两瓶酒 温老五又犯酒瘾了 徐卯兔啥时候再来看完 记住 让他提酒来 我的酒已经喝完了 李淑华恨铁不承钢的邓塔 就这点出息 只知道酒 多要些钱财在自己手上捏着 这才是王道啊 这两天 他也在准备去读书的事 有点忙 等元旦节的时候 我会让他来看望你 好 到时候 你跟他说 别的可以不带 多带几瓶酒 谁知道 你真是去读书 还是去跟他鬼混 这还没成亲呢 就跟着南方去了 你是我后妈 一个近的在后面 编排我一些不好的名声 有什么用 外人都没议论我什么 你倒先往我身上泼污水 我这哪是往你身上泼污水 我这就是提醒一下 毕竟你妈的事 一直是大家心中的刺 我不得不防 怕你走她的老路 老五 你说是吧 温老五又被刺得心中滴血 对温叶也没了好脸色 哼 你后妈也是为你好 说你几句 你就听着 记住 没成亲钱 不许住到男人家去 我家丢不起这个人 知道不 温叶垂下眼眸 压下心底的失望 果真 有后妈 就有后爹 只要李淑华随便自己聚 温老五就对自己美好脸色 算了 不管了 自己去读书 以后就少看见他们 等以后嫁给卯兔 就算是彻底摆脱他们了 温叶收拾好包袱 去找卯兔 卯兔正骑着自行车 向着温家来 温叶 不是说好 我来接你吗 你怎么自己先出来了 提前出来 卯兔就不用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 特别是后妈 阴阳怪气的 说不定 说些什么难听的话 让卯兔难堪 我就想早点出来 是想早点见到我 温叶羞涩的低下头 那娇羞的模样 惹得卯兔心情大好 迅速凑上前 在她的脸边亲上一口 你干嘛 温叶娇嫩的小脸红的快滴起来 好了 不耽误时间了 快上车来 我们去学校 随后温叶羞涩的坐在了自行车前杠 就好像窝在卯兔怀里一样 后面拿的什么东西啊 我妈给你准备的东西 你住宿要用的 温叶心里暖暖的 谁在意她 她自然看得出来 从今以后 她有了可以全身心依赖的人 温叶 你底子好 是读书的料 当初我就劝你继续读 石校长看着温叶很是开心 卯兔在一边 有点心酸 果真 学霸跟学渣 区别就是这么明显 我要来读书 石校长是不情国怨 还缴了500块钱的赞助费 才挂上名 可温叶一来 人家石校长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随后两人去了各自的宿舍安顿下来 开始了久违的校园生活 温叶家这边 张华下班回来 李淑华很是开心 下班了 她的声音很大 就是想要大家都知道 她儿子也是有工作的人 温叶呢 温叶在哪 你整天温叶温叶的 瞧你这点出息 你只知道惦记这个骚货 回来就忙着找她 妈 我是找她算账 哪是我惦记这个骚货呢 她去读书去了 你找她算什么账 可恶 温叶这个死丫头 算计了我们 不知道她哪儿得罪了那个胡主任 处处跟我过不去 而且 那个胡主任还告诉我 这个工作不算数 要清退代课老师 我如果考不了 那个民办教师资格证 我就要被清退 被清退 这是不要你吗 就是这个意思 妈 当初我就说过 这什么顶替她 民办老师资格的事 不靠谱 不如我娶了她 让她挣钱养我就好 你偏步 要这工作 现在这工作也黄了吧 你趁早死这条心 怎么可能让你娶她 是不是你想娶她 故意这么说的 张华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你不相信 你去问问 总之 这民办老师这是黄了 看张华这神情 不像撒谎 我就说 她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 主动开口说 要把这个工作让出来 结果 这是故意坑我们的事吧 对 肯定就是这样 她肯定早就知道 要清退民工代课老师的事 所以 才这么坑我 好啊 你个瘟业 算计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不扒了你皮 李淑华恨恨骂 骂归骂 可现在瘟业 已经不在她眼皮子底下 她也拿瘟业没转 不行 我得找她学校去 一直以为 这么多年 把瘟业给拿捏得死死 可没想到 这死丫头 最后却是坑了我一把再走 这口气 如何咽得下 对 去找她 问她 这个事情怎么办 总不能真的清退了吧 李淑华立马去找瘟老五 要瘟老五陪着一块去学校找瘟业 此刻瘟老五跟人喝了两杯酒 二麻二麻的 哪还有心思去找瘟业 去找她干啥 过去 别妨碍我喝酒 李淑华无奈 看瘟老五喝上酒 不肯离开 只能和张华两人去学校找人 瘟业 瘟业 你给老子滚出来 张华扯着嗓子大叫 一点也不顾形象 刚好是校长从这儿露过 听见喊声 回过头来 一眼 他就认出了李淑华母子俩 以前去瘟业家家房 就是这个后妈做怪 不让瘟业继续深造 现在瘟业来读书 这两人又跑学校来捣蛋 这是诚心要毁了瘟业 让他只能当个平庸的女人 闭嘴 这是学校读书的地方 有的你们在这儿大喊大叫 石老师 我们是来找瘟业的 家里有点事要找他 看那小子那嚣张的喊叫声 分明就是来找瘟业麻烦的 我们这儿没有瘟业 你们别在这儿闹事 不可能 他说了来这儿读书的 没有这个人 出去学校游不得你们撒泼 石校长直接招手 叫过来几个五大三粗的男同学 来你们来 把这两人给赶出学校 省得在这儿大吵大闹 影响大家学习 几人起哄着 将李淑华和张华赶出学校 推桑间 张华看见那边瘟业的身影 我看见瘟业了 我看见瘟业了 瘟业也看见了这边的李淑华和张华 不用理会 我去打发他们走 该来的 总会来 避着也不是办法 你不用管 我自己去处理 瘟业向着李淑华走了过去 瘟业 你来得正好 你自己说说 那个工作是怎么一回事 工作的是怎么了 当初你千方百计 让我把这工作让给你儿子 我已经让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哼 你还好意思说 现在那工作 人家要清退 说我不合格 你不合格 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跑来找我 是啊 你不合格 来找别人麻烦干什么 你把人家工作占了 还有脸来找人算账 旁边的人七嘴八舌的声援着瘟疫 就是他搞的鬼 他摆了我们一道 拿个要被清退的工作来骗我 早知道这一去工作 就要被清退 当初 我就不该要这个工作 哼 当初 你一再让我把工作 让给张华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 这工作 不比工厂的工作 需要一定的能力 可你总感觉我在骗你 学校每年都要进行考核 如果自己没文化没本事 还让你当老师 这不是巫人子弟吗 这番话 说得义正词言 在场的 不是学生就是老师 听着这话 群雄激愤 妈的 就他这样 还想当老师 果然是想巫人子弟 难怪那么多的同学 这些不读书了 就是碰上你这样巫人子弟的老师 揍他 揍他 真不知道他还哪有脸 跑这儿来闹事 对 揍他 毛兔率先跳出来 一拳锤到他肚子上 四周围观的同学 早就想在漂亮的女同学 面前表现一下 立刻公布人上 别打了 别打了 温业 你快劝他们助手 快劝徐毛兔助手 助手也行 你们得发誓 以后不要来找温业的麻烦 好 我们发誓 以后不找他的麻烦 不找他的麻烦 毛兔一脚踹在张华身上 滚吧 下一次再赶来学校闹事 可不会这么便宜你 李淑华母子俩 提青脸肿的走了 温业望向毛兔 小脸上 全是兴奋 真好 我不再是孤苦无依的人 以后随时都有毛兔给我撑腰 我终于摆脱那个家庭 我要好好和毛兔在一起 一定要对他好 周六学校放学 助读生们都可以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回家 怎么样 哥 你去读书 感觉如何 毛兔很是甘大 自家这妹子 这是故意来戳心窝子啊 别想看我们笑话 你嫂子 可是乖乖好学生 上课小手方的好 小脚并并拢 小眼睛 看老师 小耳朵 听好话 说到最后 他唱了起来 居然是的儿歌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 场面很是温馨 吃完饭 毛兔和温业分别去洗澡 等温业从澡堂出来 整个小脸红瀑瀑的 比苹果还有人 来 快过来 我帮你把头发吹干 省得着凉 温业顺从地坐在那 热风在绣发上呼呼吹 一不留神 被毛兔稳住了 饱满如樱花般粉嫩的唇 你们在干什么 温业连忙羞涩地推开毛兔 天 刚才怎么就情不自禁的 那个傻 你嫂子眼中进了沙子 我凑近点 帮她吹吹 天 我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了 真以为 我不知道两人在做什么 妈让我来叫你们吃饭了 小玲急忙跑开 她怕再看见 什么少儿不宜的场面 她会长睁眼 第二天 毛兔带着温业去 百货商场买衣服 她一眼就看上了 一件红色大衣 哟 这不是万元户徐毛兔吗 你自己开了停鞋店 居然还要跑来 我们百货公司买东西 怎么 不能来百货公司买东西了 你们好歹是 国营百货公司 是为人民服务的 现在人民群众进来买东西 不要求你们百脑不厌 至少 不用这么阴阳怪气嘲弄人吧 就嘲弄了 你怎么当 能到百货公司来当售货员的 都有大的家庭背景 否则 进不了这个系统 看着对方那不可一世的模样 毛兔都有些手痒痒 买东西 得陪着笑脸 像求大爷似的 不然人家直接不卖 你只能干瞪眼 这也太启人了 就是太稀缺了 才把这些售货员 给灌得像个大爷似的 你们这样的行径 非常恶劣 我要向上面反应 小伙子 我们支持你 毛兔去百货商场买东西 结果被售货员一顿嘲讽 还不卖东西给他 你们这样的行径 非常恶劣 我要向上面反应 小伙子 我们支持你 对 支持你 向上面反应 简直一个个像大爷一样的 还得求着他吗 你去反应呗 看谁理你 正在此时 原记者背着相机 在一个人的陪同下走过来 看见毛兔在这 他挺意外 徐同志 你好 原记者 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把这些人的连嘴 给拍张照下来 最好把他们这可恶的连嘴 拍个大特写 我不光要 刊登在地方报纸上 我还要发给全国有名的报刊 让他们来评评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场所 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恶劣的行迹 居然明目张胆不卖东西 给广大人民群众 陪在原记者旁边的人 脑门上冷汗直落 他是这百货公司的负责人 骂得 本想让原记者给百货公司 做个报道 好争取年底 钱评个先进 怎么就遇上这种事情了 真要闹出丑事 拍照 这怎么行 这位同志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您是哪位啊 我是这儿的负责人 我姓刘 你是这儿的负责人 那好 你来给个说法 我们普通的人民群众 跑这儿来买东西 可你们的售货员 居然对我冷嘲热讽 还张扬东西不卖给我 天底下 有这样的道理吗 肯定是他们不对 肯定是他们不对 负责人抹着冷汗 当了那个售货员也 妈的 看着年底大家都要争取凭先进 我带着记者来采访 你们居然给我捅这么大一个篓子 有哪些人得罪了徐同志 自己站出来 主动跟徐同志认错 否则扣你们的工资 一听说扣工资 售货员有点急了 脸红着站到毛头面前 开始赔礼道歉 现在还对广大顾客群众冷嘲热讽不 不敢了 不会了 四周的顾客听了 集体拍照 真是大快人心 那现在能把那红色逆大衣 取下来我们是吗 售货员取了大衣 很快瘟液就换上了 红衣包裹下的瘟液 美艳不可放入 像一朵绽放的玫瑰 这就是我的瘟液 真的太漂亮了 那一刻 他竟有了一点私心 他要把他的瘟液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见 省得被人抢走 原记者端着相机 卡的一下 定格了这一个镜头 真美 确实美 比我在挂礼上见过的模特还美 这咖的一声响 提醒了瘟液 这衣服 我不要了 美貌一直就是他的负担 他怕此刻又引出什么风波来 在乡下 在他村里 都在勾引男人 要怎么不要 这衣服 买了 你别脱下来 我们就这么穿着走 说话时 他豪气冲天 果然 钱是男人的胆 百货公司负责人 亲自替徐卯兔开票 将票据递到徐卯兔的手中 好了 我们走 徐卯兔同志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正好 我也要找你 我们出去再说 原记者跟百货公司负责人打个招呼 贴下他匆匆忙忙跟着徐卯兔走出去 原记者 今天的事 谢谢你 这有什么好谢的 说着 他的视线转到温叶身上 真漂亮 名谋好识 顾盼生亏 这比那些电影明星还漂亮 是这样 刚才我拍了这位女同志的照片 我感觉 可能我抓拍的瞬间 不足以拍下她神韵的万分之一 所以 我想请这位女同志做我的模特 多拍几张照片如何 如果拍出来效果好 我会给我在京城的朋友推荐 不 我不拍照 不当模特 这位女同志 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就是单纯的感觉 你太漂亮 太美了 想拍些照出来展示 而且 如果我京城的朋友看上 甚至还有机会 去演电影 当电影明星 她以为 她描述了这么一番前景 温叶会同意 当电影明星啊 这是无数少男少女都向往的行业 不 我不去 麻烦你刚才拍的照 把底片还给我 我不照相 你难道没看过电影 你看看 那些电影明星是多风光了 知道牛小幸吧 她跟我们是老乡 同样地方出身 现在出现在荧幕上 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不 我不 当电影明星都不愿意 原记者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她 恨不得脱口而出骂她蠢祸 白长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我不愿意 我只想跟徐卯兔在一起 卯兔满满的感动 伸手握住瘟叶的小手 杀 原记者猝不及防又被喂了一嘴的狗粮 原记者 既然瘟叶不愿意 你就不要勉强了 到时候 你洗胶片 把她的那一张底片还给我们吧 要不 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多考虑一段视线 就算不当演员 当模特也行啊 瞧瞧现在流行的挂礼 全是大美女多仰言 不要 原记者也无可奈何了 我可真是羡慕你啊 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志 不向往繁华 甘愿跟你在一起 对你一往情深 第二天卯兔路过银行的时候 徐行长一路小跑着过来 徐毛兔同志 这两天没看见你啊 害得我好找 有什么事吗 徐行长 上次跟你说过付钱的事 这阵子 你资金周转方便吗 不方便 国库却很有投资价值 我知道 但是这年头 还不幸流通 男孩得压在手中很长一段时间 徐毛兔同志 我是很认真的来跟你谈这事 这看着就要年底了 国库却的任务 年底前的完成 我就指望着你呢 徐行长 我也知道 年底前任务重 可是 这年底前 我要用钱的时候也多呀 说实话 如果我有钱 我现在 立马就买国库却支持你 可我不是没钱吗 资金全在皮鞋上压着的 你也看见了 年底 我还得多准备一些货 等着过年的时候 把生意搞大点 我都还在发愁 哪去找点钱来折腾呢 徐行长听着眼睛一亮 兴奋拍着自己的胸 徐毛兔啊 徐毛兔 你想要钱 可以找我呀 找你 对呀 我好歹是银行的行长 你要钱 可以找我呀 我们可以贷款给你 毛兔没钱购买国库却 银行行长找到他 说可以给他无息借钱 真能无息无期借钱 当然 这是政策 我怎么可能骗你 你完全就符合我们的借钱政策吗 一般来说 银行要借钱 必须对借钱申请人进行考核 年龄十八周岁以上 有稳定住处 有稳定收入来源 徐毛兔就完全符合啊 最多能借多少 这无息无期借钱 不借白不借呀 能借多少 就借多少 最多能借一万 这年头的一万 折合购买力 抵得上后是几十万上百万了 行 麻烦徐行长 帮我办一下值得借钱 到时候 借钱办下来 我先买五千块钱的国库券 回去就让妈 玉萍 缺牙齿 温业等人 多过来借钱 好 我现在就去给你办 不过 你也得准备一些材料 毛兔回去皮鞋店 喜滋滋的跟玉萍他们说这事 让大家努力想办法借钱出来 大家都要借吗 对 这不需要利息 也没限定时间 特别的划算 刚才我一路都在琢磨 只要真的能借这些钱出来 我们可以再扩大 或者搞点别的事 到时候 大家凑钱 合伙算股份 玉萍回家 就跟她父母商量要借钱的事 啊 借钱 借来干什么 借来扩大皮鞋店 或者做点别的事 都可以 兔哥已经给我们分析了 这些钱 不要利息 也没规定还款日期 很划算 不行不行 这好事情 哪会落在我们头上 兔哥不会坑我的 兔这娃对你确实美的说 她也确实有本事 可是 人家有本事 这是人家的本事 她吃肉 你跟着喝点汤就够了 就这么干着活 每个月有一百块钱 我们就很满足了 这些钱 我们给你攒着 以后好娶媳妇 哪怕玉萍再三说 要相信许卯兔 可玉萍的父母 依旧不同意 缺牙齿家也是一样的情况 徐老太这边 收到了徐大明的信件 来 我在学校那边 找了一份兼职 自己能挣钱了 不需要家里人 再给我寄钱去了 等以后 我多挣一些钱 会寄钱回来 补贴家人 徐东升接到这信 激动得手不停地颤抖 大明出去了 能挣钱了 还知道 以后要补贴家人了 哎呀 大明 也真是的 他一个大学生 不是该好好读书吗 这怎么还去兼职挣钱了 这影响考试成绩 怎么办 不行 东升 你记得回信给他 让他好好努力读书 别考虑钱不钱的事 只要他读书好 以后捧上铁饭碗 吃上黄粮 这就是给我们争气 这么念叨归念叨 但徐老太心里还是很高兴 随后他就精神抖擞的 拿着徐大明的信 开始满村子炫耀球 哟 徐老太 好久没看你这么精神了 看 我家大明来信了 我家大明现在 在大学可出息了 能挣钱了 那你以后可以好好享福了 那可不 徐大明现在能挣多少钱啊 听说徐老兔已经是万元户 徐大明现在当上万元户没有 难不成他一个考上大学的 还不如徐老兔挣钱多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当然要比徐老兔挣得多 你以为这个大学生是白当的 以后啊 别说当万元户 当十万元户就有可能 那让他快些寄钱给你们啊 省得你们天天在家喝包裹糊糊 滚 你个窝囊费 多嘴 老娘家的事需要你管 你个老太婆 在这王婆卖瓜次卖自夸 谁不知道你干些亏心事 大半夜的 在外面路口搞封建迷信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心我去嫌娶你 徐老太 你真的在搞封建迷信呢 这可不行哦 你们一个个 就是红眼病 就是妒忌 我家大明有出息 想整我 我才不跟你们说 徐老太的秘密被发现 灰溜溜的跑 那徐老太 搞封建迷信干什么 谁知道呢 好多年 都没看见有人搞这个了 结果他又搞起来 他还想咋的 大孙子考上大学 当了大学生 二孙子 也成了万元户 该知足了吧 这说起来风光 可谁不知道 徐家现在是外面崩面子 家里熬姜子 都没米下锅了 这么才 差不多吧 以前徐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 可现在 就剩徐老太和徐东生了 败了就是败了 依我说 还是怪徐老太自己蠢 偏心的太过分了 自己都没脸去找徐卯兔 说曹操 曹操道 没过多久 卯兔骑着自行车 去了黄正龙家 让黄正龙帮着出证明材料 你这是又打算折腾什么 有好事 还是带上我们呢 这阵子 其实还没想好做什么 这打证明材料 是准备找银行借钱 你小子 已经是万元户了 你还要借钱 钱都在皮鞋上压着呢 我想了想 这上面有这个政策 反正不要利息 能借钱 就先借着吧 万一哪天需要用钱的时候 就派上用场呢 如果书有兴趣 也可以先借钱出来 前阵子 你不是说 先付贷动后付吗 这要干点别的事 总需要钱 行 我就听你的 也去帮个借钱 走 趁今天你回来 我带你去看看 你要捡房子的地方 这些地 虽然偏了一点 可为了帮你协调 我可是费了老大的钱 两人很快来到了 卯兔的宅基地 却看到了 徐老太整的东西 看样子 你奶奶对你是恨之入骨啊 这东西 可就是她弄的 我亲眼看见她 半夜在这整的 还以为 分了家 各过各的日子 井水不饭喝水 我必须去问得清楚 老太婆暗中 对卯兔使绊子 被卯兔发现 卯兔直接找上门去 你 徐卯兔 你个挨牵刀的 这么大力推门干什么 卯兔僵烧得 只剩半截的布 往桌上一扔 你 你哪来的 我问你 这是不是你做的 徐老太转过头 不答话 这是在狮子山脚下 那边的路口看见的 这是不是你弄的 我一个当奶奶的 还怕这个龟孙子了 是我弄的 怎么样 杀 徐老太过分了吧 真的好过分哦 这徐老太 怎么能这样 难怪这两天 看她神神叨叨的 在折腾着是 我有什么过分的 徐卯兔就是扫把星 就是她 害得我们徐家 现在这么倒霉 不把她处理了 她还会刻着我们全家 卯兔直接被气笑 黄队长 你们都听见了 她现在搞封建迷信 我要求向上检举她 送她去公社 学习学习 现在在大力提倡 四个现代话 而她还在搞封建迷信 这只公然跟上面唱反调 这样的行为 必须送去批评教育 啥 你个小兔崽子 你说什么话 要检举我 送我去公社学习 去公社学习 是那些年成分不好的人 才该有的待遇 光她一人去公社学习 还不行 还有那个官花婆 一起送过去 让他们两人站在台上 互相批评 互相学习 哪里 徐老太心慌慌的 没想到 徐卯兔出这么一个主意 这可比打我骂我还难看呢 我不去 我不去 大家眼睛都看得的 你就是搞了封建迷信 必须去接受批评教育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徐大明好 省得他回来 说你思想觉悟不高 扯他后腿 这个 卯兔啊 怎么说 我也是你奶奶呀 你就真的好意思 送我去批评教育 行啊 既然你不愿意去公社 接受批评教育 那你就现在好好地认个错 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行 如果态度好 认识错误深刻 那就不用去公社 否则 还是让公社的同志 帮忙一块教育教育 是我错 是我不对 我不该搞封建迷信 我以后再不这样了 说到这儿 怕态度不够好 还自己伤得自己两记耳光 以示诚恳 这样行了吧 你认识到错误就好 以后 少搞这些妖蛾子的事 搞封建迷信 是行不通的 有功夫搞这些 不如好好反省反省 这个家 为什么倒霉 徐东升这时下宫回来 这么冷的天 他身上就穿着一件 年份很久的外套 松松垮垮地垮在身上 这个镊子 越来越反了 居然敢要他奶奶 跟他道歉认错 徐东升拨开人群 挤了进来 仰起巴掌 准备打虚卯兔 被黄正龙拦住 徐东升 你干啥 我要教训这个狗东西 有他就没好事 一阵子不见 现在的徐东升更瘦 这徐东升 哪有脸来教训人哦 当爹的都不想当爹的 还想拿老子的身份 教训人 脑子有问题呗 要是我 现在巴掌这万元 护儿子都来不及 人家压宝 悬崖在徐大明身上了 估计也没脸成刃 看走眼了吧 趁大伙都在 不如断轻吧 省得大家彼此看不顺眼 对 断轻 富哥 跟他们断轻 断了气候 反正早就撕破脸了 好 断就断 有黄正龙这个队长在 现场又有这么多人作证 很快 断轻书就写好 从此以后 大家真的彼此没关系 徐卯兔回城后 拿着准备好的个人材料 去找徐行长 徐卯兔 你这办事速度 厉害 徐行长 我还另外给你拉了一些客户 都会来借钱 看在我这么卖力 给你推荐的份上 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些照顾 这是明目张胆要好处 不过这小子 居然还帮我拉客户 也不是不行 如果真的能成 肯定会给你一些照顾 那我的金额 能不能再提高一些 真要多借一点 也不是完全不行 最后在徐行长 亲自操刀办理下 毛兔借到了一万五 加上张金方的 一共两万五 又买了五千的国库券 随后马不停蹄地 去了学校见瘟业 这几天 你很忙吗 没来学校 怎么 想我了 我是担心 你又落下课程 跟不上 那得温老师多给我补补 毛兔笑嘻嘻的 语气中带着极许不正经的味道 这个礼拜天 你跟学校这边请两天假 我们回去办一下手续 办手续 这是不是太快了 不快 我三天时间就办好 身边瞬间安静 温叶脸红得无地自容 低头看脚尖 毛兔一下笑了起来 你在想什么 温叶不说话 别过头 真丢人 误会大了 还以为 这办手续 是办结婚手续呢 这结婚手续 肯定会办 但不是现在 现在办的是银行借钱手续 傻瓜 现在当然是搞钱比较重要 只有搞了钱 我们才能安心读书 不用操心别的 我知道 你说吧 要怎么办 我已经让缺牙齿他们 都准备材料去申请借款 我估计了一下 大家如果都能成功 凑起来 差不多五六万 可以搞点别的 以前生钱 好呀 都听你的 你放手去做吧 温叶 等我们考上大学 就结婚吧 那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现在这年头 大学多难考啊 毛兔打算都一斗温叶 考不上 那就不结婚了 不 我们一定能考上 我们一定能考上的 如果考不上 我们就复读 复读一年不行 就复读两年 我问过了 班上有同学 已经复读三年 我们复读几年 一定能考上 温叶语气急破 毛兔刮了刮他的鼻子 你就这么想嫁给我 温叶羞涩的五年 温叶 我会努力 努力考上大学 我不想以后 你是个大学生 而我还是个初中毕业的爆发户 周末的时候 毛兔按惯例去皮鞋店查看营业情况 兔哥 我们的皮鞋被偷了 什么情况 我跟玉萍昨天交接班的时候 清点货物 这款皮鞋 跟账本上的对不上账 鞋柜上的数过吗 兔哥 这些我都数过了的 真的就差了一双 我四处都翻看完了 就是差一双 今天人来得多 妈的 搞不好 就是谁上我们不注意 偷走这双鞋 他娘的 这些小偷 居然赶来偷皮鞋 让他贵儿子穿上皮鞋 就脚底流浓 乱死他 对于丢货 卯兔心里早有这样的准备 就算后市大超市配置的 有防损部门 一样有被偷的风险 第二天卯兔带着瘟叶去办手续 得先去他村里开证明才行 路上遇到了张华 妈的 抢了我的瘟叶 把我揍了一顿 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 张华直接捡起一块石头 砸了过去 被卯兔极限转开 张华 你啥意思 你个烂货 你还好意思问我啥意思 你他妈的 找死 谁找死还不一定呢 找死 谁找死还不一定呢 谁怕谁啊 上次是你人多欺负人少 这次我兄弟这么多 看看谁先死 大家跟我一起上 张华率先冲上前去 卯兔直接飞起一脚踹在张华肚片 随后一脚踩住张华 就凭你跟我斗 那一群贤汉 被卯兔这不要命的打法给震住 下意识后退紧 妈的 反正跟张华又没什么过命的交情 又没啥共同利益 犯不着上前去挨揍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看热闹的 似乎怕惹祸上身 让你这样的砸碎又起来蹦打 卯兔脚下用力 转着脚尖 在张华身上黏了黏 不要猜 不要猜 我错了 饶了我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行 给温页和我好好认错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温页 我不敢骂你们 我下次再也不了 滚吧 别在我面前出现 张华从地上爬起来 连滚带爬跑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放心 我打架可没有输过 这张华 真的令人厌恶 像个赖皮狗 若是下次 他再赶来招惹 我废了他 不要 他那人 纯粹就是死猪 不怕开水烫 你真把他打出三肠两短 到时候会赖上你 不值得为他这种人犯事 两个人很快就开好了证明 又去了温页家看温老五 不去的话 只怕几两骨都要被人戳穿 呦 这还知道回家呀 这进村子 不先回家 跑别处去留大了 我以为我爸在陆叔家喝酒 所以先去那边看看 喝酒喝酒 还喝屁的个酒 昨晚栽倒水沟里 头上缝了几针 看他还敢喝屁的个酒 我爸受伤了 温页抬腿 急不走进屋子 果真是小骚货 长得像个狐狸精一样 就是有本事哄男人 这才多久 这一身上下 全是新衣新裤 这一身行头 都值不少钱吧 爸 你伤了 不是让他来的时候 给我提酒来吗 爸 你都醉得受伤了 就别喝了 温老五才不听这话 叔叔 下一次我一定带两瓶好酒过来孝敬你 这一次就提了这一块肉过来 给你好好补补身体 这一块肉也算是令温老五满意 还不快去把肉煮了 我跟他好好喝两杯 李淑华看着有吃的 勉强压下心中的不快 接过肉去煮饭 在温业的帮助下 饭很快就煮好 这个张华 这吃饭的功夫 也不落屋 我去喊他 他哪一次吃饭 不要人喊 不管他 我们自己吃饭 这一说 李淑华板着脸 这还不是你闺女惹出来的好事 算计来 算计去 算计自家人 给个工作 结果只干了两天 阿姨 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份工作 温业当初干得好好的 张华自己不上劲 被开除了 这怎么能怪温业 县城里那些鬼影场况 遇到不合格的工人 开除的也多了去 这能怪谁 叔 你说对不对 就是啊 他自己不上劲 被开除了 这只能怪他自己 这个死酒鬼 真是分不清好坏 行 你们父女俩 才是一家人 我这个当后妈的 纯粹是多余的 让你女儿照顾你好了 省得我这个外人在此碍言 李淑华说着 扭腰走到一边 以往这样的戏码 可没少上演 温老五感觉被扫了面子 还是在未来女婿面前扫了面子 忍不住 开着桌子到 温 脑子不要你照顾 这一排桌子 冻得伤了 他捂着我 还又身影起来 温叶无奈扶着他 叔 我跟温叶还有点急事 想改回城里 你好好休息 我改天再来看你 给你带好酒来 温老五听着好酒 连连点头 好什么好 温老五 你的好闺女当初不是说 找了女婿要好好孝敬你吗 这说话做事放屁一样 你现在磕着头伤着了 她不留下来照顾你 还是要指望我呀 你别阴阳怪气 不用你说 我也会照顾好我爸 毛兔是想大耳瓜子 抡在李淑华的脸上的 可这样做 解决不了问题 所谓有后妈 就有后爸 这李淑华一挑拨 温老五耳跟子软 以后又会找温叶麻烦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想办法换个后妈 换不成 也得离间一下呀 别以为 只有她李淑华 才会挑拨离间 叔 你现在伤着头了 不如 我借你去城里 在我那养几天伤 让我也好好 尽尽孝道 女婿当伴子 这不是说着玩的 好啊 好啊 我跟你去城里养伤 住到女婿家去 住在城里 那不天天喝酒美滋滋 李淑华急了 这节温老五去城里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不行 温叶跟你还没成亲 哪有这样的规矩 就住到你家去 当初温叶他妈 就是这么不讲规矩 不要脸 难不成 还让温叶也跟着 这样不讲规矩 以前家里 出过这样的丑事 你就不知道避嫌 活该戴绿帽子 这又是揭起 温老五的伤疤 温老五脸色难看 不言不语 你整天就将 我妈以前的事 挂在嘴上干什么 这尘骨子烂芝麻的事 你翻来覆去的题 烦不烦 我这不是怕你 重蹈覆辙 提醒你吗 一个姑娘家 得爱惜名声 名声没有了 谁还瞧得上你 所以 你就不惜一切 背后编排危业的坏话 整个村子 都去坏她的名声 我没有 叔 说实话 本来一点家事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自己烂在肚子就算了 可我看 这个神整天 就把这些丑事 给挂在嘴上 这分明是 反复打你的脸 外人还没说啥 就他整天在叽叽歪歪 温老五的脸色 更是难看 一阵红一阵白的 爸 卯兔说得多 你多想想 谁家的破事 是整天挂在嘴上嚷嚷的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是他在这 兴风作浪 才一直被人笑话 温老五终于是回味过来 气得将手中的水 给你擦 妈的 以后 谁再敢提这一茬 老子跟谁拼命 他这一暴怒 李淑华吓一跳 我 我不管你怎么 总之 不许再提那一茬 否则 别怪老子打人 知道了 温叶轻欲一口气 而卯兔则在寻死 一定要换个后妈 要是换不了后妈 那就连爸也不要 叔 让我也留下来 照顾你爸 我力气大 有什么 要我使力的地方 你尽管说 温老五拒绝 哪有还没结婚 男方就在女方家留宿的 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老兔只能离开 夜晚的时候 李淑华偷偷摸进温叶的房间 找到了挂在墙上的红色大衣 刚才做饭的时候 温叶脱了下来 真漂亮啊 这逆子大衣 手感就不同 摸着真舒服 李淑华将大衣穿上 正臭美 忽然被一个男人抱住 嘴里还一直骂着温叶 混账 一声怒吓 在门边响起 如平视惊雷 张华的酒下醒了一小半 他赶紧松开怀中抱着的女人 张华 你喝多了 张华看着眼前的女人惊呆了 这不是温叶吗 怎么会这样 畜生 你简直是畜生 这种事你都能做出来 我 我没有 你没有 老子欺养看见的 你没有 温叶和卯兔也从村口赶回来 我不是 我没有 我 我以为 我以为他是温叶 我没想到他穿温叶的衣服 闭嘴 卯兔冲上前 结结实实一脚揣在张华的身上 你个畜生 别把污水往温叶身上泼 我们都看见了 你是跟谁在一起的 温老五也是猫 冲上前打他 你个座上 你到晚天 你连温叶的主意 别打 张华面对两个生命中的男人 只能一个近的抱头求饶 李舒华把衣服给套上 急着过来拿温老五 别打 老五 别打 让别人看见了笑话 你还知道笑话 老子的脸 全被你们给丢光了 村里的老少都被惊动 围了过来 没有 没有这些事 你们听我说 我只是过来看看 我只是看见温叶的这件衣服漂亮 想试穿一下 张华也是喝醉了酒而已 李舒华 你就别解释了 这什么是穿温叶的衣服 他的衣服 你能穿吗 可不是 一把年纪 还想穿这么大红的衣服 一看就是不正经的货 平时他还假装正经的 还狡辩张华喝醉了酒 说得我们没喝过酒似的 他们平时串通一气 为了不让人怀疑 还故意把污水泼在温叶的身上 让温叶替他们承担骂名 这一招货水冬银使得不错 大家果真就开始回想这中间的种种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 怎么一天到晚 就听着他们母子俩说 温叶不检点 可我也没看温叶做什么出格的事啊 平时温叶跟村里这些人 都挺有分寸感具理感的 我也想不出 他怎么可能不检点 原来全是这一对母子 故意往他身上泼脏水 温叶这姑娘可怜哟 这后妈 果真不是人啊 对 这种后妈虽然不像别的后妈那样打人虐待人 可她使这些阴招也太恶心人了吧 李淑华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对象的后妈和丁丁就赶出家门 卯兔怕他们伤害温叶 就打算暗中出手 来到皮鞋店 发现熊亚伟在这里 我就估计 这段时间你该来了 吃过晚饭没有 走 我带你去吃个好吃的 两人坐到了一家苍蝇馆子 店不大 味道却很好 我预计 你前两天就该到的 结果没来 我还担心路上出问题了 这阵子快过年了 要拉的祸多 忙得很 我都恨不得多找两辆车来拉了 熊亚伟说这话 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那就多找两辆车来拉 卯兔 我是说真的 多找几辆车 成立一个车队 你有没有兴趣 肯定有啊 谁不知道这开车挣钱 我这阵子也在寻思 做点什么好 这真能多找几辆车 成立一个车队挺好 如果真的自己有车队 一路上彼此有照应 安全系数提升不少 二来 在市场上溢价权也高一些 熊亚伟一听 许卯兔跟自己的想法一致 顿时没飞神舞起来 我这几天就在想 我们凑点钱 再去搞两辆车 使劲拉 到时候 喇叭一响 黄金万辆 这方面 你专业 你搞了这么久 在外面也跑了这么久 我肯定听你的 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前期要多少钱 我目前 可以拿出十万块钱 熊亚伟呆了 不对 卯兔 你跟我说说 你怎么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 自己挣了一些 又借了一些 这么说还差不多 否则 我都担心你在说大话了 前段时间才开始宣传漫有户 结果现在就十万了 这怎么得了 我看你那苹果14不错啊 有钱也不能这么臊啊 这我没花钱啊 是我在左下交免费领的 天上咱们可能掉线饼 你胡说的吧 是真的 除了苹果14 还有华为P60 Pro 都是全新正品 全国联保还带有罚票 还可以领吗 给兄弟也整一个 多的是 每款有5000台 都放左下脚链接里了 你去我左下脚链接下载注册 上线升升级 官方24小时 给你包邮到家 链接还在说明还有库存 赶快去领吧 行 我马上去 其实 我们初期不需要自己头衔去买车 我姐夫哥 就是我们纳尔运输队的 他管这个 到时候 看看他们那边 有没有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自己修一修 再补补七次类的 比直接买新车好 你在外面跑这么久的车 也认识不少人 你可以问问 运输队有没有别的司机 也可以把他们拉拢过来 毕竟 这年头 出来单干的 肯定比在单位拿死工资强 你别说 还真有那么几个 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 就将初步的合作一项达成 车队主要由熊雅伟负责 卯突出一部分钱 占两成股份就成 对了 有装饰 我想要麻烦你 当然 你就听听 你愿意帮就帮 不愿意帮 也不用为难 有什么事 你直接说就是了 有什么为难不为难的 是这样 有一个混子 基于我对象 不止一天两天 我跟他的梁子 也结下 已经打过几家了 我现在 想把他送进监狱 让他关几年 否则 我寝食难安 这不是夸大其词 只要一天没彻底解决张华 他就担心 张华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不能置温业于危险边缘 懂了 这是 让我来出手 我是败地的 跟他不认识 更没有过节 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人 他当然明白 这件事 并非徐卯突不能办 只是 徐卯突不好出面办 张华溜达在公路边 他跟着李淑华 回了外公外婆家 娘家人对他们 也没有好脸色 他妈的 这些舅妈的脸嘴这么难看 不就是嫌我没本事吗 之前我顶替温业 当代课老师的时候 这些亲戚 可是舔着脸来讨好自己 要是以后自己有本事 能挣钱 非要这些亲戚 跪在地下舔自己 张华就这么边走 边幻想着美好生活 突然发现前面有一辆空车 驾驶时都没人 一眼望过去 里面一个手提包的拉链 没拉上 一叠钞票闪闪发光 都说开车的司机很挣钱 没想到 果然是真的 这么多钱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搁在手提包里 丢在驾驶台 也真是心大 不担心被人偷走 念头一起 张华自己都吓了一跳 心脏砰砰跳 要是自己把这一包钱给偷走 那不是发财了 我有钱了 那些亲戚 谁还敢再给我白眼看 搞不好 还得巴巴的上赶着来讨好我 说干就干 他左右看了看 没有人 拿起手提包就打算逃跑 结果被一个壮汉一脚踹翻 打强盗啊 抓小偷 随后就是雨点干的拳头 打得张华抱头求饶 怀里的钱也洒落了出来 不一会儿 村子里的人也围了管 放了我 放了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熊耀维也没有理会他 你们谁是村长 是这负责的 我只想帮忙给我做个见证 这人跑我这儿偷闲 恕恶还大 帮着给我去公安局做个证明 众人不说话 看看热闹可以 可要去公安局 做什么证 那就算了 当然 我不可能让大家白帮忙跑一趟 帮我去做见证的 每人可以补偿五块钱的物工费 另外 还可以下馆子搓一顿 这一说 众村民的积极性 顿时提高起来 反正他们跟张华也不熟 没啥交情 几个村民便当证人 和熊耀维去了公安局 张华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几年的缝纫机是免不了 卯兔设计让便宜小舅子去采缝纫机 他终于能放心温叶的安全 温叶 你的主要经历 应该放在书本上好好学习 争取这一次 直接考上大学 而不是分心 做些无关紧要的事 帮助同学固然好 可因为帮助同学 而影响了自己的成绩 双双都考不上大学 那就惨了 时校长 我会好好学习的 不过 帮许卯兔讲解一些题 也有好处 可以加强我的理解 增加记忆 证明我真的融会贯通了的 比自己在那死记硬背好 时校长文言也不能再说什么 哎 当过老师的学生 就是不一样啊 能说会道 不像以前纯粹读书的时候 唯唯诺诺听老师的话 难色误人啊 快过年了 皮鞋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这个学卯兔的皮鞋店 竟然这么火爆 我直接给你举报了 看你怎么赚钱 这人正是之前被卯兔教训过的邻居 他写了检举信投了出去 很快挤得穿着灰色中山服的人 来到了皮鞋店 新员工桂花审意识到不对劲 笑着迎上前 同志 欢迎 随便看 这个店是你开的吗 我不是 有什么事吗 来这边慢慢说 不用了 就在这儿 这个店谁开的 让他出来接受调查 黄小刚看对方像是有来头的人 不是普通的小打小闹 一溜烟跑去找某的 兔哥出大事了 什么大麻烦 有几个穿中山服的 看着像是吃黄粮的 进来就要找你 说什么调查 也不知道来的是工商 还是税务 还是别的 虽然我不怕查 但万一对方来阴的呢 温言 你帮我跑一趟 你见过银行的许航长 你去找他 就跟他说 我现在这会儿有麻烦 估计贷款欠他的钱还不上了 温言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 但他相信毛兔 好 我去 那个来店里采访拍照过的原记者 你知道吧 你快些跑去新文化馆找他 跟他说 这儿有第一手的新闻资料 让他马上来 你通知他之后 让他来这儿 你就不用再回店里来 今天就当放假 提前回去 毛兔随后赶到了皮鞋店 一群人包括那个邻居 在一旁看戏 来来 对方几人不接烟 这个皮鞋店是你开的 对 这皮鞋店是我开的 看 营业执照在这儿呢 不知几位同志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有人检举揭发你 说你投机倒把 七行八事 短金少两 同志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 栽赃家伙陷害我呀 我这东西 怎么能算短金少两呢 这皮鞋 怎么短金 怎么少两 我这东西 不是按金头卖的呀 我擦 以前出去处理检查的那些事 不过是出来做小生意的 说短金少两这种口号 说溜了 一时间顺嘴就说了出来 说错了说错了 是以字冲号 同志 我不知道 这以字冲号 从何谈起 这三包卡 我敢肯定 我这是独一家 皮鞋有任何问题 我都是包修包换包退 都包修包换包退了 又怎么可能是次骗 马德 这小子不懂事啊 大过年的 给我们一人送一双皮鞋 这事不就完了吗 这有没有以字冲号 这得等我们调查清楚了 才能下结论 不是你拿张三包卡 就能蒙混过关 现在这皮鞋店 就先关门歇业 等我们调查好了来 如果要整顿 就先整顿 他妈的 无凭无据 就要我关门歇业 等他们调查清楚了 黄花菜都凉了 关门歇业 大家喝洗北风去 而且影响以后的 口碑和生意 同志 可能这中间 是有点什么误会 不如这样吧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你们出来一趟 也辛苦了 有什么好谈的 一切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 对方嘴里说着 视线却是在那些皮鞋上略过 嗯 这种皮鞋穿在自己的脚上 一定很得劲 卯兔看出对方所想 心中不乐意 如果只是送点普通小礼品 哪怕送点烟送点酒 我也认了 可以双皮鞋 至少是二三十 如果高档一点的小牛皮 动辄七八十 而且 这一次 如果这么解决 下一次 这些人的胃口不会越来越大 想到这里 卯兔不打算从了他们的意愿 指了指墙上的报道 我是被上面表彰过的人 我的事迹 也经过记者采访报道 现在全线智商到下 都在发展经济 努力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肯定了我们这种工商系统的人 为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 而现在 你们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 就让我关到店门 配合你们调查 至少 你得拿出相应的文件和证据来吧 呵 你居然敢跟我们发脾气 别以为我们是无缘无故来查你 就凭你店里请了这么多人 你这就是典型的资本家 不学劳动人民 谁说 我们是故宫啊 他是我侄子 我们就是亲戚来帮帮忙的 是啊 我跟他是兄弟伙 从小穿叉叉哭一起长大 反正我在家里闲着没事 过来帮他看着皮鞋 防止被人偷而已 这些说辞 很早之前 卯兔就跟他们提醒过 此刻 大家都明白了他的用意 温叶这边找到了徐行长 温叶同志有什么事 这么急 慢慢说 不能慢 现在卯兔被人找麻烦了 你得快些去 他说了 如果他出了事 估计欠银行的贷款 是没办法还上 杀 刚才还劝温叶不着急的徐行长 蹭了一下站起来 什么 我才贷款给徐卯兔多久啊 还指望他后面还款呢 这出了事 贷款不还 如何了得 走走 我去看看 谁敢来找麻烦 黄小刚跑去县文化馆 也找到了原记者 听闻这边有重大新闻 原记者哪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抓着照相机 三步并坐两步 向着这边跑 看着原记者在跑 才过来视察工作的李书记 也饶有兴趣 走 这是发生什么重大事情 我们也去看看 卯兔的皮鞋店 遇上有关部门的人来打秋风 卯兔并不打算向他们妥协 皮鞋店不会有问题吧 我前几天 才在这买了皮鞋 说要三包 这皮鞋店要是有问题 到时候 我找谁三包去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皮鞋店 这是要被查封吗 来了这么多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所以说 这当个体部 就是这么不好啊 哪有我们当工人好 铁饭碗 才不会担心有人来找麻烦 看看吧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原记者赶到店门口 盼着里面站着这么多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拍一张照再说 刚才带头在徐卯兔这边检查的几人 都乱了呢 喂喂 你干什么 为什么照相 我是这边新闻报社的 如实记录新闻事件是我职子所在 徐行长这时也赶到了 徐卯兔 徐卯兔 你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卯兔一看自己要叫的人马都来了 也是松了一口气 徐行长 你来了 你来评评理 我才在你那贷款过来 准备经商这笔鞋店 结果 这几位同志 无凭无据 就来找我麻烦 要查封我的店 这店铺 真要这么就查封了 到时候 我拿什么来还贷款 这位记者同志 你来得正好 你天天跑新闻 你们更了解政策 前阵子 我才被上面表彰 这各种报道 还在这挂着 这些同志 就来查封我的店铺 我就想问问 这是又要变天了 上面说要搞货经济的话不算话 是由他们这些人说了算 还是他们仗着山高皇帝远 想当土皇帝 一切由他们说了算 毛兔劈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既从经济利益上占据优势 又要从舆论上占据主导 你们是哪个单位系统的 这要查封店铺 有什么手续 不知道你们查封店铺 有相关方面的规定吗 那几人 哪有什么手续规定 不过就是借着检举信的由头 想来捞点好处吧 他这是夸大几词 我们没有说要查封他的店铺 我们只是借着检举信 就过来调查 不 刚才你们赶到我的客户 还要关掉我的店铺 让我跟你们去接受调查 这不就是要查封我的店铺吗 这些都是我的客户 被你们赶出去 只能在一边开热闹 我诚信经商 依法纳税 可你们莫名其妙 就要带我去调查 又不给一个合理的说法 谁不会胡乱猜测 我好不容易经营维持起来的良好口碑 就被这么一下毁了 徐航长和元记者连连点头 连同后面赶来的李书记 也跟着点头附和 真有什么问题 是要好好调查 但是在没有明确的证据前 就不要做些捕风捉营草物皆兵的事 李书记也走进了店铺 嗯 有什么问题 我也听听 那几人一看是李书记 心下顿时有些发猛 我们就是接着检举信 说他这儿投机倒把 七行罢市 以私冲行 所以就过来调查调查 听上去 罪名是有点大 所以更应该谨慎 你们说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非常慎重 才来现场调查 经过我们现场走访 感觉没什么问题 也不排除这中间可能是别人诬告 对 对 我们也感觉是诬告 毕竟 他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 不如见风使舵 就是下坡 许某兔同志 请你多多包涵 我们也是公事公办 刚才有什么误会的 还请多多谅解 哼 你们公事公办 我能理解 可是 我的顾客怎么办 他们被赶出去 现在还在围观 说不定 我的口碑和名声 就因此受影响 许某兔同志的担忧很正常 我还放贷这么多钱给他 如果因此影响生意 收不回成本 这怎么算 那怎么办 对方皱着眉 没想到 现在是把自己给架在火上跑 我有个想法 可能不大成熟 你们就随便听听 如果不对 也别批评我 你说 不如 你们派一个人 送几瓜鞭炮过来 在门口大鸣大放 然后送上一面 紧气当表彰 这可以消除影响 让大家知道 今天大家过来 只是来给皮鞋店送表彰的 哦 老兔真想搂着温叶七一口 不愧是我的新粘宝贝 这个提议 肯定是最好的呀 用最体面的方式 化解了双方的矛盾跟尴尬 这比逼着对方道歉强 彼此有台阶下 这是 就此结果 行 这主意好 不就是一挂鞭炮吗 不就是一面锦旗吗 小事情 于是 皮鞋店门口 霹雳啪啪响起了阵鞭炮声 卯兔站在店门口 红光满面地接受对方 给他授予锦旗 徐卯兔同志 是我们工商系统的模范代表 今天我们来 就是实地走访 现在 当着大家的面 我们授予徐卯兔同志紧急 希望他再接再厉 响应号召 作为致富路上的带头人 原来是来给皮鞋店 受紧急表彰的呀 刚才赶我们出来 我还以为 是皮鞋店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在想 皮鞋店的口碑 一直这么好 怎么可能有问题 那我们 现在还能进去买皮鞋布啊 别今天不让进去买了吧 看看呗 就算今天不让进去逛 过几天逛也行啊 反正 我是认准了这一家皮鞋店 以后 有亲戚这些要买鞋 我就拉他们来这 姓苏的邻居 站在他家门口 看着这一幕 气得要发狂 李书记笑眯眯的向着卯兔招招手 徐卯兔同志 听说你这店的皮鞋 一只搞三包 质量很有保障啊 你过来 帮我推荐推荐 卯兔拿出一双 鸡带的皮鞋 李书记 这一款黑色皮鞋 沉稳 大气 符合你这个身份和年龄的人穿 不如试试这一双 李书记坐在旁边的试鞋凳上 真的认真的试起皮鞋 这皮鞋确实不错啊 脚码合适 穿上去脚感舒服 嗯 我们的皮鞋 全是护士运输过来 款式新颖 质量有保证 这也是我有三包的底气 不错 那就这一双吧 给我装起来 多少钱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卯兔肯定不能说不要钱 这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搞贿赂 但是 收高价 也不合适 李书记 这双皮鞋 是小牛皮的 用料有保证 价格方面 没办法再低 至少要35块钱 李书记并没多说 他也是想用点实际行动 支援许毛兔吧 小伙子 我相信你的皮鞋质量确实好 赶三包 值这个价 不过 你有没有想过 要多弄些价廉物美的皮鞋来啊 这才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让大家人人有皮鞋穿 哦 好 果然 身份不一样 看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 请放心 我一定努力 争取以后 多弄一些价廉物美的皮鞋 让我们的阶级兄弟们 都能穿上皮鞋 送走了这一群人 皮鞋店中的众人 都是松了一口气 卯兔 还是你厉害 沉得住气啊 兔哥 你好厉害 居然把他们给吓退了 这哪是我厉害 只不过 确实我手法经营 没有任何的把柄给别人 再说 你们没看后面来的人 是什么人吗 那是李书记 所以 人家才改了口气 也多亏温业 给了一个 大家都有台积下的方案 否则呀 还不知道如何收场呢 你是好福气啊 找这么一个对象 可比周亚强多了 坏了 提什么周亚 桂花神也意识到说错话 哎呀 我就是嘴快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都是过去的事 不提了 温业微微笑着 不言不语 并不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等到晚上回家了 温业慢悠悠地走着 根本不忘毛突一眼 怎么了 周亚是谁啊 我擦 还以为 这是已经接过去了吗 没想到 这女子 一直记在心中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提她干嘛 哼 为什么不提啊 唏嘘 说 以前 你是不是经常骑着自行车 载着她四处玩 天大的冤枉啊 你别这么冤枉我 我跟她没什么 更没有骑着自行车 载着她四处玩 哼 谁相信啊 看你这含含乎乎 顾左右而言 她的样子 像没有 真的没有 我保证 果然啊 女人天生就是敏感的 就一个名字 就能生出这么多的猜测 我坦白 周亚 是我以前的对象 是我爷爷在的时候 就给丁下的 并不是我去要求的呀 卯兔伸手去拉温业 温业别过小手 不肯让她拉 那表情依旧在吃醋了 不过呢 我跟她也没啥交往 彼此间并不很了解 她就跟我堂哥好上了 这是 村里人都知道 啊 她跟你堂哥好上了 是啊 这是很丢脸啊 所以 我才不想提她 你该不会因此笑话我 瞧不起我吧 没有 温业被卯兔几句话就给套路 我没有笑话你 更没有瞧不起你 我以为 你是因为心里记挂着她 才闭口不提她呢 温业 你这么想 真是太让我伤心了 我的心 拔凉拔凉的 我对你怎么样 你应该清楚 你居然这么想我 我没有 你别难过呀 我就是知晓 你以前有个对象 有点吃醋罢了 我以后 不乱猜了 我心好痛 拔凉拔凉的 那怎么办 温业快急出泪花了 眼睛轻轻眨眨眨 惹人爱脸 好吧 你亲吻一下 我看看 能不能好转 哎呀 温业小脸顿时羞的通红 回家去再说好不 毛兔也不说话 只是捂着胸 看向温业的眼神 温柔而执着 温业左右看看 确定没人注意着他们 他才飞快地 在许毛兔的脸上亲了一顿 毛兔搬家 穿得像个落魄的卖火狼 刚好在街上遇到了 放假的堂哥和退婚对象 这一路上 我都是忐忑不安 不知道回来 会不会遇上许毛兔 我还怕他做生意赚了大钱 被他压一桶 现在看来 他完全不得知啊 像在干什么苦力 衣服脏兮兮的 再怎么样 这许毛兔还是各下苦力的呀 跟自己这样的大学生相比 差远了 同样优越感爆棚的 还有周亚 当初去大学的时候 许毛兔不是被什么厂长的女儿 追求的吗 可现在 看样子还是落魄呀 终于可以抱上一次 被羞辱之仇了 许毛兔 你现在就混成这个样子 哟 大学生回来了 这算是一锦还乡 夫妻双双把家还 啊 徐大明和周亚刚生出来的 那点优越感 瞬间被毛兔这淡定自若的问话 给鸡的崩溃 总比你强 上一次 不是有个什么厂长的女儿 哭着喊着要嫁你 怎么 不让他帮你安排在厂里找个工作 当工人太苦了 一天干八个小时 工资只有二三十块钱 不值得 他说的话 是实情 可听在周亚和徐大明的耳中 确实许毛兔再得自己找借口 你呀 就不用在这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 上一次在码头羞辱我 现在我自然得以牙还牙 一个月三十块还嫌少 许毛兔 你也太能装了吧 你现在这样喂成狗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十块还是五块 还当工人太苦 看你这样子 也不是什么好差事 我在大学就不一样了 随随便便 赚你半年的工资 舒服 卯兔 一声妩媚娇柔的声音 在后面软软响起 不知何时 温叶站到了身边 帮他擦着汗水 瞧你 跑这么快 电话都摔坏了吧 没事 头只有很亲密的男女关系 才会在大街上 这么亲密的帮着擦汗水 从头到尾 他连一个正女 都没给徐大明和周亚 与卯兔穿个破衣服不同 微夜此刻穿着 最新款的黑色风衣 脚下蹬着高帮皮鞋 面容美得无可挑剔 整个人是风姿错约 徐大明都呆了 这场大学后 去了外地 我自认也算是见识了 不少漂亮姑娘 可从来没有见过 漂亮的不像真人似的 这么漂亮的姑娘 居然对徐卯兔 温言软语 小意温存 我恨呐 此刻的周亚 面如死灰 为什么 徐卯兔现在就像 剩下苦力的人 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要站在她身边 嫉妒之下 周亚昏了头 你知不知羞耻 大街上 随便给一个男人擦汗水 我心疼我的对象 有什么问题 一句话 对得周亚无言以对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徐卯兔的桃花运 居然这么旺 上一次见面 身边有个活泼靓丽的姑娘 仰着喜欢她 这一次见面 又有这么一个 五妹娇俏的姑娘 直言是她的对象 瞧你 让人帮着搬家好了 你不愿意 非要自己动手 看吧 累着了吧 真让人家心疼 就这么一点东西 自己动手 两趟就搬好了 何必要麻烦别人 说话间 黄小刚他们跑过来了 兔哥 我们来帮你搬新家了 谁让你们来了 就这么一点东西 我自己搬就可以 不行不行 我们要来帮忙搬家 我也好借这个机会 带着妹妹看看你新买的房子 还可以趁机跑你家看电视啊 嫂子 我帮你提热水瓶 我提得动 徐大明和周亚 几乎是落荒而逃 再待在这儿 只怕整张脸都被人 按在地上摩擦 张金方和小林 此刻提着小包袱过来 他那人 好像是徐大明吧 就是大明哥 旁边那个 就是周亚姐 他们的背影 我认得 他们跑这么快干什么 嗯 脸痛 他们怎么了 脸为什么要痛 嘿嘿嘿 你嫂子打的 卯兔可真没想到 温业居然也是打脸的高手啊 招待所的服务员 大姐们也帮了忙 大家关系本来就不错 有大家的帮忙 搬家很快就完成了 徐卯兔 以后啊 你可别忘记了大姐猫 得多回来看看我们 郑大姐 你们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们 天天都有机会过来看你们的 马上过年了 卯兔带着温业去一个 卖猪肉的万元户家里 买了半扇猪肉 回来的时候 骑着自行车搂着温业 刚好路过徐家 被徐老太和徐大明看到 徐卯兔这小子 就是故意来羞辱我的吧 有钱了不起啊 那不是徐卯兔吗 嗯 瞧他那得意境 也不知道他在得意什么 有个自行车 有什么了不起 还是我大明这个宝贝孙子好 能挣钱了 买这么大一块肉 一旁的徐东升沉默地垮着脸 他看见了那自行车 后座上那么大半扇猪肉 徐大明回家才买了一斤猪 就欢天喜地的 而徐卯兔是半扇猪肉 往家里扛 难道这个大学生儿子 真不如那个干个体户的儿子 这怎么可能 徐老太还在叙叙叨叨 徐大明心烦意乱 奶奶 你先提着肉回家去煮吧 我还有点事 要去找我同学 好 好 我先回去帮你把肉煮好 到时候你回来吃 徐老太乐呵呵地 先提着那一块肉回家了 徐大明转头 去找他的同学 还以为 大家半年不见 会很亲热 可哪料的 同学对他非常冷淡 并不想跟他多交往的感觉 徐大明 你打不打算认徐东升这个霸 这莫名其妙的问话 令徐大明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我为什么认他当霸 我自己的霸在啊 不过是外出干活了 可大家都说 徐东升才是你亲爹 你不许胡说八道 就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不许这样说 否则我跟你没完 可大家都是这样说 当初打架的时候 闹得特别的厉害 你们全村人都看见了 而且大家都说 你霸不是外出干活了 是没脸留在村子里 好了 徐大明脑子嗡嗡作响 难怪 他回家来 总感觉到难不对劲 他不在家 他妈妈也回城 他爸也不在家 甚至 连他弟弟也不在 徐大明知晓自己的身世 这才发现家里的不对劲 怪不得 我妈回城了 我爸也不在家 甚至连弟弟也不在 徐大明摇摇晃晃往家走 只感觉头晕目眩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怎么就成了大伯的私生子 这肯定是玩笑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来到村口 大明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冷不冷 快回家 我给你烤了红烧 我现在去地里弄几个萝卜 煮萝卜汤 徐大明正正地看着满脸堆笑的徐东生 再回想这些年 徐东生对自己的种种 事实已经很明显 徐大明张张嘴 想问的话 却问不出口 随后转身就跑 我就不该回来 要是不回家 继续留在学校 我就不会知晓 这么恶心的事 卯兔这边 他早就让黄小刚去查皮鞋店被举报的事情 兔哥 你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搞清楚了 就是那个抢皮鞋的臭女人 苏承惠举报的我们 经过这几天观察 我发现这女人可会玩了 天天在舞厅跳舞 有拼头 而且不止一个 我擦 果真城里人真会玩啊 找准机会 给他一个警告 省得以后他还敢多事 肯定啊 那天把老子吓得差点尿了 这个账 肯定要算 苏承惠这天正和一个相好在家里跳舞呢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王麻子 你给我滚出来 坏了 这是我家的魔老虎 王麻子瞬间淹了 慌得一屁 开门 给我开门 你快去想办法 直走他 苏承惠强作镇定 隔着门问道 谁啊 谁在敲门 一个烂货 喊王麻子给我滚出来 你找错了吧 我这儿没什么王麻子 你少跟我鬼扯 我知道王麻子在里面 王麻子急得在屋子里打转转 这房子 这么小 想找个地方躲藏 也没地方躲 木门的一声 带着好几个彪悍的女人冲进来 一眼就看见苏承惠 几个女人拉住苏承惠 开始打她 几个烂货 整天勾勾搭搭 妈的 没见过男人 毛兔怀揣着双手 混在人群中 充当着吃瓜群众 这边周亚和他朋友一块出来逛县城 周亚 我们去逛皮鞋店吧 逛皮鞋店 皮鞋多贵啊 几十块钱一双 不是我能买得起的 没事 就算不买 逛一逛也好吗 两人顺道逛到了毛兔的皮鞋店 没想到吧 我就是听我亲戚说 说这皮鞋店很好 我也没来过 我们进去看看 反正说了 在这儿不买东西 随便逛 人家也是欢迎的 半信半疑中 周亚和她的朋友一块进了皮鞋店 欢迎 欢迎光临 随便看 突然间面对这么热情的服务态度 周亚和她的朋友 都有些接受不过来 我 我们就看看 随便看 有什么需要的 叫我好了 招待客气一句 退开一点 跟他们拉出一个相对的空间 以免对方甘大局促 看见了吧 都说这儿服务态度好 就算不买也没关系 人家一样的欢迎 周亚不说话 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隔着人群 她看见了玉萍 她认识玉萍 知晓那是毛兔的朋友 为什么许毛兔的朋友在这儿 价格少点 我跟你们的老板许毛兔可是熟人 他要是在 肯定会给折扣的 这个价位已经不能再少了 再少 我卖不出来 不行不行 叫许毛兔来 让他给我少一点 黄小刚和毛兔看完热闹 从外面走进来 刚迈进门口 就被顾客拉住 许毛兔 你来了 大家这么熟 你就给优惠一点 周亚的脑子 在那一刻是瞬间空白 这皮鞋店 这样的皮鞋店 居然是许毛兔开的 今天的许毛兔 衣着鼻挺 意气风发 面对着一群顾客 谈笑风声 挥洒自如 这是周亚从不曾见过的一面 这个男人 竟优秀如此 一念即此 周亚是一秒也待不下去 向着外面急不快走 哎 周亚 周亚 你怎么突然就走了啊 周亚朋友叫得这么大声 玉萍 毛兔等人 都不由忘过来 呵 居然还有认识的人 不过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这些人 不来搞什么幺蛾子的事就成 否则 我不介意 又看一出热闹好戏 周亚快步走出好远 他朋友才追上他 周亚 你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走了啊 不是说我们逛逛吗 那皮鞋真漂亮 我好想要一双啊 哎 可惜我没钱 周亚不说话 心里一阵一阵发紧 那天被温叶打脸 可也没有今天亲眼看见一切来的冲击 我不舒服 我先回家了 回到家 面对的是周国父和周母的一通数 你这是又上哪了 别是去找徐家小子吧 以后不许去找他 我没有 没有就好 也不看看他什么货色 再跟他一起简直是丢脸 哎 谁曾想到呢 他居然是个私生子 啊 徐卯兔是私生子 这突出起来的消息 令周亚兴奋 那我去找大明告诉他这个消息 周国父砰的一声 拍在桌子上 你还去找他干什么 都说了 他是私生子 你还要去找他 不是说徐卯兔是私生子吗 屁 我们说的是徐大明 大家都知道 他的亲爹 是徐东升 是他大伯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简直是丢我们的老脸 以后不许跟他往来 哎 当初明明定下的婚事 就是跟徐卯兔 结果 你要去跟徐大明好 现在好了 你不知道 徐卯兔现在有多风光 人家是万元户了 县里还表彰过了 报纸也三天两头报到他 哎 当初怎么就跟他掰了 当初 你们一天到晚 都在数落他没出息 我们数落他没出息 我们那是编排他 想他上进 谁知道你居然跟徐大明在一起 还留下把柄 想不认账都不行 两人真的后悔啊 真的是看走眼了 谁料的徐卯兔现在如此的风光 要不 周亚 你去找找徐卯兔 万一他对你还有点就情呢 怎么说 你以前也是他的对象 他总不能一点就情也不念吧 不 我不 你们不要脸 我可要脸 我做不出这种事 何况 就算我不要脸 想凑上钱 徐卯兔可能要我吗 不就不 你跟我这么大声说话干什么 你不愿意回头找徐卯兔就算了 但我警告你 不许去找徐大明 跟他在一起必然会受累 周亚目不作声退回他的房间 只感觉心好累 晚上 卯兔做了一个梦 梦里 他去找徐大明 此刻的徐大明 已经身为副处长 带着中年男子官场得意的优越 而周亚 则是一脸嫌弃 仿佛多看徐卯兔一眼就脏了眼 徐卯兔 你说你 这一辈子能有什么出现 你老大不小了 还是一事无成 卯兔突然被吓醒了 妈的 太吓人了 虽知道是梦 但卯兔顿时睡不着了 他翻身下床 坐在桌子前开始看书 我必须得努力啊 若是不努力 只怕梦中的情景会成真 会被徐大明无情的训斥 我才受不了那 卯兔半夜梦到被徐大明羞辱 赶紧起来读书压压经 第二天一大早 就在那里锻炼身体 卯兔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 嗯 以后 我天天就要这么早起来 哦 温叶小小的惊讶了一下 这大冬天 大家都想在暖暖的被窝中睡懒觉 他怎么突然要早起了 半夜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徐大明和周亚 联合起来羞辱我 啊 他们这么欺负人 居然还跑梦里来欺负你 嗯 梦见他当了科长了 而我 还是一个平头小老百姓 他对着我一致气势 温叶连忙拉住卯兔的手 卯兔别怕 我会跟你一起 不会让任何人羞辱你 不就是拼着读书搏个前程吗 我也会 我也要努力 搏个好前程 这样才能给卯兔撑腰 卯兔大笑 捏了捏温叶的小脸 那意思 我现在就可以躺平 等着吃暖饭了 熊耀伟这天路过 和卯兔交流一下车队的情况 两人在上次的馆子 吃狗肉红锅 这东西 我喜欢了 吃了可是强筋见骨 腰力十足啊 嗯 公公腰是吧 你还年轻 不懂 跟我老实说 你不会还是个纯情男孩吧 卯兔瞪他一眼 不说话 看你的样子 就是了 熊耀伟大笑起来 卯兔翻他两个白眼 只能说起车队的事情 生意太好了 车轮子就没有停转的时候 比你皮鞋点强 我打算 趁过年期限货物多 多跑几趟 熊哥 钱是挣不完的 这过年 该回家 还是多回家看看 上一世这个时候 熊耀伟后院起火 回家的时候 正好撞上 一个没空气 正好的人 这才采的缝纫机 卯兔不能 让他重蹈覆辙 再说吧 现在我是天天 数钱数的起劲 啥也顾不上了 等这一阵子忙完再说 熊哥 要不你开车出门在外 把嫂子一块带上吧 嗯 这不行 带个女人在身边多麻烦 人家小洛也不同意啊 看样子 这是个死结啊 熊哥 这皮鞋店 生意越来越好 我还打算再招人 不如 你接嫂子来 皮鞋店帮忙吗 你在皮鞋店里 掺了骨 让嫂子也来参与 经营比较好 回头再说吧 既然我跟你合伙 我当然是相信 你的人品 不需要让我媳妇 来什么参与经营 我相信你 在熊亚伟看来 把自己的媳妇 叫来皮鞋店 这是相当于 派来当眼线 不相信人 熊哥 我是说真的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下半期 我还要好好准备考试 让嫂子来皮鞋店 帮着管理 我也放心 只希望 那女人 现在还没有 跟别的男人脚合上 卯兔的日子 红红火火 徐家这边 却是过年都不安生 徐大明拿着行李 就要离开 被徐老太拦住 你这是要干啥呀 这马上要过年了 你收拾东西要上哪 徐大明不作声 只顾着往外走 这个家 我是一刻也搭不下去 以前他读书好 自视清高 跟村里人说话 总透着一股子优越感 所以 人员并不怎么好 现在 又有了这样的绅士 他出门 感觉谁都在 哪一样的眼光看他 他受不了 大明 这大过年的 你出门在外 不安全呢 以前 徐大明会感觉 这个大伯真关心自己 他很高兴 可现在 他只感觉恶心 让开 我不想看到你 别逼我骂人 徐老太也跟着骂徐东生 你呀 就是你做的孽 你个混账东西 大明 你不想看见我 我出去 我出去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 他自己紧了紧身上的棉衣 卖出房门 不怪大明 他还是个孩子 缓任何人 知晓自己的身世 都是无法一时接受吧 这些时间 让大明好好消化了 大明的身世揭开也好 这样 大明知晓 我是他的亲生父亲 以后 会跟我亲近的 徐东生无处可去 外面又天寒地冻的 就走到了他打工的食厂那 有一个工棚 可以将就一碗 徐大明躺在家里的床上 没有睡意 原本我是天之骄子 是全家的希望 为什么 现在成了全村的笑话 所以 徐卯兔其实早就知晓 我的身世了 所以才早早闹着分家 不行 就算不想看见徐东生 可这样能改变事实吗 大家都知晓 这件事改变不了的 既然我是徐东生的 私生子这件事改变不了 那徐东生就要 好好给我补偿 第二天一早 徐大明找到徐老太 奶奶 我想明白了 昨天是我太激动了 脾气不大好 我们去把大伯找回来吧 大明 你真的想明白了 嗯 我想明白了 就算我发脾气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不如好好接受 嗯 那我出去找找 看他在哪 好 奶奶 你去找吧 我就在家里给你们煮饭 乖 你就在家等着呀 老太赶紧出去寻找徐东生 徐东生在村口徘徊 他此刻是又冷又饿 想回家 可又怕回家 让徐大明反感 东生 跟我回家去吧 大明的 大明是个好孩子 他已经想通了 你回去 注意一点 别再惹大明恼火 知道不 你看你干的好事 让大明来承担这些 哦 知道了 妈 我会注意 徐东生笑得几乎乐开花 他的儿子终于承认他了 回到家 两人还是有点尴尬 我想过晚年 去找我妈 嗯 去找他也对 这一走 就不回来 他都忘了这是他的家 他要赶回来 我打断他的腿 看他还敢回来不 换做是我 我也不想回来 果然 全家最聪明的 还是我妈呀 徐大明已经做好打算了 过完年就去找他妈 以后不回来了 当然 还得让徐东生供着他 卯兔这边 和温业一起核对了账目 他们已经净赚了两万 可卯兔并不满足 现在市场越来越开放了 我必须得加快步伐 下一个目标 就开个百货公司吧 未来20年 属于大卖场时代 国营的百货商场服务态度 又那么差 这个绝对有搞头 不过要开个百货公司 首先 地盘要大 而且 位置要当到 要有足够多的人流量 现在没有合适的地方啊 卯兔只能脱房管所的朋友 给留意一下 有没有合适的地盘 还在皮鞋店的门口贴了告示 提供消息的人 可以送一颗鞋油 这天化工厂来了两个女工 刚好有点消息 要这么大的地盘 我们厂倒是有一处 以前最老的厂房 现在不是空气的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让出来 卯兔顿时心下一动 要知道 化工厂占地就有105万平方米 老厂房的面积也是挺大 这化工厂 还是解放前就修建的 还挨着公路 是个好地方 心动不如行动 卯兔立马骑上自行车 带着礼物去找王柏林 联络感情 直接找李厂长的话 不太合适 等确定了再找他 卯兔打算开一个百货公司 得知化工厂有一个旧厂房 连忙去找王柏林 呦 卯兔来了 之前就想着过来看望一下你们 一直没空 今天也是刚好在附近办事 就过来看看你们 卯兔说着把手中的网都递过去 小你客气的 能抽空来看我们就好 带什么东西啊 走去我家作所 不了 我一会儿还有事要走 我听说 你们这边的老厂房空着的 能带我看看吗 行啊 我带你去看看 王柏林把厂房的情况 给卯兔介绍了一个遍 你怎么突然对我们厂的厂房感觉兴趣 难道 你有东西 要存到我们厂房来 有这个想法 所以 我先来看看 那这个 可以去找李厂长 跟他商量 这一块 是他管 先看过了再说 省得去找了别人 又不要 这麻烦 这也是 卯兔认真观察了这个厂房 这位置 是得天独厚啊 就修在公路边 对面是一个钉字路口 是附近居民的生活区 摆小吃摊的 卖菜的 形成小小的规模 这厂房 真的改建做成百货公司 也挺合适的 等过段时间 给李永年拜年的时候 再跟李永年好好提提这事 看着要过年了 瘟业要准备回家 卯兔是真舍不得啊 不如 把书给接过来过年吧 他不介意 多温老五的那点过年前 他只怕自己不在身边 温宴受欺负 没这个规则 哪有还没澄清 女方就把自己父母 带到南方家过年的 可是 你回家过年的话 我很担心啊 那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放心了 再怎么说 那也是我爸 他不会伤害我的 而且现在 家里没有了李淑华 和张华那两个人 我很安全的 装了两竹筐粘货 绑在自行车后面 送温宴回了家 村里人看着 卯兔大包小包的东西 往温老五家提 馋得直流口水 这一下 温老五真的只冷起来了 所以说呀 生个漂亮的姑娘 就是这点好 嫁个有出息的小伙子 真正的飞上枝头变凤凰 可还是有些人 纯粹就是眼红 看不得人好 有什么好 谁知道人家 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说不定 人家就是图新鲜 玩玩而已 到时候 一脚踹了他 他都没地方哭 确实是 卯兔搬东西出来 刚好听见这话 这个 就不用你们担心了 我肯定对温宴百分百的好 只要温叔愿意 我还打算 把温叔一起 接到城里 去过日子 温老五看着温宴 带着徐卯兔回来 大包小包给他 准备这么多的东西 温老五对这个女婿 是越看越重要 还说女儿有本事 不声不响 就找了这么一个 有钱的男人回来 卯兔此刻 就是一个毛奖女婿 努力在温老五面前 正表现 不仅陪着温宴一起 下造房煮饭 还忙进忙出 帮着挑水匹柴傻的 挑水的时候 卯兔在温宴家的后院 居然发现了几盆花 怕看不真切 他丢下饼蛋 跑到这几盆花前 仔细端详 怎么了 这是我妈以前留下的 当初我爸 还给拿出去丢了 但是我想着 这是我妈留下的东西 我又悄悄地捡回来了 乖乖 温宴 这是君子兰啊 嗯 后来我才知道 这叫君子兰 你要喜欢 你就搬走好了 省得留在这儿 也没人照顾 到时候 我爸喝酒一发酒疯 又把他丢了 温宴压根没想到 他有这么几盆花 是意味着什么 没想到 温宴才是小复活呀 就这几盆花 估计就能抵得上 我整个皮鞋店了 毛兔也没声张 只是默默地 把那几盆君子兰 摸到温宴的房中 这可是绿色黄金啊 美国那边 现在这东西 已经在升温了 也就是小地方笑起闭色 对于这个还没有意识 吃饭的时候 温老五喝着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这些年 我为什么会试酒 不就是借酒逃避一些事实 总感觉自己在人前 抬不起头来 但现在 温宴和许毛兔 把我以往丢过的脸 全给捡起来了 以后 谁还敢瞧不起我温老五 以后啊 大家只有羡慕我的份 来 毛兔 喝酒 喝酒 叔 少喝点 我的酒量 肯定不如你 你得让着我一点 我是跟你吹 我的酒量 确实好 平时随便都要整个半斤左右 沃曹 每餐就要整半斤左右 不得酒精干 叔 你厉害 不过 你的意志也挺好 平时也能控制自己 这马屁 拍得温老五有些不好意思 我哪有能控制的时候 我只有没钱买酒喝的时候 毛兔不一会就假装喝醉了 趴在那上一摊泥 动也不动 女婿上门喝醉了 总不能赶人家走吧 毛兔这一晚 如愿在温家睡下 虽然是睡得温老五的床 第二天一大早 毛兔赶紧将那两盆君子来 搁在自行车后面的筐中 再拿一些东西 在上面遮掩着 你什么时候喜欢花了 我不喜欢花 但我喜欢黄金啊 绿色的 温叶伸着手指 戳了戳他的胸膛 瞧你 酒还没醒呢 说些酒话 毛兔也不解释 反正等过段时间 君子兰的风头最近的时候 他在和温叶 带着这两盆花往北边走一趟 这段时间把花带回去 好好培养培养 省得温老五这个酒鬼 不懂照料 把这两盆花给弄死了 我先回去 过完年的时候 我再来接你 嗯 等年过后 我就过来 他也知晓 毛兔的店铺离不开人 他必须要打理 过年这一段期间 可以算是全年最高峰的销售忘记 毕竟 大家都热衷于过年买衣服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